講到道之宗旨 進天地理神明 我們用楞言經 傅羅納還有阿難尊者 他們的請問 來說明整個天地萬物 以及人 他的行程的原因 正是所謂佛陀所 所說的一真期望 沒有真的就沒有望 那麼真的是什麼 真的就是如來上 就是我們的良知 我們的本性 也稱為佛性 也稱為法性 那麼道之宗旨 這三個關係 特別要來解決人事間的矛盾 人跟身心才不關心 信心深 三者不協調啊 產生了人的生活不自在 身體不健康 頭腦不清楚 那麼嚴重的影響到 整個周遭的環境 所以這三個關係呢 在現在的社會 可以形成一種矛盾 人跟身心矛盾了 那還有一種 只要是人跟人的關係 也叫人跟社會的關係 那社會呢 包羅萬象 除了人跟神 也包括人跟事 人跟境 那這些關係呢 你要如何去處理它 要如何去圓融它 去面對它 這個是道之宗旨要教我們的 那第三個關係是 人跟自然的關係 人跟自然就是 所謂的天地鬼神 跟這些有形無形的 萬物 人要怎麼樣跟他們相處 那麼這些 有形無形的 這些眾生啊 這些萬物啊 他們影響人 非常的深遠 那這個是人 沒有辦法去直接了解的 所以呢 道之宗旨 特別把這三個 重點啊 這三個訴求啊 把它表達出來 那麼 也解決了現在人類 對於這三個問題的矛盾啊 人類自相矛盾啊 沒有辦法解決 如果把這三個關係 釐清了 那麼 所有的一切問題 就解決了 啊 儒家都遠 我們希望呢 大家都能夠 來 學習儒家的教法 透過儒家的學習啊 來進入道 這種道的 那一份的 清淨無偽 平等自在 哦 真誠恭敬 這個是 為什麼 現在呢 道 要用儒家 這個走法 來教化人 人世界呢 那我們先前 用道楞言經 佛陀講了 整個 宇宙世界 人類的形成 它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 旺心的 動念 那麼旺心 又是怎麼來的呢 旺心是由真心而來的 所以沒有真心 也就沒有旺心 真旺不二 我們用一個例子 來比喻一種現象 你看我們的 電視就好了 電視就是一台螢幕 在那裡 你接上了各種的 音源的線之後 好啦 你可以用遙控器 隨便一轉 這裡是中式 台式華式 DVBS Discovery 各種頻道都會有 出現了 那個電視 一直都不動 那個電視呢 如如不動 就是我們的本性 抵禦我們的本性 當我們在選台系 選擇頻道的時候 一下子變到運動的畫面 一下子變到 這個新聞的畫面 那一下子呢 又變到了這個 談話性的節目方面 等等呢 各種的 境界都有 有 那你也可能是看到 暴情的 看到色力的 色情的 暴力的 看到一切有的 沒有的 那麼再呼籲 你的感應啊 跟什麼頻道 互相感應 你這個遙控器呢 你要按到什麼 頻道 所以那個螢幕的變化 就是我們的心 我們手上的遙控器啊 那就是我們的圓 我們的圓 其實也可以說 是我們的業 我們的業呢 一直調在 這個談話性節目 好 你就跟 談話性的節目 這樣的一個頻道啊 那裡面的眾生啊 互相感應 所以呢 你就成就在 那個地方 有的人喜歡看摔角的節目 每天沉迷在摔角 有人在看布袋戲 每天沉迷在布袋戲 那他就是呢 形成那一類的眾生 那心線事變嘛 他的世界變現前 那個樣子 那他的心呢 也隨之向往 成為那個樣子 久了之後呢 他自己也 也就到了那個地方去了 所以心念是快速啊 心念是可怕啊 是我們人啊 要去注意了 要去了解的 那麼 我們今天求了到了 我們今天要知道 心念 它是依附在真心之上 心念不是假的 不是真的 我們的心念呢 刹那刹那在生命 那不是真的 所以 我們所看到的整個畫面 也不是真的 因為呢 它是刹那的生命 我們看到這個人 這個點 下一個刹那 它就已經變化了 那麼在這個變化的 很快速變化的 過程啊 人把它 組合起來 人用人的這種 言而彼此 蛇神意啊 五官啊 把它整合起來 整合起來 我們所看到的一個畫面 它好像是在動了 好像是真的 那麼其實是假的 這種抽象的象啊 連接起來 看起來很相似 所以叫抽象的相序象 那我在白法明門論裡面 那是屬於不相應刑法 不相應刑法 就是 那個人 不是真實的 時間不是真實的 空間也不是真實的 你看時間 時間哪裡是真實的呢 現在 我們說現在 現在馬上就過去了 未來還沒有到 過去已經過去了 時間上那不住了 那空間 我們這個空間 有層柱壞空 生滅變異 包括我們這個肉體 也有生腦病死 那麼這個空間 怎麼會是真的呢 它不斷不斷在變化 所以都不是真的 那真的是什麼 真的是會讓它變化裡面的那個東西 說那個東西也不對 因為說是一物極不重 因為那個那個 不容易講 不好講 人的智慧也沒有辦法 去思量 所以呢 我們把它 胡倫吞藻的統稱 道 那種現狀啊 我們沒有辦法 去講啊 因為它已經超越 我們人的思維 人的語言文字 所以只好強明約道 那麼這個 這種境界啊 只有佛才能看得清楚 那佛今天呢 把它 留在這個經典上 讓我們來參悟 我們都過佛的教法 也走上佛的 這種 步伐 一步一步的 那麼就 走上了這個聖賢之路 那麼當你覺悟了 當你原通了 你就成了佛菩薩 你就成了聖人 那這個是 但是 倒是從此 他特別要告訴我們的道理 今天 我們人 跟心性 的關係啊 我們自己就搞不清楚 我看這個 探索頻道的報導 發現到說 在二十一世紀 所謂的這種 躁鬱症 憂鬱症 激躁症 或者是說 痴呆症 這些等等的精神病患啊 有越來越多的趨勢 越來越多的傾向 那麼我們 這個家庭之中 出現了一個 患躁鬱症的孩子 那父母親呢 就不得安寧了 隨時要注意他 他可能是過動兒 他可能呢 隨時呢 不安排你出牌 因為他躁鬱 躁鬱已經形成一種病因了 他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那麼憂鬱症呢 憂鬱症更可怕 憂鬱症呢 他就是沒有表現出來 但是呢 他在沒有人看得到的時候 他表現出來的樣子 會讓人覺得很可怕 有看到那個小孩子 就一直垂自己的臉頰 垂到這種耳朵流血 或者是說呢 垂到了這個 牙齒 牙齦流血 這個是很可怕 我們很難相信 怎麼會有這種現象呢 但是這個病症呢 在今天21世紀啊 已經成了我們現在 人類的 一個很大的干擾 我們統沖為心理疾病 身心症 或者是說 精神病患 那麼科學家 用腦波掃描的方式 來解決 來面對這個問題 那麼這種腦波掃描的 我們如果說從修道的觀點來看 我們知道他只是看到一個現象而已 一個表現的變化而已 但是那內在的真實性啊 醫生是沒有辦法看出來的 醫生是沒有辦法看出來的 真正要解決這個問題啊 只有大醫王 只有佛陀 只有明師 開悟的人 才可以解決 這種人跟身心的問題 那麼我們沒有辦法 常常看到佛陀 常常看到明師 接觸到這些善知識 所以我們知道 所以我們知道 依照 古人的例子 以絕為師 以經典為師啊 經典裡面告訴我們 這個訊文裡面告訴我們 我們呢 好好的 從這些聖人的經教啊 好好的研讀 好好的參悟 好好的來實踐 那麼實踐到久了 有一天霍然灌通 你也會碰到三音源 來跟你指點 所以呢 都是要用功啊 所謂文師修入三摩地啊 你要文啊 你要去看 聽 你要去接觸 用你的根性 把這個文啊 文到極致 也就是說 根性發揮到極致啊 所以觀世音菩薩的文師修 那是一個特別的法文 那文根 雖然是說從而根 但是呢 根根相通 我們呢可以用意根 眼根 鼻根 舌根 所有的根都是相通的 那麼 明是 明是就直接給你點出 那一根出來了 你就用那一根就好了 用那一根來文師修 喔 那麼人跟聖心的問題 透過自己的 文師修的功夫 那你要不斷地去反思啊 那你要不斷地去反思啊 存想即生啊 存情即罪 所以呢 懂得 那麼 那麼 楞言金 用這句話來形容啊 形容了 非常的貼切 喔 人如果都重視精神生活 那麼這個就是所謂的 純想 好 他不在外 外在去追逐 而是往心內觀 內觀就是所謂的純想 那麼他的那個想的純度啊 如果純到非常的純 喔 純到像這個 無色界 的天人啊 這樣的一個境界 那他就很 可以達到很高的一個境界 那無色界 最高的天 非想非非想觸天 那這個已經是 最高級了 如果他還能夠回小 回小向大 那就突破了這個小勝 突破了六道 那麼進入呢 慘的境界 進入了這個阿羅漢的境界 四禪天 啊 四空天等等 這樣的一個境界 那所以呢 就是了 唇想即生啊 那我們今天修行啊 那我們還沒有辦法 明心見性啊 至少我們也要做到 唇想即生啊 那麼這個道場呢 講說呢 眾聖清凡 這個意思呢 有一點類似 那麼聖呢 就是我們對於 我們自己 這個 親近心 平等心 覺悟心 真誠 恭敬的心 我們達到的程度 這個叫眾聖 那因為呢 達到這樣的程度呢 你會擴及到你的家人 你的社區 你的整個周遭的環境 甚至整個天下國家 所以這個叫眾聖 那清凡呢 清凡就是說 對於自己的個人的享受 個人外在的 這些物欲的追逐啊 都已經呢 把它放得很開 那是眾生清凡 也跟楞严謙所講的 純想即非啊 你就可以飛生 感覺身心自在 身心清安啊 啊 所以昨天去台北 去拜訪幾個 修道人士啊 那他們對於 三教經典啊 相當有研究 對於心性的道理啊 也特別的用功夫啊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 他獨到的見解 所以要跟他們講話 其實也不容易啊 真的是有一點 要進入高手之靈啊 那他們幾個高來高去的 你沒有境界 你還不一定差得上口 那他在他們的 的觀念當中啊 他們就是 一心呢 往內去追求 追求那一份內在的 的平和 那當中呢 講到一個觀念 那就是說 當一個人啊 他的心達到一定的一個 親近平等 公敬的狀態啊 那麼他的身所表現出來的 也是那一份 逍遙自在清安的樣子 所以對於外在環境的變化 並不會給他造成多大的壓力 譬如說現在冬天來了 冬天來了 寒流來了 照理應該很冷啊 但是寒流來了就冷 那麼熱浪來了就熱 那麼這個是一般人 照理講有休息的人 對於外在的這些環境啊 他喜怒是不動於心的 那忍熱也是讓 讓他不動於心啊 所以就有一個前嫌 昨天呢 他是穿短袖的 哇大家呢 就在那裡稱讚他 哇他修得很好 對於這種忍熱啊 他也不會在乎 那有一個人穿得很厚 啊自認為修行還不到家 所以呢還是會怕冷 那麼其實呢 昨天的環境啊 昨天的氣溫是比較熱的 那所以呢 這個 穿短袖的 那個呢也是無可厚非啊 那麼穿長袖的這個呢 那就是 因為呢 比較冷底啊 所以呢 很容易怕熱 其實我感覺他也是 在現場有一點熱 那我們可以從這裡知道啊 一個人的外在 都是從內在 先生發起 然後產生的現象 所以人跟身心的關係啊 是修行人 最主要要掌握的 那你的心啊 不正啊 你所接觸到的環境啊 還有這些人 人情事故啊 一定都是一種不正的 的一個磁場 那麼心正的 你所居住的環境 你所面對的人事物啊 就會正了 所謂福人居福地啊 這是算命 他會講的話 福人居福地啊 那福地福人居啊 福人來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本來不是很好的風水地理 但是呢福人一來啊 這個地方就變成很好的風水地理 所以福人居福地 那福地福人居啊 這個地方啊 本來是很好的風水保地啊 那麼一定會有福報的人 才會進來這裡住啊 那沒有福報的人呢 他強行要進來住啊 那麼這個地方的風水呢 也會被攪亂掉 整個磁場也會被破壞掉 所以聖明先生他講的 向尤先生啊 福人居福地這些話呢 其實啊 表示呢他們對於整個命術的 的現象啊 他們的理解還是在於新的變化 那新的變化就不是算命的那個術可以掌握的 新的變化呢 要從修道這種格物之之 從自信本訣來下功夫啊 那所以說穿了還是心心上下功夫啊 那所以說 剛才講啊 這個心極神神極心 無愧心無愧神 若是清心便是其神 所以心的起心動念 我們人在人世間啊 就一定會有新的呈現 因為人世間是一個後天的環境 是一個有這個氣世間啊 相對的世間啊 所謂二元的世界 那麼人處在這個生活環境 這個雖然是整個工業所造成的 但是呢我今天處在這裡 我有我超越的方法 也有你成聖的根據啊 我們今天就是要認定這個成聖的根據啊 我要成為回歸本來面目的那個樣子 所以聖賢人 古大德教我們怎樣做怎樣做 你就看著經書看著古訓 跟著古人來做 那這樣你就可以回到本來面目 所以觀眾弟兄講 無愧心無愧神 你對於心 心是性的呈現嘛 心照理講是圓滿公民的 但是呢 心會映照萬物而起現行 他映照的萬物呢 會因為所映照的對象呢 而起了波動 起了變化 那這個變化呢 就會產生你這個 所看到的境界的就不一樣 喔 境界不一樣就產生你的現行 就不會不一樣 喔 同樣是看到 一筆黃金 有的人呢 認為他已經發了 喔 想要上為基有 有的人呢 把他看作像大地的 一份子 他就是一般的土地而已啊 喔 好不在意 那這個 就是心性上的不一樣啊 那麼 如果會被外物所指導 染灶的話呢 那麼 個人的業力啊 就隨之而形成 隨之而形成呢 加上累積不斷的 堅固的執著 認為呢 就是這樣子 喔 就把這些呢 好壞善惡的 通通記住了 那麼你記得 錯的多 那麼你就走向 三個道 記得善的多 你就走向三三道 所以 其實說穿了 人的阿賴也是啊 是我們自己最大的恐怖分子 我們所要面對的 的這些 生活上的不安 恐懼 以及各種身心上的干擾 其實就是阿賴也是 我們的心神啊 自己在作祟 人的心神在作祟啊 所以人不曉得他的一個 變化 這麼樣的細微 這麼樣的繁复 所以當你做了七星 就是做到七神啊 所以當你去神裡面 神堂 庙宇裡面去拜拜的時候啊 你要求神 你要先問自己 你有沒有七神 那什麼叫七神 就是你有沒有七星 哦 你的心呢 是不是 隨時保持在 親近平等恭敬 真誠的 那一份修為上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麼你今天去求神拜佛 你的感應呢 一定是 為乎其為啊 為乎其為啊 除非你個人的夜報 那麼你自己 會 引發出自己的夜報 自己的福報 否則神明是不會給你更任何的感應 神明也不可能決定我們的生死 更不可能帶給我們福報 這個是我們知道 近天地理神明 的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那因為呢 天地神明是自信的變現啊 這件事情太過奧妙了 人沒有辦法理解 所以呢 儒家就告訴我們 官聖帝君這裡講 故君子三位四肢以盛其賭 三位四肢以盛其賭 毒 毒就是那個唯一的 我們說性體 我們說如來上 良知本性啊 就是那個毒 那個毒呢 你不要讓你的心 產生 蒙蔽了 因為他的這個毒呢 透過心來呈現性的狀態 但是心的造險啊 他會去染燒萬物 所以你要盛其賭 你的出發心 是這麼樣的光明潔白 但是呢 你造險萬物的時候 起了各種分別變化 於是有了妄想分別之主 各種的無敏煩惱產生 累結不斷了 成了我們今天這個樣子 所以 觀聖帝君講 從君子 三位四肢開始 你看他還分三個等級喔 你要是一個君子 你要還要做到三位四肢 當然能夠做到三位四肢 就是一個君子 所以一般人還不行 要達到君子的標準 那麼 君子的標準是什麼 君子的標準 就是你的起心動念 都要是三的 你一心為公 一心為重 這個才是符合君子的標準 那麼三位四肢呢 三位 為天命 為大人 為聖人之言 這個是三位 你看這四個三位 儒家告訴我們的 這三位講得多好 天命 為天命 為天命是什麼 我們講到天命啊 在道場講的天命太多了 但是我們基礎上呢 有兩種認知啊 一個就是 老天給予萬物 給予眾生的命 這個叫做天命 那麼他給予你這個命啊 你有這個 生存在這個世間的 一個能量 還有呢 還有呢 生存在這個世間 你所要做的事情 那這個是天命 那另外還有一個形而上的天命 那就是呢 老母 他所降下來的大道 這個無極 這樣的一個真理啊 落在人世間 那麼他落在人世間 是透過祖祖傳承 當然因為一般人呢 他沒有辦法 去了解到 人身上有道 人身上呢 有那個 如來葬性 良知本性 所以呢 必須透過 這個開悟的人 宋賢人 佛菩薩來告訴我們 那這個就是明師 所以明師傳給我們 那個回家的路 那個就是道 那這個就是行而上的 天命 所以我們到場 後來再講 誰有天命 誰有天命 那個講的都是非常狭隘的天命 啊 我們 今天 有這個道體 老師呢 他也將這個道體傳給我們 我們將來可以回歸到這個道體 那這個就是 天命 所以你看 為天命 這個 你要多麼 可畏啊 你要多麼敬重他 沒有錯 今天 各類 的眾生 萬事萬物都有他的性 他們都可以成佛 但是呢 他絕對沒有像人類這樣子 有高等的智慧 來可以詮釋 天地之間的奧妙 可以 燦發 宇宙之間的真理 所以天地人 為什麼 合而為一 合稱三才啊 天不遠 地不語 要透過人來言語 天地的教化 也要透過人 的言行啊 來達到這種教化的作用 那麼代表天地的人是誰呢 聖人 所以古聖相傳 佛 菩薩 這些大德者 都是屬於 代表天地的人 那麼他們不是別人 所以我常常問 到底古聖是誰啊 最最原始的那個古聖是誰 我們在道場 在道場常常講古佛 那古早就已經成佛了 這些古佛到底是誰 說穿了古聖古佛 不是就是我嗎 他不是就是在講我嗎 我的那一份如來上 我的那一份兩隻道體 我跟他是沒有兩樣的 我今天只是聚在這個肉體上 被這個肉體所拘束了 被這個五一六層給染造了 所以我不曉得我今天 是跟那個古佛 古聖是一樣的 那有明師告訴我的 其實我們是一樣的 我們可以透過各種 修行的道理 聖讀的道理 然後進入到他們那個道體 所以要三位四聖啊 那這是衛天命啊 所以衛這種這個字眼啊 就形成了一種這個清淨公淨的心 平等無偽的心 所以呢這個清淨公淨平等無偽 衛這樣的一個心呢 就形成了一個淨衛 衛是有一點恐懼的意思 但是這個恐懼呢是一種 心存公淨的恐懼 因為呢很怕我們 隨時呢會斷死掉這個天命 會失去呢跟天的那一份 衣子的關係 那如果跟天這個衣子的關係 你找不到了 斷絕了 那麼你就什麼都不是了 你只是一個虛殼上的運作而已 你已經沒有 背後那個天恩師德的力量了 所以為天命 我們才知道 天命 為什麼需要 這麼樣的 恭敬他 敬畏他 為大人 為大人 大人呢 我們講說為 這裡講的大人 人得一而為大 人得一而為大 這個一呢就是說 他已經貫通了 所有宇宙萬物的事物真理 就是從這個一的道理來貫通 從一呢返回到無極 印證到我們人世間 這個兩極對待的道理 其實他有一個不變的真理在裡面 就是兩極不變的你要把它混合起來 而成為一 所以六祖慧能他才說 啊 禪定解脫 禪定解脫是二法 佛法是不二之法 那麼他這句話呢 同時可以用在 三教經典上 所有的法 如果你有分別 有對待 有執著 那麼都叫做二法 當你放下分別 執著對待的時候呢 那麼這個就是進入了一陣法界 就所謂的一 所以為經為一 允職絕衷 所以他這裡在講的大人 不是那個做官的那個大人 而是呢已經從其大 已經呢 接受到整個天地能量 的那個大 那個才算為大 你可以跟天地精神往來 你可以呢 打破時間跟空間的界限 來往在整個 宇宙當中 過去未來 你都已經通曉了 所以呢 大人的話 常常呢 這個先說後印 所以一些再來者 一些島裝將士的 古大德 他們這輩子來 有時候他們講的話呢 都會先說後印 先說後印 那是因為呢 他的話呢 是大人的話 他已經是 成極大了 大而無外 小而無內 已經達到這樣的一個境界 為大人 為大人 那為聖人之眼 這是第三位 聖人之眼呢 聖人跟大人 那他不一樣的地方是 大人是無為而為 聖人是 從有為而入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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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無為的教法 透過 把無為的到底啊 透過有為的教法 要來教化眾生 所以聖人呢 要負起教化眾生的使命 那麼 教化眾生 你一定要讓眾生看得懂 所以呢 你要講眾生聽得懂的話 你要做眾生 看得懂的事情 哦 這樣呢 你才能夠以身作折 來引導眾生走向 西聖西顯之路 所以聖人之眼 我們對之呢 產生敬畏 敬畏呢 那是因為聖人 他已經達到了這種 這種 知天命 這種成 成大人 的一個境界 那麼他今天 視線 這個道成肉身啊 他在用肉體的方式 跟眾生 處在一起 所以呢 我們看起來 他只是一個人 可是呢 他已經呢 上下貫通 所以我們只要依止他 所講的話 所視現的道理 依他的這個言行為準則 亦步亦去來做 那這樣啊 你就能夠 踏入聖賢之道 這個是為什麼 我們要為聖人之眼 聖人之眼 把聖人的話看清啊 那麼 對你自己啊 只有損害啊 啊 並不是說 聖人要處罰你喔 而是你對自己的 產生的 這種 煩惱障礙啊 更加的 更加的繁瑣 你的解脫之路啊 更加上了蒙蔽啊 所以佛陀說 所以佛陀說 可憐明哲啊 啊 是一個 讓人家很可憐的人 那麼這種人呢 在我們今天的社會可多了 今天的社會 不聽聖人之教的人 那是太多太多 依照自己的脾氣毛病 依照自己的福報業力 那麼 認為自己呢 不可一世 認為自己呢 可以旋轉乾坤啊 呼風喚雨啊 結果呢 照他自己的意思去做 他的意思就是 他個人的脾氣毛病 累生的業績啊 就不斷地去製造出各種的 貨業褲 那麼 產生了更多的供業 那更多的供業呢 就形成一股 饒不可破的因果 所以呢 後來他也擺脫不掉 他也沒有辦法超越 這個呢 都是因為不聽聖人之言 那麼我們今天 還有機會 聽到聖人之言 那是非常大的恩德 非常大的福報 今天如果有人 還在講聖人的話 哦 推廣 推廣聖人的話 而且呢 立行聖人的話 哦 我們要不做第二想 要趕快去向他學習 只是聖人呢 他不會顯身通啊 他不會張招咬啊 他不會四處去 去宣揚說他就是聖人 所以呢 要 高明的人啊 哦 要有悟促的人啊 他才能夠看出 這個是聖人 那明師出高徒 這個只有高徒 才能夠遇見明師啊 這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那麼有的人 雖然跟著明師學 可是呢 他沒有 他一點受益也沒有 那麼他沒有受益呢 那表示呢 他在這裡呢 得不到這種 修行的入處 那他修行呢 沒有境界 沒有功夫啊 因為呢 他不聽老實的話 不聽聖人的話 自以為是 用自己的陰形苟且 再過自己的生活 所以就不聽聖人眼 那我們留下來的這些經典 這些古訓啊 都是聖人之眼 哦 我們現在說老人之眼 他們都已經做古了 但是呢 他們精神呢 卻一直在 教誨我們 所以懂得的人呢 三位四肢啊 趕快呢 以此為戒 好好的來走 奴臨深淵 奴履薄冰啊 走出自己的下一步 所以這個就是 為什麼要站正經經 因為我們在這個夜期的 世界裡面 累結了脾氣毛病的 生活空間裡 啊 做一步啊 滿盤皆輸啊 你一個步伐走下去啊 你不曉得接連而來的這些 業障的千鏟啊 他是排山倒海啊 讓你連 敵黨的力量都沒有啊 那麼你那個時候怎麼辦呢 所以在論言經裡面 佛陀也有強調 修行人啊 喔 他所面對的各種的干擾 他 會有哪一些 狀況 人應該怎麼樣去 人應該怎麼樣去 面對他 那麼 最主要的關鍵就是說 你不要理他 不要在意他 那禪中說 佛來斬佛啊 魔來斬魔啊 他這個人 是屬於這種 境界上的一種魄力啊 就是真的要這樣子 當你在修行 遇到佛 那佛是真佛假佛 你如果喜歡這個佛了 你就跟他去了 結果呢 他就是 魔都化身了 那他魔來了 他變現各種的 你喜歡的樣子 喜歡的境界 結果呢 你又跟他去了 你也著魔了 進入了魔子魔孫 這裡面的論言經他講的很詳細 五十五陰謀啊 這是修道人最大的障礙 我們呢 有空應該來看一看 我們會碰到哪些情境 最重要的就是 自己呢 不欺心 不欺神 自己呢 這個戒慎恐懼啊 三位四肢 那四肢是什麼 四肢就是 你之我之 天之地之 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 這個是四肢啊 那這個意思呢 就是屬於 李神明的部分 我們的周遭 有太多跟我們重疊空間的眾生 我們自己看不到 我們也感受不到 但是呢 他們知道 就好像 二度空間的這個 昆蟲啊 你看像螞蟻 螞蟻是屬於二度空間的動物 所以呢 即使你走到他旁邊 喔 你準備對他呢 做出什麼傷害 他也不知道 喔 所以 更高層次空間的 所謂不同圍度的空間啊 他那些眾生啊 看我們可能 像看螞蟻一樣啊 那麼他可以隨時傷害我們 那也可以隨時影響我們啊 你如果跟他有什麼因果 因果欠慘的話 那麼他可以隨時控制你 喔 或者是說你有什麼 妄想分別之所的地方 他就乘隙而入啊 這個是為什麼 三位四肢的道理 喔 這個在這個世間啊 知道我們整 在做什麼的 的鬼神太多了 喔 你看我們這個 我們這間房子 房子平時就有 有這個地基礎 喔 這個是鬼神 有所謂造神 喔 有這個當地的土地神 喔 我們這一個 這個城市 還有所謂的城王神 喔 山有山神 水有水神 古井還有井神 喔 一棵樹呢 超過人那麼大 他就有所謂的樹神 喔 他跟我們生活在 這個空間裡面 如果呢 人 對他們有所不敬啊 那他們可以修理你了 喔 啊他們也知道 你的狀況是怎麼樣 你到底在做什麼 他們是了然清楚啊 那這些鬼神 知道我們狀況的鬼神啊 太多太多了 沒有辦法數清楚啊 那鬼也有五通啊 鬼除了沒有肉精通之外 他還有五種神通啊 喔 他可以穿牆月壁啊 喔 他可以知道你心裡在想什麼啊 所以對於鬼神啊 孔老夫子說 敬而遠之啊 這句話呢 說得好 敬而遠之 就是因為 對於鬼神的道理啊 我們恭敬他 但是呢 不要學習他 不要學習他的原因是因為 他到底是 怎麼樣一個程度啊 我們忍的智慧不知道 啊因為忍的智慧不知道 所以呢 我們敬而遠之 恭敬他就好 喔 你也不要呢 這個 污蔑他 毀謹他 你污蔑毀謹了 他會來修理你 他會來干擾你 讓你生活不得恩你 那恭敬他 可是呢 我不學習 那我學習的是什麼 我學習的是聖人的教訓 凡人心疾神 神疾心 無愧心無愧神 我就學習這個 那聖人 講這個君子三位四肢 以聖其毒 那麼我就 注重三位四肢 我就聖其毒 那這些正知正派 正見正脈的講法 這個才是呢 我們人在人世間修學的一職 所以你看 近天地理神明 他的這個意義啊 是相當的廣 相當的深 喔 他接下來還要講 誤謂暗示可忌 污漏可愧 一動一進神明見場 時目時守理所必知 喔 你不要說沒有人看的到的地方 你就可以 欺心啊 喔 污漏的地方 隱蔽的地方 你就可以 潰心啊 神明見場 一動一進 神明見場 做什麼事情啊 神明見場 啊 啊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 這個電視新聞的報導 很多犯罪分子 在夜間出來犯罪 都認為沒有人看見 結果呢 不久被舉發了 喔 甚至呢 他的臉呢 都被人家公布出來 還以為呢 神不知鬼不覺 那不曉得呢 有監視器在拍著他 那剛好 他犯罪的地方 就有監視器拍著他 那麼如果沒有監視器呢 還是有 有這些神明啊 喔 有這些鬼神在監察著他 喔 你看我們人 有所謂的山師神 有所謂的日 有神 夜有神 喔 還有趙君 還有呢 道士靈筒 道士靈筒 就是善樂童子 你看有這麼多人管 管著我們 我們哪裡逃得掉 哪裡能夠 胡作非為 他們都知道 那麼我們滴基祖也知道 土地神也知道 成王爺也知道 喔 這些天地鬼神 通通知道 他們有所謂的情報系統 他們這個電腦一輸入啊 整個騙虛攻進法界 這些鬼神啊 通通都知道 只要呢 只要呢 他可以進入你的阿賴以士 這個大電腦 他就可以讀取你的資料 你在做什麼 清清楚楚 所以你看 看那個 林倉庫 林坦主 他在講他的這個 天堂的遊記啊 那是非常精彩啊 但有一幕我記得最深呢 那就是呢 在天上有一個造善牌 所以天上的叫造善牌 地獄的叫造孽牌 那在造善牌也是造出 他在人世間的一舉一動啊 譬如說他做回收 幫助了 他們的這個道場 幫助了這些流浪 孤苦的人 這些都被造出來了 那有一幕呢 他覺得很不可思議耶 那小時候 去偷隔壁鄰居 的這個 桃子 好像是桃子還是李子 那麼隔壁鄰居呢 也是他的他的親主啊 不曉得是伯伯 還是還是叔叔啊 然後呢 他這種他對這件事情啊 已經完全沒有印象了 去偷個水果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嗎 早就忘記了啊 早就忘記了沒有錯啊 可是呢 你的巴士田中啊 還記錄了你的一言一行 那麼在造善牌裡面啊 就把他的一言一行給造出來了 五歲的時候 喝了隔壁家 叔叔的他們家的這個水果 喔 那他小時候他現在已經八十幾歲了 小時候已經五六歲那很小啊 那可能是三四十年 那那個年代 那那個年代 他不但啊 他造出他那個部座 還造出那個年代的這個路啊 房子啊 當時人的穿著啊 喔 他用什麼工具去偷摘這個水果 結果呢被他的伯伯 博父啊 抓到 那一景 螢幕啊 通通造出來 哇 他真的是嚇到了 不得不佩服啊 實在是太高明了 天上的科技啊 比我們人間的科技啊 還要進步啊 那所以哪能逃得掉呢 對於天地神明 我們怎麼能夠逃得掉呢 喔 如果不是說 藏著自己的 這個 親近平等 公正 真誠來做的話 你逃不掉這些鬼神的記者 因為那鬼神其實就是你啊 凡人心即神 神即心嘛 其實就是你自己記錄你自己啊 那些鬼神是你的貢业 你的真心期望 變現出來的 那麼你的阿賴也是 喔 分別出來了 他們這些人呢 到了進入你的阿賴也是來讀取你的資料 很簡單啊 一下子就看到了 你能夠逃得過別人啊 你逃不過你自己啊 所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 這句話呢 你 這個講得好 一動一進神明兼長 時目時守理所必至 所以 所以對於天地鬼神的道理啊 天地神明啊 我們只有一個字 無不敬 喔 為什麼普賢菩薩 要理敬諸佛 他把一切的眾生 都看成是佛 所以呢 因為是佛 所以對佛呢 沒有不共敬的 喔 小貓也是狗 也是佛 那個小鳥也是佛 喔 包括這個扇子 扇子是不是佛 扇子是佛 為什麼扇子也是佛 扇子是木頭做的 那木頭呢 他的這個這個直性 是從木出來的 是從大地出來的 所以呢 當然有大地的直數 喔 有大地的這個 木頭的這種法性 那麼我們知道 木的產生啊 是整個地水火蜂的產生啊 地水火蜂呢 是我們的自信 期望所產生的 所以這隻呢 也是我們的自信在裡面 那他會不會成佛呢 他當然會成佛 因為他有法性啊 他是無情的 無情的眾生 可是無情的叫做法性 有情的叫做靈性 或者說叫佛性 喔 那他 他什麼時候成佛 這隻扇子什麼時候成佛 那等到你成佛了 他就成佛了 因為你的 你已經沒有這麼樣的分別了 你已經進入一陣法界了 當你進入一陣法界 你的境界 看所有的一切 都是真心的極限了 喔 再也沒有忘心了 你回到如如本體的那一面了 所以論言經教我們捨是用根呢 喔 你這些分別意識 眼是鼻是 捨是 這些呢 這些意識呢 通通要把它捨掉 用根 用我們的根性 根性呢 就是 根性其實就是如來上 就是我們的真性 那真性呢 透過耳朵來聽 那麼呢 會攀圓出耳根所聽的東西 所以呢 根性就變成四性了 這就是新鮮的道理啊 所以當你在看螢幕的時候 你就要懂得 那個電視是如如不動的 螢幕是會變化的 變化就是所謂的這種 分別意識啊 那分別意識都是旺的 都是虛旺的 能夠把這種虛旺呢 把它看破 把它放下 那麼你就證得真如本性 你就呢 了解到今天地板 最近呢 海地發生了大地震 那據說 傷亡的人數啊 單單死亡的人數就超過二十萬 那受傷的 可以說不計其數啊 現在還沒有辦法估計啊 那麼這個 我們曾經分析過 為什麼會有地震的產生 整個天地 它沒有照著 秩序來走 那它呢 就會發生晃動 晃動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人心不平 啊 人心不平啊 產生了晃動 所以呢 現象界是依著 我們的心的變化 而起變化的 我們講過 新憲事變的道理 已經講過 很多次 不斷地在強調這樣的觀念 佛陀在任言經裡面 也講過 整個世界的形成 以及呢 這個六道司法界的形成 甚至呢 這些 鬼道啦 魔道啦 仙道啦 天道啦等等的 這些眾生的形成 有興趣的人呢 可以 去參考 任言經啊 那麼 從佛的教界 我們知道 地 發生震動 地代表我們的心 那麼心呢 發生了震動不安 所以呢 產生了這個地震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直接聯想到的關係 如果說從 從這個任言經的教界 佛的說法 那就是心不平了 人心不平 產生地震 人心不忍 產生旱災 這個就是呢 新憲事變的道理 那麼 那麼佛陀 強調 一暴隨著正暴轉 我們要知道 一暴 就是依附在我們 身心的這個環境 物質的條件 喔 包括我們的這個 吃住 食衣住行 我們的整個大環境 這個都叫一暴 那正暴呢 正暴是我們心的感受 喔 心的這個 程度啊 我們說水平啊 你心達到什麼樣的程度 你就會得到什麼樣的果報 這個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有的人把這裡當作是天堂 有的人把它當作是地獄 這個都是因為正暴上的不同 而呈現了整個衣包上的不一樣 那有共同的這個 這個共業 共業呢 就是整個地球的環境 我們生長在這個地球裡面 地球人 每一個人的生活 都是息息相關 那麼息息相關的生活裡面呢 就產生了一種共業的營造 那麼你為什麼會在地球投生呢 或做這裡的眾生呢 這個啊 就是因為你的業力來到這裡 那麼你跟這些人相處 那麼這個 跟你相處的這些人 這些人事物啊 就是跟你一起的共業 那所以呢 我們這次看到海地大地震 相往這麼樣的嚴重 那麼我們可以 看到最近這幾年 地震不斷的頻傳 在世界各地啊 不斷傳來有地震 只是呢 有的有造成災難 有的呢 災難比較嚴重 有的災難比較輕微 那這一次的海地的大地震呢 那麼想必呢 應該是一種很嚴重的共業 所營造出來的一個災難 那麼人心不平 像海地這種國家 他們本身呢 就很少有聖人的教育 那麼在新聞 看到海地的人民啊 還來過台灣 來拜這個姚慈金母 也就是說拜台灣的這個神明啊 來皈依在金母的門下 那這樣也算是一個好現象 但是呢也可以說明說 海地那個地方啊 他本身沒有聖賢的教化 那麼沒有聖賢的教化 就很需要有聖賢教化的這些地區的人民啊 去教化他們 那我們看到整個世界啊 貧窮的國家是越貧窮 那麼災難呢通常發生在貧窮落後的地區 你想想看這是為什麼 比較起來啊 我們會發現到說 像非洲 像非洲 像這個 南美洲 這些呢 比較是屬於 未開發國家 或者是說 開發中國家 他們的這個 生活水平啊 都非常低 為了求一頓之寶啊 就要這樣子 一天的努力 那我們北美 我們北半球 這些國家啊 相對的這個 生活水平就比較高一點 那比較高一點呢 所以呢 我們會進入到 這種 精神的層面 心靈的層次 所以 一時保而之禮啊 所以呢 我們今天講到 敦品從禮 是因為我們的 這個衣報啊 讓我們可以在這邊呢 學到聖人的教化 我們要非常感恩啊 今天你還能夠聽到 如果有人在講禮 有人在講禮 有人在講品 這是相當不容易啊 喔 在這個 旅士春秋裡面 記載了一則故事 周文王 當時呢 他們的國家也發生地震 那麼聖人的教化啊 周文王是聖人 那聖人的教化之下 都還會有地震 那可見呢 周文王 還必須呢 更加的讓他的子民 瞭解到 整個天地的道理 那這個一定要透過教化 才有辦法改變 整個義包的現象 那麼他的百官就很驚訝 很惶恐啊 不曉得怎麼辦啊 地震啊 快了 地震已經來了 餘震不斷啊 大王 我們應該如何是好啊 那周文王就訪問他 你們這些天文官啊 你們這些工程師啊 我們應該怎麼辦啊 那有的人就建議說 我們應該把城牆啊 加厚一點 把這個 國王你做的地方啊 這個 四周圍啊 加堅固一點 多派一些守衛來固守 免得發生危險 那周文王 那周文王 他想一想啊 一個地震 必須要浪費人民的工程 浪費人民的勞力 來加高城牆 來固守他的家園 那這不是 有德之士啊 這不是有德之君啊 這不是王道的精神啊 所以呢 他就跟他 他的百官講 我要修養我的品格 我要遵守我的禮儀 來 祈求上天啊 降低這種災難 地震是上天 所降下的災難 所以呢 他要用遵守禮儀 從上品格 所以他自己呢 把朝中的這樣的一個禮儀啊 嚴格的要求 百官遵守 那自己呢 把自己的姿態啊 放得更低 君臣之間呢 和睦相處 然後呢 這個人民的賦稅啊 降低 那人民呢 各安其職 那所以地震 就這樣呢 悄然消失了 那這個就是 文王 他用 他用這個禮儀啊 禮儀啊 來降低地震的方法 這真的不簡單啊 這真的不簡單啊 周文王會想到 會知道天災地變是 他的德性 有損 你看 你看當時 周朝 後面呢 那幾個君主 周幽王 這個無道的昏君 周幽王 的時候呢 商朝的 這個周朝的發源地 契山啊 契山這個地方崩掉了 契山 契山 契山也崩啊 那周幽王呢 對於這個地震啊 不理不睬 跟著他的愛妃啊 包子啊 每天呢 淫亂宮廷啊 不理朝政 所以 西周就這樣滅亡 所以你看 我們知道 一個國家啊 他的領導人 是很重要的 那以前呢 是這個皇帝 以前這個皇帝呢 是天命給他的 所以呢 他的這個權責呢 更大 比起現在我們所 選舉出來的總統 他那個福報更大 當然影響力也就更大 你看在佛經裡面記載 所謂金輪王 銀輪王 鐵輪王 這些 這些天王啊 他就是統治整個 四大步驟啊 那他們的福報呢 就比現在的國王 要大很多 哦 比現在總統的福報要大很多 那到了祝憂王 他沒有 沒有到 沒有得 所以呢 國家就沒有 所以回 回歸到我們今天的生活 我們今天的世界 看到海地的大地震 先前呢 是四川的大地震 這都訴出了一股 人心不安的現象 人心 躁動 躁動不安呢 就會發生在 這種惡爆比較嚴重的地方 所以 所謂的地神帶啊 那只是科學家的說法 哦 所謂什麼斷層地帶啊 這個地方的人 會比較有可能 受到地震的侵襲 那他為什麼會住在這個斷層地帶呢 那也是他的因緣果報啊 所以斷層地帶 會不會發生大地震 其實呢 這個 這個跟斷層呢 沒有 絕對的關係 真正有絕對的關係的是 依暴隨著震暴轉 是人心的窮現 所以海地這個國家 現在呢 有很多救 救難的這個國際組織啊 通通到那邊去 去救 救渡這些這些災民啊 哦 但是呢 那個糧食啊 醫藥啊 這種生活條件的物資啊 也要紛紛立刻進場 那海地是跟台灣有邦交的國家 所以呢 我們台灣 雖然也有派這個救難隊去救援 但是我們覺得 我們更應該有 深入的這種民間的交流 尤其是這種心靈上的交流 尤其是這種心靈上的交流 宗教上的交流 應該更鼓勵民間 的這些宗教人士啊 這些修行的團體啊 要過去過去那邊啊 教化我們這些邦交國家的人民 那至於海地 那至於海地有沒有一貫道的道場 這個我就不知道 但是至少可以給我們提供一個方向 那海地既然跟我們台灣有邦交 那麼就是跟我們有緣 我們應該也有機會去教化他們那邊的眾生 把這種禮儀之教 聖賢之教 傳到那邊去 讓他們減少他們的天災地變 減少他們的這個貧窮苦難 我們常說台灣這個國 我們台灣這個地區啊 是還有一些修行人住此在這裡 所以台灣這個地區呢 呈現的是 富享安康的一面啊 但是它裡面也有很亂的一面 這個很亂的一面呢 跟很善的一面呢 這樣的互相的 供應之後啊 交感之後啊 善惡的力量在拉扯 所以有時候善的磁場比較多 有時候惡的磁場比較多 那惡的磁場多了 就發生像巴巴水塞 這樣的天災地變 然後人民又開始亂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更應該檢討 我們現在的這個 聖賢教育 敦秉從禮 在這一方面呢 我們是不是真正的有落實到了 你看這個國家無禮 者不寧了 一個無禮的政府啊 那它就是國務寧日 所以我們看到 現在台灣的立法院 就像蔡市場 為了一個法案啊 大家呢 你爭我奪 我們的法案呢 都是這樣通過的 國無禮啊 所以國家沒有禮啊 整個國家就要亂了 禮是國家的命脈 所以我們希望呢 這些政府官員啊 這些民意代表 要遵守著這個 該有的禮儀啊 因為無禮必亡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講 我們之前講過 一日克己赴禮 天下歸人 一個沒有忍的人 他是沒有辦法行禮的 所以人而不忍如禮和 這是孔老夫子講的 一個沒有人 道德的人 沒有忍子的人 他怎麼會行出這些 有禮有禮貌的這些言行呢 但是呢他有講 一日克己赴禮天下歸人 所以你要有一個忍德 你必須要克己 然後呢 回歸到我們最原始的 那個 那個面貌 那個言行 那克己 我們說克己呢 是格除這些心物欲物 格除我們的脾氣毛病 己就是我們本來的面目 我們本來的面目被這些脾氣毛病 這個無名妄想 給障礙住了 所以沒有辦法負禮啊 照理講我們本來的面目都是禮的 我們言行 我們行此出來了 都是符合禮的根本 符合禮的原則 因為禮是一種天地的秩序啊 人倫的秩序啊 那麼天地都照著這個秩序來講 就是有禮 現在天氣呢 沒有照著秩序來走 這表示呢 人心呢 印著 人心的變化 印著這個天地呢 產生變化 所以功勞父子又想 不學禮無以利啊 沒有學禮 他沒有辦法立足在這個世間 你看人跟人之間 你要有一個基本的禮儀 那這個基本的禮儀呢 是以遷退為主 所以君子以遷退為禮啊 遇到人跟人的事情啊 總是以遷退為原則 那這個就是最好的禮 遷退了我們再來講 這種道理 再講這種為理細節 到底誰好誰誰壞 誰對誰錯 大家都先退一步再來講理 所以遷退為禮啊 所以你看我們看到孔子的弟子 子路 子路他 當時呢是衛國的大夫 那他呢因為要保護衛 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主公啊 我們說他的老闆 所以一定要回到衛國 去看看狀況 但是衛國正好在發生戰亂 發生戰亂呢 他就衝進去 也沒有問個頭尾 就說要去救他的主公 那麼人家看他這麼無理的行為啊 當然這些 整個戰亂的這個軍隊啊 全部都指向他了 所以子路啊就這樣 莫名其妙被殺死了 當時子路如果能夠稍微 理智一點 能夠遷退一點 那麼他可能不會無緣無故死 所以子路是自己 自己去送死的 死之前還是要把帽子戴重 表示呢他有君子之力 那麼可見呢子路的理呢 對於自己的行辞很要求 那麼對於別人呢 他呢 對於跟別人的這個交往之間呢 他就沒有那麼在意 所以造成呢他 罔顧性命 同時在衛國當官的孔老夫子的兩個學生 一個是高才一個是子路 孔老夫子當時就有預言 高才會回來 子路會死掉 果然如他人預言 所以孔老夫子 已經看透子路的行為 因為無理者亡嘛 君子以天退為理 遇到事情的時候啊 你不要去跟人家爭那個理 你爭什麼理 爭什麼理都錯了 尤其是夫妻之間啊 夫妻之間你要爭什麼理 哦 越爭是感情就越差 夫妻是講情 所以呢 人情在這種禮儀上啊 表達出來 那表達出來的就是要遷退 沒有人比較高明 沒有人比較偉大 尤其是南方這一方啊 你沒有比較厲害 南方更應該 顯得出他那個遷退的 遷退的這種君子行儀啊 所以只有遷退了 你才能夠保持住 你的那個感情的生活 所以夫妻雙方在吵架 只要有一方趕快跑掉 不要去理 不要去硬啊 那麼呢 這段夫妻的感情啊 還能夠好好的維絮下去 對方講什麼 沖耳不聞 馬耳東風啊 但是呢 遷退為理 哦 謙虛的態度來面對他 雖然他講的沒有道理啊 可是呢 聽一聽就算了 不要在意 這個是 但是 夫妻之間啊 夫妻之道啊 所以君子之道啊 趙端夫夫婦啊 這個夫婦的道理啊 是今天我們人世間最大的問題 就是夫妻沒有理啊 就是夫妻沒有理啊 夫妻沒有理啊 才造成今天世界動亂 整個末法時期的現象產生 那麼誰知道這種道理呢 我們看到這個電視啊 哦 這些桃花性節目 他們把他們自己 哦 怎麼樣的 跟男女相處的關係啊 把他表達出來 把他的最 最落魄的一面 最失望的一面 把他 訴出於這個畫面了 嗯 昨天我還看到一個 事業有成的婦女 然後她在談 她為什麼會離婚 然後她在講 什麼人要追求她 什麼人在跟她交往 我們看到這個畫面啊 會覺得說 真的世界 社會亂了 就是亂在這種 你自己的這個 家庭問題 自己沒有解決 用逃避的方式 來解決 離婚 那結果呢 又把這種 這種負面的訊息啊 在媒體上播放 他講他講他講 每個人都講 好像呢 這個離婚的事情啊 已經是一個很自然的現象 成為一種這種 茶餘放後的話題啊 那麼已經變成這種現象了 這個君子之道已經沒有了 我們社會呢 看不到君子 應該說 應該說在 在這些媒體上啊 難得看得到君子 但是我們還是承認啊 世間還是有君子的 那君子之道 要照耽耽夫婦啊 所以君子之道 君子以牽退為禮啊 所以你跟夫婦之間的相處啊 就是一種牽退的態度 就只有牽退了 才是最好的方法 一切要忍 你剛才一切法得成一神 今天剛才講的這句話 尤其是你修道人 白癢的修飾 你今天如果說 還跟人家談到 這個感情的問題 這種離婚的問題 那麼你 你到底修 修到哪裡去啊 我們不曉得說 你這個 你這個視線啊 會有多大的果報 你一定要忍 對方即使再不合理啊 你都要忍他忍下來 因為一切法得成一忍嘛 你這關沒有過 那麼你 你以後還是 還是一樣會碰到同樣的問題 那所以 講道理 孔老夫子講不學禮無以利 這句話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基本的禮儀啊 是我們今天做人的條件 那今天呢 人跟人的紛爭這麼多 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一言不合就走上街頭 一言不合就到這個 政府 部門去抗議 就找個媒體來宣洩 這個呢 這個呢 都造成今天社會亂上的原因啊 那麼媒體呢 推波助瀾 媒體呢 也有因果 這個道理呢太過細微了 所以呢 如果說沒有人出來講 現在的眾生啊 不曉得這樣的事情 我們今天理事掉了 理事掉了就是訴諸於武力 訴諸於抗爭 鬥爭 甚至呢 戰爭 所以你看海地 發生大地震之後 那麼 災民恐慌啊 搶的糧食吃啊 整個國家進入無政府狀態 所以醫療人員也趕快撤退了 因為怕被傷害 整個國際組織呢 文字卻步啊 也不太敢深入了 因為理事掉了 基本的人 做人道理事掉了 道理事掉了 人就不敢去啦 那麼整個海地啊 造成更大的動亂 你看這個要怎麼辦 這個如果沒有從教化入手 從教育去開導他們 他們怎麼會懂得這個道理 所以我們剛才講到說 越貧窮越落後的地方啊 天災地變得越多 這個不是因為天地不忍 實實在在是因為 這個越落後的地方啊 他們的越沒有理 尤其是男女關係 尤其是男女關係 男女關係混亂 那麼這個父子之間 就混亂 軍臣之間就混亂 整個兄弟啊朋友之間就混亂 整個天下大亂 天下亂 你哪有不天災地變的道理啊 那這個五輪關係要把他導正 把他扶正 就要從禮入手 哦 君子 要從他的這個 身心啊 修養起 所以我們要教導一個人 至少要成為一個君子 先要他學忍讓 先讓 學退讓 然後呢 我們才能把這些聖人的教法 慢慢地傳授給他們 所以當時 倫理裡面記載有一個人 就問這個子貢啊 哦 一個君子啊 他的這個本質啊 把它做好就好了 幹嘛需要外表 幹嘛需要把這些話講得好聽啊 臉色裝得很和善啊 需要這些外表的裝飾呢 哦 所以他說君子子而已啊 但是呢 子貢跟他講 文有子 子有文 就是說 你這個內在就是外表 外表就是內在 所以我們說成於中行於外 就是在講這個 孔老夫子在這方面呢 他還特別提到 他說職聖文 則也 文聖職 則始 文職彬彬 然後君子 那職聖文是什麼 職就是本職 他的內在的修養 內在的修養 文呢就是外在的行為 外在的言語 那麼內在的本職超過外在的 這個修士啊 那這也 這個人呢 就沒有一個約束力 因為呢 隨性而發嘛 隨性而發不合乎禮節 不合乎當地的風俗 那這樣也是不對 所以我們講 入境成 水俗嘛 所以孔老夫子講職聖文則也 孔老夫子他在這方面呢 你的內心修好了 你表現在外在的 也更應該把它修好 一個君子的這種 這種得風啊 你要把它表現出來 所以他說職聖文則也 一個人只是修君子啊 他不修外在啊 他在外在上沒有任何的約束力啊 那麼這個就是野蠻人 你看我們這些 那個原住民 看原住民就知道了 你看一些比較落後的原住民 他們呢就隨性而發 他們也不講什麼禮節 雖然他們也有他們的禮 可是呢他們到了文明國家 他們呢 他們那個禮節啊 在文明國家看起來 是不成禮節的 那尤其是有很多 這個部落民族啊 男女關係並沒有理防 是野蠻 野蠻人 所以我們剛才講到子路 子路給我們的視線啊 就有點像這樣子 所以孔朗夫子常常說他 野災有野 野蠻啊 你的想法太過野蠻了 雖然子路是一個很質樸的人 他的心性呢是非常純 但是呢 他沒有懂得外在的人事物的配合 你不能隨性而發 在什麼樣的場合 什麼樣的人事 你要發揮出什麼樣的言語行詞 這個是 這個是君子應該有的羞恥 那所以子路亡死 我們覺得很可惜 但是子路也給我們和馬的視線 直勝文則也 那他又說文聖子則死 文 就是外在勝過內在 那則死 死是死 死寂這個死 那他用死這個意思啊 死就是一種 固定的 這個 事蹟啊 你看歷史是不是已經 已經發生了 發生了你要照歷史的方式 原原本本把它寫出來 所以這個原原本本啊 就是一種 死 那這個死呢就有一點 這個 僵子 僵子 調文化了 僱子 所以這個死的意思就是僱子 這個死板 文聖子 所以外在表現得 很有禮貌 可是內在一點修為都沒有 這個是呢 僱子 死板 不知變通的人 那不知變通的人啊 這個 不是君子 還不能夠達到君子 你看我們看 這個子貢 子貢就有點像 他外表修飾得很好 內在的修為 子貢的修為也算不錯了 但是呢 跟他外在比起來 總是呢 外在勝過內在 所以子貢子貢都列入先賢 他們沒有登堂入世 當然也有這一層關係 所以文聖子 則死 子貢就有一點不知變通 子貢 子貢有一點不知變通 有點死板 有一點呢 比較呢 這個注重外表 注重外在 注重別人的眼光 他跟子貢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呢 一個職聖文 一個文聖子 這都不是孔老夫子 君子的標準 孔老夫子說文職彬彬 然後君子 您跟文職彬彬 文職彬彬呢 就是有內在 也有外在 最好的解釋呢 就是成於中 行於外 這句話呢 你同時呢 有內在的修為 又有了這個外在的文采 所以彬彬这个字啊 就是同时都很 都很美好 内在也好 外在也好 这是一个君子 然后才可以作为君子 你看那君子的标准 是文字都要做到 那所以呢 在礼这个字啊 它同时又是内在 同时又是外在 因为呢 你没有内在呢 是透发不出来的 我们常常讲啊 这个日本人 有理无敌 我们常常这样说人家呢 其实是不是真的这样 我们也不好批评怎么样 但是呢 也不一定是如此 你看他们的这个员工 非常的静止 尤其是呢 在服务业 对于客人 总是呢 非常的这个 有理啊 但是呢 在中国人看来呢 他这个理啊 没有根据啊 没有根据就是说 他没有任何的 这种 这种君子上的修为啊 但是呢 表现出这么恭敬啊 所以呢 会认为说 他是有理无体啊 尤其是你看我们看 日本大公司 那个电梯小姐 哇 那个礼貌可真的是 让人家非常的感叹啊 但是还是 一样被批评为有理无体 那他如果说一辈子都是这样呢 那他到底有没有提啊 一辈子都这么有礼貌呢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啊 文职兵兵的道理啊 那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些做这些 恭敬有礼貌的行为的内在啊 同时啊 你必须要拥有圣贤的教化 君子上的修为啊 这样呢 人家才会佩服你 哦 你的道德的修养 是不是达到 你表面上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 哦 我们说见性是公平等是德 那么你道德 是你的良知本性的流露 良知本性的发用啊 当你良知本性 发用出来的时候 你就自然而然 会呈现出那个礼仪出来 哦 所以呢 其实礼是我们一个内在的行为 但是呢 礼又包括了各地的风俗 还有时代的不同 这个空间的不同 它又有不同的礼 那所以呢 你的良知本性 当你要流程出来的时候 你还要因应人事物的变化 而产生变化 所以这个是礼 所以礼是同时内在又是外在 那所以我们会讲到说日本人有礼物体是因为呢 他是为了赚钱啊 那是工他们公司给他的培训是这样 但是他内在的那一份道德行为呢 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那他也讲不出什么圣贤的道理 所以会认为是他有理无体 但是呢 毕竟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有礼貌就已经很不简单了 你还想要有体啊 那更是难上加难 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子 一个人会对你有礼貌 虽然他也是做表面功夫啊 可是呢 你还是会觉得 有所安慰的 至少他会敷衍一下嘛 如果他连敷衍都不想敷衍你 直接跟你对上了 那么你不是更加丧心吗 所以你看 我们人啊 还是 会看重这个表面的功夫 当然是指一般人 一般人还是需要这种表面功夫 所以你看这个外在的相 外在的相 是接引众生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据说呢 这个 那个释迦牟尼佛 他成佛之后啊 他为了修这个相 他还要花这个 四十节的时间啊 来修这个相好 你看他相貌三十二相 圆满的相 这种相呢 不是说成佛就这样啊 他还要去修 修他的这个相好 那他的相由新发嘛 所以他必须从内心里面 不断的去要求自己 所以他今天才有这样 圆满的相 那所以呢 你看这个圣人的相 都是一种 很特别 很特殊的相 那孔老父子的相 也很特别 哦 官圣地君的相 很特别 他们这些相好啊 让人家望而生畏啊 哦 所谓极之 远然啊 望之远然啊 极之也温暖 看起来呢 哇 让人家非常恭敬 可是呢 跟他亲近呢 又觉得说 他这个人很温和 这是真正的一个君子的修为 这蚊子冰冰了 所以在我们社会 礼的建立 是很需要的 哦 我们到场 先从 佛规礼节做起 先从这种 有形有相的 对于这种 佛堂 佛具 佛像 哦 的恭敬 然后呢 对于这种 长辈的恭敬 对于 同修的恭敬 在对于 每一个人的恭敬 在对于 每一个事物的恭敬 这个是我们 道场的修士 所要修学的目标 这个都是礼的范围 那么我们必须要 将这种道理啊 把它放出四海 也就是说 把它呢 留 教导于 人民之中 哦 不然 每一个人呢 一 一气之下 哦 一言不合 然后就发生抗争了 那这个社会成什么样子呢 哦 我们说很有礼貌的人 很有礼貌的人 我们就会感觉这个人 看起来像文职彬彬 那如果说他发生到他在修行 他的道德学问又很好 那他呢就达到一个君子的标准 这个是我们要做视线的 所以在 在寻子里面呢 儒家发展到寻子 他就非常重视礼 但是寻子所讲的礼啊 他是以性恶论为出发点 所以可见呢 儒家发展到寻子 这个阶段的时候啊 他的心法已经没有了 但是呢 礼还不失为一个重点 所以寻子的整整部书里面啊 他所重视的就是教育 就是礼的学习 他说国无礼者 不宁啊 这个 礼者国之命也 无礼必亡 国家没有礼一定会亡国 所以他还用一个礼啊 来约束的人 约束的这个人心啊 来控制的人心啊 所以他也强调 这种法的重要性 所以礼法礼法 寻子之后呢 形成法家 形成中国社会 两千多年 整个政治的制度 就是礼法制度 要推送到寻子在上面 孟子 这个心性的 的这样的一个修为啊 没有办法透过政府了 必须是都在民间啊 在这些读书人身上啊 在这些修行人身上啊 看得到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 寻子所讲的礼啊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而且他把礼分析的很细微 一个国家呢 有他的国家的礼 一个团体有团体的礼 所以呢 这个叫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 我们看到当时 汉朝 你看 寻子 发展法家一直到汉朝 这个时间呢 没有很长 所以汉朝的整个政治制度啊 其实就是礼法 当时呢 汉高祖刘邦 统一天下之后 他是一个流氓出身的人 那流氓怎么会讲理呢 他没有讲理啊 所以你看他的这些 跟他打天下的人 不是杀狗的 杀猪的 就是卖肉的 就是呢 喝酒的 在街头呢 混混的 都是这些人啊 大部分都是这些人 那这些人呢 跟他打天下 成功了 这些人呢 位居朝成啊 身裂公亲之裂 可是呢 跟刘邦相处啊 大家还是像 哥良门一样 好来好去啊 好兄弟啊 不用拘束啊 在朝廷也是一样 左乎右患了 那么刘邦呢 也没有什么礼 因为他本身就是流氓 他看到不收服了 就当场对人家动手了 然后呢 看到那些读书人啊 畏畏弱弱的 把他的帽子拿下来 当场小便 在他的帽子里面 这个是 这个是 没有理的天子 那也不能怪他 因为没有人教他 他也不懂 他不懂嘛 好 后来有一个文官出现了 这个俗孙东啊 这个文人 制定朝义 他教这个刘邦呢 这个天子啊 有天子的尊贵 朝乘有朝乘的位阶 这个君臣之间 要有君臣的礼法 所以呢 我们要制定一套礼法 在这个上朝的时候 大家都要遵守这套礼法 不可以这样 你兄我弟的 大家在朝臣 朝朝廷之中啊 胡乱喊叫 这个刘邦 听了俗孙东的建议啊 虽然 觉得很好 可是他也觉得很别扭 因为他也是一个晃荡观的人 还需要这些礼法的拘束 这样不是很约束嘛 但是呢 他自己贵为天子了 你在马上得天下 你不能够在马上治天下 哦 俗孙东跟他讲这句话 因为刘邦骑马 统一天下嘛 那么你骑马打天下了 可是你不能够骑马 还在治天下 所以你要好好的 运用这些 这些文武官员 那俗孙东就帮他制定 一道朝乙的礼仪 朝乙的标准 把这个上殿啊 功臣啊 诸侯啊 这些将军啊 把安排次序 然后呢 有一定的等级 最上位的 在最高 比较 没有功劳的 在最下阶 按照这个 这个礼仪啊 把它分排好 然后呢 天子啊 上朝 坐着这个 坐着这个黄连啊 坐着这个宝车啊 一步一步的 步向 这种 金轮台上啊 大家跪着 呼喊 万岁 当时啊 听说刘邦看到这一幕啊 哇 自己都吓到了 自己一个 只是一个流氓出身的人 现在呢 文武百官 跪着你 喊万岁 他讲了一句话 今日方知天子之贵 做天子的尊贵啊 今天才知道 那做天子的尊贵 透过这些朝仪 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呢 要透过礼仪啊 才知道说 显出这个人的 那种贵 尊贵啊 所以一个人的尊贵啊 就是在世间上的 那个地位 受人尊敬的程度啊 那个是叫做贵 那我们常常都跟贵 贵连在一起 其实贵 不一定是贵 贵呢 也不一定是贵 但是呢 这两种人 在社会上 都是啊 受到人家的 青睐 受到人家肯定的人 我们 我们现在说啊 成功人士啊 那当然 在我们道场里面 成功的定义啊 不是这样子 哦 我们说 公民 也有 宴有道明 公民 也有 宴有道明贵啊 也就是说 世间的公民 跟这个 天上的 天上的公民 比起来 哪一个比较贵啊 人觉 因为有天觉高啊 你世间的 这个觉位 跟上天的 这些 先佛的 的 这种 地位 怎么能够相比呢 但是修道人 必须要清楚 也就是说 我今天不是 为了去享受 那个 先佛的富贵 哦 为了超越这些诸侯 朝成的这种富贵啊 我才来修道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争千秋啊 不是争一时啊 我们要享有那种永恒的富贵 所谓中庙之美 百官之富贵啊 永恒的富贵呢 就是回归礼天 回归本来面目 那种富贵 哦 回归到最原始的样子 你看最原始的状态 我们是无染无穷的 无穷不是品格最高吗 哦 这个也不需要理 因为呢 你就是 鲁鲁不动的 你还需要 什么秩序呢 已经是回归到 最原始的状态 所以我们 看到老子讲的这句话 当然庄子也要讲这句话 道思而后德 德思而后枕 人思而后义 义思而后离 所以他说 离者道 离者道之皇而乱之首 离啊 是道的那种 外貌 可是呢 是 这个祸乱的根源 从庄子的角度来看 离世祸乱的根源 所以你看庄子的 他的那个见解 他的这个水平就 又高一层了 因为呢 在 在我们说 在离天 在离天 有离天的这种 仙佛的仪轨 但是呢 他那个是对于 心境人员来教的 你看心境人员要教他礼 你已经成了 仙佛菩萨了 你不需要教礼 不需要教礼的原因 是因为 那个本来就是你的生活行为的 从你的自信 而发 你怎么还需要教呢 就好像说 我们要吃三餐 我们还需要教人家 怎么吃三餐吗 还需要去呼吁 大家要来吃三餐吗 不用啊 那么仙佛 的这种仪轨 就是我们是 我们现在说的 佛归礼节 你看到了人世间 礼变成一种 节 节度啊 所以你必须要约束他 礼成为一种约束 礼成为一种 教法 成为一种 吃忍的条文啊 这个是 庄子 他所讲的 礼者道之法 而乱之手 他是道表面上的功夫 可是呢 是祸乱的根源 所以道呢 也不需要理 道呢 人世间呢 也不需要这个理 人人 本着这个良知 本性而发 本着这个 真理真道而发 每一个人都守秩序 君臣关系 父子关系 夫妻关系 这个都是有他的 自然的秩序 人本来就应该这样子 本来就应该会这样做了 那怎么会是一种约束呢 这个是我们要知道 这个是庄子 道家他们所讲的理 所以道家来看 理是 多余的 但是呢 我们必须把道家的思想 跟儒家的思想 把它说清楚 其实他们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哦 儒家 认为说 这个理 就是人世间的次序 就是我们良知的 应该有的行为 哦 我们回归天觉 回归本位的时候 你就应该做 做这样子 那道家认为说 既然要回归自然了 那我们大家都回归就好了 就不需要 靠这个理 我们直指人性就好了 我们看到自己的这种 良知本性 我们率性而为 所以 道家儒家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只是呢 角度不同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 讲儒家就是在讲道家 讲道家同时也是在讲儒家 两个思想 是不能够分的 不分而分 分而不分 这个字是为什么 中国同时拥有 道家又同时拥有儒家 而且这两个人的 这两个教主 在同一个时代 同一个空间 出世 两个人还见过面 两个圣人 同时出现在中国 那么这个是为什么 这个原因我们想一想 很自然的就可以了解到 你看 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 他在当时也有一个佛 在人世间 谁呢 唯摩姐 唯摩姐居士 佛陀的弟子向唯摩姐行礼 用佛的理解 对他行礼 所以唯摩姐当时是现身居士 但是他是一个在家的佛 释迦牟尼佛是出家的佛 同时两尊佛 那么同时两尊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一个佛的教化句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了 为什么要两尊佛 为什么要两个圣人 这个道理我们今天 有一点了解 所以讲到理 我们同时提到庄子所说的理 讲到敦禀从理 用儒家用道家的观念来讲 其实我们都知道 世间都要讲理 庄子说虽然 虽然说随性而发 但是呢 他那个随性而发是放在天上的 是放在我们本来面目 良知本性的 那么你要回归本来面目 你必须要透过修为 在庄子里面认为是人 不需要修为的 那他的说法因为太高超了 所以呢 会变成玄学 变成这个 这个无为的道理 那无为道理大家做不出来 做不出来没关系 你只要透过有为 透过儒家的教法 儒家教你文职彬彬 道之宗旨 讲道 敬天地 理成民 那么民间有一句话说 顺天者昌 逆天者亡 这句话呢 很明显的告诉我们 顺天 顺天是什么 顺的自然的法则 那么你的身体呢 你的身心呢 就会达到一种自然和谐的状态 而且呢 整个社会国家 整个世界 也是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 所以叫顺天者昌啊 那么你就可以成胜 你的事业前途 你的一切作为 没有不成功的道理 那么反观一句话呢 逆天者亡 你违反了自然的道德 违反了自然的规律 结果呢 自自然然 当然就走上 毁灭之土 所以不是老天要毁灭你 是你自己违背了自然之律 所以我们曾经讲 那自然之律是什么 自然之律啊 就是我们的三高五常 五轮八德 那么三高五常 我们还会陆续讲到 那么我们以后呢 会再来评述 单单讲这个五常 跟佛家的 佛家所说的这个五戒 就很类似 那么仁义理智性 这是五常 五常之德 必须呢 配合这个五戒来做 基本的行持 就在五戒 所以人 主不杀生 义 主不偷盗 理呢 不携淫 智呢 不饮酒 那么信呢 不妄语 那这五常之德啊 在佛家 用这最基本的五戒 来告诫人们 应该守这个五种 戒律啊 五种归戒 然后呢 你才能够达到一种 常道 所以五常 是一种自然之道 那么透过这种自然之道啊 人可以回归到自然 身心安顿 这种生活 和睦相处 这样的一个境界 那这是我们 人啊 一直想要追求的境界 那这个境界呢 是本来就是这样子 可是今天的社会 变成是我们要去推动 要去力行 要去追求 本来是不追求 就就已经存在了 现在要去追求 所以呢 可见呢 五常之道 已经离我们太远太远了 单单 我们就看这个理智 在社会上 人人都需要讲理 你看你搭公车 搭捷运 你要不要手里啊 时间到了 门打开了 大家呢 依序进入 那么如果说 你已经排了十分钟了 门一打开 有一个刚来的人 冲进去了 那么你做何感想 你虽然冲进去了 啊 视若无睹 可是别人呢 对你愤恨不平 那么这个愤恨不平呢 就会引发周遭的气 那么这个周遭的气呢 就会引成 就是潜在着一个 动荡的这样的一个机缘 这个 这个是 人不守理 在社会上 我们现在都规定的很清楚 等红灯 走斑马线 走行人专右道 这些呢 我们都叫做守理 所以你会发现 原来守法就是守理 但是理跟法又不一样 理是自然的行为 法是条文的约束 所以呢 儒家不叫人守法 儒家叫人守理 因为理就包括了法 但是呢 在这里我们要说 儒家并没有否定法 儒家呢 用一个更大的 更自然的一个范围 来规范人民的一种运作 那就是理 那孔子曾经说 导致以正 其之以行 明免而无耻 导致以德 其之以理 由此且格 这句话呢 很明确的说明 孔老夫子 他不认为 这个政治 刑法 能够呢 来解决人民生活的问题 所以呢 他说导致以正 其之以行 就是说呢 用政治的一种规定 条文来约束人民的生活 人民的作息 那么如果说 在这个约定之中呢 有违法的情势呢 那么其之以行 其之以行 就是呢 一律 按照这个公文 这个条规来办理 一切呢 按法来行事 那这个就是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所谓民主国家 所在运用的方式 其之以行 那么呢 孔老夫子说 明免而无耻 人民可以免除 这种 这种障碍 也就是说人民可以避开呢 你政府的这个法律条文的规范 可以去遵守 没有错 那么去遵守 没有这个 没有犯规 没有违规 没有得到刑罚 所以这个叫明免 可是无耻 无耻就是没有羞耻心 没有羞耻心呢 他认为说 你让 这个遵守人民 这个国家的法令 这个是一种 强迫性的 这种约制 那么他遵循起来呢 他只是被强迫了 所以呢 他没有羞耻心 他不认为说 这个是他应该做的 他内在的 那一份信德 应该就要有的行为 所以叫做明免而无耻 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说 这个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 就是法律 那么法律 如果没有办法解决 那就会诉诸武力 诉诸报复 但是想想 法律 在中国的社会里面 通常呢 解决不了问题 尤其是人民生活上的问题 那法律是 做参考而已 你看张家 李家打架 或者是说 为了个人的生活而争执 每个人都有他的考虑点 那么你要依照谁呢 你的标准是 以谁为标准呢 那么中国人的生活 是没有标准 中国人把情放在第一 那情呢 就是那种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要互相尊重 这个是情 所以中国人这样的情呢 绝对超乎 所谓的法律的 这种 法 还有呢 这种 这种人 人性上的这种规定 舆论上的这种规定 超乎这个字上 按理该怎么样 按理该怎么样 按条文该怎么样 可是呢 对于中国人的纷争 不是 主要都是按理 主要先从情 先从情 你们两家 为什么要打架 为什么要有纷争呢 那么两家住这么久了 已经产生了一种 生命共同体的 那样的这种 依存关系 那么你今天为了一个 不一样的利益而争吵起来 那么这样的一个争吵呢 就是一个不对的争吵 就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所以孔老夫子说 你不能够让他 导致到这样子 应该回归到 人性的基本面 也就是说 必也是无送乎 让人民都没有诉讼 这件事情 所以明免而无辞 这个呢 是现代的社会 所留下来的整个 社会的价值取向 那么人心呢 以此为取向了 所以就导致了 人心做出很多 无耻的事情 他不认为是可耻的 他没有错 他知道是犯法的 但是呢 只要没有人看到 那他就不觉得他犯法 甚至呢 他觉得了 他这个是他的需要 最明显的就是 偷电线 这个路灯的电线 把人家偷走 这个路灯的水沟盖 把人家偷走 那个是政府的财草 那么你为了一点 生活上的利益啊 你把公家的东西啊 拿去变卖 结果呢 让人民呢 在行的方面 生活方面 受到了很大的不方便 那这是无耻 他没有羞耻心 他不知道说 他做的这些事情 影响的不只是 别人啊 他自己也受影响 可是他不在乎啊 他就为了眼前的利益 利令自温啊 为了眼前的利益 而呢 这个偷偷的去 偷这个国家的东西 他偷的东西太多了 那么我们 我们从新闻上都可以了解 那这个 这个叫做明冕而无耻 没有一个人 已经有羞耻心了 所以整个 价值观的取向 已经扭曲了 扭曲最严重的后果呢 就是 整个人 人的 这种互动关系啊 就是一种扭曲的现象 你看在政治上 这种 政党跟政党的不同啊 那就是为了不统而不同 不统而争执 那不统而争执 那政治呢 就不应做了 你提出来条文 我不赞从 我就是不赞从 你说的怎么对 怎么好 我就是不赞从 那我不认同你 所以呢 就造成政治上的空转 那么我们知道 最近呢 这个海协会 中国 海协会的董事长 陈玉玲来台湾访问 那么很多独派人士 很多民进党的人士 那么要 扬言要去 抗议 甚至有人要说 追杀陈玉玲 那这个呢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 因为反对而反对 他们明明知道 反对是要 透过一定的机制 那么他们在旁边叫嚣 这个 大陆的官员来 给他呢 重重的打击 给他形成各种障碍 那么呢 达到他们诉求的手段 你看 这样是不是 民免而无耻 所以呢 造成 社会动乱 整个家 整个这个人心啊 不安 付出的成本啊 那太多太多了 附近的店家 没办法做生意 甚至呢 要进去 要经过那个地方 也都没有办法经过 那为什么 因为抗议的人是太多 政府不晓得你到底是谁 敏敏而无耻 那广老父子 他讲 导致以政 其之以理 导致以政啊 政治的政啊 这个就是政治标记的政 所以政治呢 要从这个 政上啊 来左手 也就是说 官亲啊 你这个做官的要亲啊 要有廉耻 官亲百姓安啊 你做官的不亲 那么百姓就不安 百姓不安呢 就 风雨不调 就民不聊生 所谓国态民安 国也不态民也不安啊 会造成这样子 那么所以政府当局 也有责任 政府的修为 也有责任 那么政府 他们不一定有这样的修为 他们虽然有这个智商 可以考上 这个做官的官位 或者是被提拔 但是呢 他们不一定有 不一定有智慧 可以处理这些问题 那所以呢 政府也是需要回过头来 学习主将的文化 学习圣人的教会 那么他必须呢 懂得 什么叫做 这个导致以德 其之以理 导致以德 就是用道德来劝化 人民的抗争 人民的愤怒 你要用你的德性来感化它 那么德性要怎么出呢 德性是出自以真诚 你的真诚心 然后你会做出正确的动作 来感化百姓 百姓自然 何然会感受得到 不要说你做了 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都没有看到 这个你不用担心 你做的 大家一定都会知道 因为德的力量 就好像那个太阳光的 那种风波 无处不着 大家都感受得到 那其之以理 其之以理是什么呢 用理的教化 来教化百姓 比如说过马路 过马路你要看红利灯啊 这个就是一种理啊 你行人不能够乱走啊 你要对用路人有一个态度啊 恭敬的态度啊 那么你这个汽车机车 对于走路的人 你要有一个恭敬的态度啊 他们是没有 没有铁包子啊 他们没有交通工具啊 是徒步啊 徒步你更要让他 这是理让啊 这个就是理 那你这个让呢 不是别人规定的 也不是警察在旁边看 也不是摄影机在拍摄 而是呢 你自然而然 心悦诚服的 想要提供对方 行人要先走 那么我骑机车 我这个开车 我再慢 在后来再走 这是一种理 你看理当的社会在现在呢 社会呢 是非常的需要 所以有此且格啊 人有羞耻亲 而且呢 人有他的这个 一定的格点 有品格啊 我不是靠怪力的约束 勉强的来遵守的 我是自自然然然的 来遵守这个理解 男女之间 有一定的理防 这个是 我们都知道了 那么男女之间的理防 互相尊重 互相呢 这个 敬重对方 那么自然就不会有 越境的行为 男女之间的交往 就是由此且格 有的羞耻心 也有自己的高尚的品格 那这是一种这个理的表现啊 也是修为的功夫啊 那你想一想 我们今天的社会 你看我们 社会上这样子 你说有可能吗 尤其是讲到理 因为我们今天讲到理神明 我们特别讲到理 在社会上 这种难理关系的混乱啊 那理就是不协影嘛 不协影已经是 不是 政府可以约束得了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 这个媒体啊 现在的这个广告 现在的杂志啊 刊物啊 到处都是这种 山寝的 的图片 这种很 毫无禁忌的文字 还有呢 很露骨的这种画面 就呈现在我们眼前 那不是到那里才有 而是随时随地 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啊 那以前的女孩子 遮手遮脚 整个遮得密不透风的 那现在不是啊 现在手不用遮 还露背 露骨勾 穿这个迷你裙 这个呢 他们穿得这么单薄 他们的用意是什么 无非是表现自己的身材 为了吸引 大家的眼光 尤其是异性的眼光 那么他的这些动作啊 除了说 自私自利的行为之外啊 还引发了各种社会上的波动 也就是说 年轻人 看了这些东西啊 看了你的这个 这样露骨的行为啊 他会引发他内在的那一份 受欲 他的理已经不见了 他的理已经不受 理性上的控制了 他的那一份 那个欲望啊 被你浅发出来 那么因为 在人多的时候 还可以控制 在人少的时候啊 他已经是 没有办法控制了 就付出行动了 所以造成 现在社会 这种 男女之间的案件啊 特别多 恩怨情仇 比比皆是 几乎我们每天啊 都听得到 男女之间的理方 已经成了我们现在社会啊 很重要的课题 你们想想看 我们以前啊 这个古人的样子 都是穿的这样 一层又一层的 密不通风的那种衣服啊 那么 女孩子呢 很少抛头露面 那我都是在家呢 相夫教职 偶尔要露面呢 也都是穿得很保守 对于男女关系的 这种严访啊 是拾目所指 拾手所示 拾目所示啊 拾手所指啊 那个规范啊 是相当严格的 那么这是一个 这个文化 非常高超的一个国家 那才有办法这样子 所以中国人 他的这个智商的发展 就是达到一个 相当高的水平 你看中国人 到每一个国家 他都可以立足生根 而且呢 扬眉土记 这个是不容否认的 那么因为中国人 历来就受到这种 理的熏陶 他从小时候就受到这种熏陶 那么我们小时候 还很保守 但是呢 现在 80年代的 90年代的 这些青少年 我们就知道 整个社会已经变了 风气已经变了 那么对于这种性 男女之间的关系 已经很开放 很open 而且呢 这个是自然的 所以欧风 美雨 造成台湾 社会 这种动荡 不安 连宝岛 这样这么一个 有深厚根基的地方 都已经被动用 台湾宝岛 如果 没有这些大德者 住持在这里的话 我们很难想象 这个宝岛 会变成 什么样的岛 以前就有听过 贪婪之岛 台湾是贪婪之岛 今天我们想想 这些问题的来源 都要从这个礼上 来切入 会发觉到说 这个是问题的根本 你看男女之间很严访 男女之间很严访 就不会产生那种 胡作非为的事情 超越礼法的事情 那即使有 在社会上 也只是偶尔听闻 那么以前资讯 没有那么发达 甚至呢 人家也不晓得 以前妇女犯这个淫戒 那么是要 绑在猪笼里面 丢入水中 活活的把它 闷死 把它淹死 那么男孩子呢 男孩子 对于男孩子的 这种处罚 他就没有那么重 这当然是一种 民族 社会的风潮 但是呢 男孩子 也有这样的 刑法 但是这个刑法 我觉得还是其次 主要是他个人的那个果报啊 还在后面等他 你看一个乱饮的人 的男人 他一定呢 这个 气不足 因为筋不足 所以气不足 他的眼睛呢 一定是飘忽 飘忽不定啊 那这个人呢 就终于过度 眼睛呢 都是黑筐的 像熊猫一样 那么呢 做事情呢 有惊 无力了 没惊打采 昨天 睡觉的时候呢 好不容易有一个熊徒大师 要计划什么 要写什么 计划书 要去哪里 去访问 隔天起来 已经都没有尽了 想去哪里 都不想去了 因为呢 我们知道 金就是我们的原动力 金是圣所处 圣呢 是先天之障 那么圣这个先天之障啊 如果已经被亏损了 那么 第一个看得到的 就是你的骨头脆弱 还有你的这个 这些脏腑啊 会相对的 减弱 你看水不足了 剩足水嘛 水不足了 火就上来了 所以呢 心火抗圣 那心火抗圣 火在烧 会造成呢 人 头发脱落 人呢 长这个 暗窗 长这个青春痘 还有呢 人的记忆力不足 理解力不足 这些呢 都是因为 男生重欲啊 男女重欲 会造导致的后果 那我们常常说手淫啊 其实手淫是包括男女的 我自己 也曾经受过手淫之害 在这里呢 面对镜头 向自己忏悔 向神明忏悔 我们今天讲理神明嘛 那么神明呢 是包括天地诸神 包括我们 所有的一切神 但是呢 这所有一切神 都归出在于一个神 那就是明明上帝 明明上帝是谁 就是我 我的自信是明明上帝 我是明明上帝的分明 所以我是明明上帝 所以你要忏悔 像明明上帝忏悔 像我忏悔 我自己忏悔 我自己 在大概高中的时代 也是犯了手淫之戒 手淫的恶习啊 无法自拔 那么呢 那时候啊 可能年轻力胜啊 还没有特别的感觉 到了大学的时候啊 那那感觉呢 就有出来 不好睡觉 然后呢 掉头发 然后呢 这个记忆力不足 理解力不足 所以我觉得 我读了大学是 非常吃力 我不晓得 为什么 为什么我读书 那么吃力 当时呢 也遇不到贵人 没有人告诉我 这件事情 我的大学的 每一个学习 总要有一颗被当 所以呢 我从来没有说 成绩是蓝字过的 一定有一颗是红字 没学习都这样 所以啊 我大学还读了五年 跟父母便说要考研究所 延后一年 其实呢 是我自己被当 那么我不晓得 为什么原因 那么我在大学时代 还有一个习惯 就是每天会去跑步 跑操场 那跑步 跑操场 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一直到跑到有一天 奇怪 跑每两三圈 就开始累了 他那个累 不是普通的累 而是整个 从那个骨头 从这个精髓里面呢 开始累起 你会觉得说 举步无力啊 你虽然很想跑 可是呢 不晓得为什么 那个气就是停不起来 那种勉强撑下去 都是很痛苦的撑 这个勉强撑呢 也撑了啊 一段时间 大概有三五年的时间呢 勉强的跑 好像呢 让告诉自己身体还很健康 其实我不晓得 那个时候呢 已经是在重瘀的阶段 如果说我能够把那个 重瘀这件事情给停掉 那么我相信我的身体 很快就会恢复 我的智慧 理解力很快就可以恢复 不会落得这么凄惨 那时候呢 后学在道场 还在吃素 还在听研究班 完全不晓得这个道理 那手淫之害呢 对我来讲真的是 毕生 非常深刻的一个痛 那么到现在 我还受到这种之苦 就是他的后遗症 那么照理讲 我应该是没有儿子的 可能以前终于 就是手淫过度了 那么手淫过度之后呢 人没有力量 没有力气 没有理解力了 好不容易读完大学 我就告诉自己 我一辈子之后 也不要再读书了 永远不要再读书了 我这个读书好痛苦啊 好不容易把大学拿毕业 但是呢 一直以来 我都不晓得原因是什么 尤其是 在道场 对于这种 设是非常进气的 但是呢 我自己又偷偷的犯法 对于手淫呢 没有办法截止 所以 恶报来的时候啊 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子 胃老先摔啊 我感觉有一点这样子 那胃老先摔呢 就是人 一到了四十岁 整个体力 整个冲劲都往下当 最近呢 就是得要去厂长看医院啊 拿了大罐小罐啊 买一些保养品啊 健康食品啊 最近常常干这种事情 不晓得为什么 睡眠难睡 思考没有办法集中 我想呢 这个都是以前 手淫的祸害 留下来的 没有人跟我讲这种道理 我记得我在 火师团的时候 还常常在问讲师 有什么样方法可以借淫 可以让人家呢 不要有这种 胡思乱想 对于事物呢 可以完全的阻绝掉 但是呢 讲归讲 我自己做不到也没有用 我还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 然后我还问过点团师 问过我们那个 老前辈 他们会不会 有这种冲动 每一个人都说不会啊 可是为什么我就会 控制不了 所以呢 到现在这样子 身体一直在衰弱 很明显 40岁 40岁以后 身体的那种状况啊 就一直在下降 那么到现在呢 我才觉悟了 原来 我以前呢 手淫过度 已经伤了老本 那个经啊 是人最宝贵的东西 结果呢 我不断的去 去亏损它 结果呢 让我的身体呢 不断的 再往下降 还好 听了师德 用各种方式来警戒我 让我呢 能够在这方面呢 得到一点点的启示啊 能够完全把那个戒掉 所以真正的戒掉 其实是在结婚之后 结婚之后 可是结婚的人 你也要注意哦 结婚的人啊 男女之间的礼防啊 你还是要守 而且呢 守得越彻底啊 你的这个家孕 你的这个儿女 甚至你的这种修道的前程啊 哦 修道的这样的一个功力啊 你才会渐渐的拓开来 你如果男女之间的这种严防啊 你没有去注意的话 那么你还是照样堕落 照样呢 走入这种 这种悲惨的深渊里面去 所以这个禁欲这件事情啊 只有过来人 才有办法讲 讲错那个感受啊 我以前一直要找 找不到 后来呢 我从七真十传 里面有一个修行人 他也是 这个染上这个恶习 好像是刘长生 这位大仙啊 他也是染上这个恶习 没有办法断 但是呢 他用了一个 非常极端的手法 用了极端的手法 是怎么样呢 好 你有这个恶习 你想要去做 对不对 你想要去接近 是不是 好 那你每天去接近 你每天去 去中狱 中狱到最后呢 你行销骨悔了 你才知道 事情严重了 那个时候呢 才可以停止住 你的这个欲望 让他那个方法 对我产生效用 我是走这个方法 让自己呢 中欲过度 然后终于过度之后呢 不行了 身体已经不行了 到处老化的现象 已经都看出来了 哪有这么明显 我去医院的时候 那个医生跟我讲 40岁以后啊 你就要开始 注意一些血糖啊 这个 血压啊 肝指数啊 等等 你就要去常常去注意了 那时候我就想说 哪有那么巧 刚过40岁 刚过40岁就要注意 哪有身体说 刚过40岁就开始老化 哪有那么巧的事情 可是呢 对我来讲 事实上 我不应该这样子的 我是一个道场的讲师啊 但是呢 因为这个礼防没有手 中欲呢 没有办法克制 所以呢 今天呢 现身说法 来呼吁今天的青少年 如果你听到我的讲述啊 我相信呢 你们应该寻爱乐嘛 想想以后 你美好的人生 你大好的前途啊 都在等着你 结果你今天呢 智慧长城啊 把你的美好的 这样的 最青春的一面啊 给斩杀掉 真的是得不偿失啊 那种快感 只是一两秒的快感 那么修行的成就啊 那种快乐 那是一辈子的 那是永恒的 你怎么能比呢 你没有办法 把它拿来比量啊 所以现在的人 你看这个平均四十岁哦 这糖尿病啊 中风的现象呢 就很明显 你看糖尿病 有分为上显 中显 跟下显 中显呢 上显 这是 这种支气管 肺部所引起的 中显就是肠胃所引起的 下显呢 就是肝肾所引起的 那么我们知道 上显呢 是肠 这个 这个 支气管 跟肺部 那么支气管 跟肺部 就是我们 吸收氧气的 主要一个工具 那么年轻男女啊 他不晓得 去节制 不晓得 在这个男女上的研防 尤其是我们要说女孩子 女孩子 在夏天 喜欢穿暴露的衣服 喜欢穿露背装 喜欢穿呢 露骨勾的装 结果呢 把我们这个 盘中 这个 这个 命血 暴露在外 任由风 这样吹洗 把这个肺所组的大吹 这种 后面这个大吹穴 扑入在外 结果呢 常常感冒 支气管炎 这种流行性感冒 都一定会 那么肺部不好 皮肤一定不好 皮肤常常会 干燥 烧痒 肺主皮毛嘛 所以皮毛常常 脱落 或者是说 那个皮肤红肿 那个就是 肺部不好 肺部不好 引发到这个糖尿病的关系 这个正常关系呢 这就是属于上瘦 那中瘦之肠胃不好 所引发的糖尿病 这个中瘦 这种心啊 我们都是要 到老年人才会看得到 尤其是这个乡下地方 乡下地方的人啊 肠胃 一向都不好 那是什么原因呢 那 多其原因是 可能是 他们对于 整个 大自然的 的这种作物啊 没有存公敬心 没有存礼拜的心 没有存公敬心礼拜的心啊 他们种出来的这个作物啊 已经有毒 有肥料 然后呢 把这些有毒的蔬菜 卖给别人 所以自己肠胃的病 引发到 这个糖尿病 那么下销的糖尿病啊 是肝肾所引起的 那这是最难治的一种 肝肾所引起的 肝是 肝是这个 主解毒 肾呢 败毒 两个是相连带的关系 那么肾又是先天之本 这个坐墙之关啊 你一切能力的作为啊 都是属于肾 都是来自肾 所以呢 当你肝肾亏损的时候 肝风内动的时候 就会引发 你这个糖尿病 那糖尿病 一直到后来 我们就说尿毒症 尿毒症 就是已经没有办法 你要 现在有透过洗肾 洗肾你 洗肾的人 要一辈子洗肾 糖尿病会有一句 这个坏居症 就是呢 脚会长这个窗口 脚掌窗口之后呢 那个 那个脚趾啊 大概也 也快毁了 唯一的方法就是 必须把脚趾 去掉 甚至整只脚 要把它锯掉 这个是最严重的 那脚锯掉呢 还没有办法阻止的话 那就是 整个人死亡 这位糖尿病 以前说是富贵病 那现在呢 现在呢 其实啊 我们想想 这个都是因为 男女之间的礼防 没有做好 你在这个情欲上 没有好好的控制 尤其是呢 现在呢 没到 到处充斥这种 色情的影片 跟图片 每天这个网络啊 那门垃圾邮件 所寄来的 都是这些A片的 那你只要一连结 你就可以看到 看得到 你想要看的画面 那极其 恐怖 极其恶心的画面 这个已经是 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充斥的 设立的 这个 设请的 这个东西啊 你随时都可以 拿得到手 那虽然我们警方呢 政府一直在 取地啊 可是取地 是一种法 取地 只是一种 一种 戒律的约束 那他没有管 没有办法管到 你这个生活的细节 所以你可以从电视上 随时取得这种 男女之间呢 这个 月 月底的事情 你刚那个主持游乐园节目的 男女之间在那里跳舞 在那里玩游戏 都穿得非常清凉 甚至呢 男女之间要拥抱 甚至要接触 来以此为乐 那么这些动 这些画面啊 传到我们的小朋友的 眼睛里面啊 他当然有样学样嘛 那为什么别人可以 我不可以呢 所以充斥的这个样子啊 我们必须呢 把这些画面 给断绝 那最重要的呢 我们要教小孩子 严守 男女的这个礼防的时候啊 父母亲自己要做到 身教 重于言教 你父母亲做好了 你的儿女呢 自然有70%的力量 可以归结 那么你再把 他的这个交友的状况 他的这个上网的记录 他的这种阅读的习惯 等等的 好好的了解 好好的控制一下 那是你小孩子 才不会被严重的污染 我自己是被严重的污染 我很尽信 还有办法 爬得出来 如果不是平安失德 没有观圣地君呢 我哪里爬得出来 那这一招呢 可能也是 命中就是要去走这一招 因为不去走这一招 觉得很难受 不去接触 那个情欲的世界 像我这种 又是闷烧醒的 只能够自己 自己发泄 自己发泄更可怕 所以接受到的果报了 就更惨烈 所以现在 为什么会有这些疾病 自作自受造 我们讲到这些男女的研访 是非常重要 女孩子的手淫 也是一样 女孩子最重要的是容貌 他们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容貌 手淫的人 女孩子 容貌都特别的差 气色是灰的 黑某某的一片 可是呢 感觉上 它是差得很 很洁白 很亮丽 但是它没有气 没有原神 而且会长 长这个暗疮 长青春痘 那么这个复刻的疾病 也不断的会有 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那还有这个 以后生儿育女的问题 那会更严重 有一句话说 三精成一毒 三精成一毒 就是说 三种男人的禁忆 在你的身上 就会成一种 很强烈的剧毒 专毒谁 这样专毒这种 没有真解的女人 专毒这个不解女 你看女孩子 如果说 重欲过度 那么她所受到果报 那也很惨 为什么现在 子宫紧流 在妇女的身上 这么多 那就是因为 三精成一毒 他们在自己 毒害自己 这个完全不值 用这个 这种毒酒来解渴 饮症止渴 结果越喝越渴 最后毒杀自己 所以男女在这方面 应该要严格的强调 所以这个方面 我们到场做得很好 男左女右 男性女拙 男动女静 男女分开得很清楚 男女不能同住一室 同在一个房间里面 同骑一台车 等等的 这些都有她的礼房在 想到以前在伙食团 那么为什么 我们的学长 对于这种男女的 严访 会是这么样的激烈呢 甚至不惜啊 把这种有 谈男女关系的 这个道经啊 把它驱逐出去 造成很多的 这种道经的怨言 这个也 也必须要清楚 这都是 一种礼法 那这种礼法 你必须要透过 浅显的教育 透过这种 圣贤的经教 来告诉我们 让自己呢 自觉自悟 自修自证 那有的人 根性比较差的 你跟他讲 他听不懂 他也不想 那么呢 他只能够说 在这个人生经验上 学习到觉悟的力量 那我觉得我个人 是这样子 即使我那时候 在找答案 是没有答案 没有答案 是因为这件事情了 自己也没有办法 拿出力量 来断绝他 也不晓得那种 手淫的这种恶道 是这么样的严重 今天我希望 有透过这个机会 来忏悔 忏悔就是 永不再找 有这个机会来忏悔 然后呢 告诉亲生的经验 希望呢 年轻人呢 有所警戒 对于这些 社群的东西啊 一定要有所回避 不要说 贪好看 贪好玩 一定要有所回避 那我刚才讲 七真史传里面的 刘长生 刘大仙 他的做法 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 劝大家不要走 这种做法 那么你如果说 在这方面 你没有办法 那么你就选择 入室的修行 选择入室的修行 组织家庭 然后呢 自己呢 抚养小孩 你会在之中 得到一种 理上的学习 人意理智 这种理智上的学习啊 你会 你会学得到 但是夫妻关系呢 你也不能够混乱 在医书里面的记载啊 正常人是二十天 才可以刑访一次 那么到了四十岁啊 这个二十岁的时候 是八天可以做一次 四十岁的时候呢 是二十天做一次 那到了六十岁的时候呢 你最好都是 不要再做了 你要保经养本啊 养你的老本啊 所以我们说 现代很多的壮阳药 都很流行 大家都趋之若悟啊 但是 回想到这个问题 男人的养尾啊 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的保护 你的性器官要保护你 叫你呢 不能够伤害你的老本 你的老本快没了啊 你再用壮阳药 去把它发泄出来 去把它啃食出来 那么你早晚呢 行销骨灰啊 你早晚要向研罗网报到 切记切记啊 所以 如果色情跟暴力比起来 我一直以为 看暴力那种恐怖的 还不如色情这种温柔的 其实不对 完完全全错了 色情的这种影响 比之于暴力啊 会更加的深重 因为色情是无形的 你看二八家人 抵四书啊 二八家人 他这个形体啊 刚才是棉花糖一样的 明明的啊 很好看 很好摸啊 砖斩啊 砖斩这种 砖斩什么忘记了 砖斩就是男人啊 这个健康的男人 而且呢 而且呢 这个斩啊 不是 投落地那种斩 而是无声无喜的斩 把一个大男人啊 把他这个骨髓啊 不断的 侵蚀出来 这个人呢 就已经毫无斗志了 这个人就已经毁了 你看看我们 我们听过日本人 日本人现在呢 是出A片最多的国家 我们台湾的A片 这些摄情片 有百分之八十以上 都是日本人 那么日本人 他们难道没有这种果报吗 最近听说有这种果报 也就是说 一万人的里面呢 有一个人啊 他会是 是毫无斗志的人 就是呢 啃老祖的人 你的子女之中 会出现啃老祖 他也不想出去工作 他也不想出去交朋友 他就坐在 房间里面 查来伸手 放来张口 就是啊 靠着老父老母啊 来养他 这个呢 就是因为重欲过度啊 所造成的现象 这样的小孩子啊 你必须赶快救治他 除了说 透由中医的治疗 你必须不带他出去 常常来听这些道理 然后呢 开示 这种人生的真谛给他知道 开示这种男女之间的理防 给他了解 所以都是要教化 空老父子讲的有此且格啊 一个人有羞耻心 而且呢 可以品格高尚 这个呢 要用德 要用理 来教化 哦 今天我们讲到 李神明这个理啊 那先由这个男女之房 男女之房这个理啊 来切入啊 是因为现今的问题啊 在这个男女关系上啊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啊 动摇国家的根本 你看那些智商比较高的民族 他们都是男女很严访 你看中国人智商还算不错 男女关系的很严谨 那么男女关系最混乱的就是 这些原住民的部落 中非啊 南非这些原住民的部落 男女关系混乱 就跟动物一样 所以呢 他们智商很低 而且呢 文化呢 也很原始 哦 他们发展不出这种高贵的 这种文化 哦 所谓 这个富而好里的文化 这个是只有高等智慧的人啊 他才可以发展出来 高等智慧就是 在男女之间的研访上啊 是做很好的 这种节制的人 那所以呢 西方人认为说 手以没有害数 错了 他们用这种科学的分析 把这个精子啊 拿来做分析 里面呢 只不过是一些 氨金酸蛋白质 氮水化而物 所以呢 只要喝一杯牛奶 这个鸡蛋就可以补充了 结果错了 错在哪里 错在一加一不等于二啊 你看我们人是地水火风所组成 地水火风所组成 这个人 他的作用是无限量的大 他的智慧 他的多元 不是这些地水火风可以创造出来的 是要把它组合起来 他才可以产生这么样影响力 这么样大的这种力量 那么你精子呢 精子里面有神呢 你那个神 你没有办法测量 没有办法算进去啊 精子可以传宗接代的啊 你把你的能量传给你的下一代啊 那所以呢 精子常常耗损 这怎么会是好事情啊 怎么会是没有关系啊 大家好 道之宗旨 讲道理神明 那今天呢 是09年的圣诞节 那我们曾经 在几次的圣诞节前夕啊 那么都做过说明 为什么圣诞的 这一天啊 全世界的灾难会特别多 那今年的圣诞节 还在圣诞节 圣诞节的前夕啊 还好没有听过 任何国内外媒体 有什么大的事件发生啊 那么你 我们想想想看 我们气候有一个名词 叫做圣音现象 这个圣音是谁呢 圣音当然就是指 耶稣基督 那么西元 这样的一个 定定啊 西元前 西元后啊 那也是用耶稣生日 来作为定定 那所以呢 可见呢 耶稣啊 在我们这个世界 他的影响是很大 很重要 那他的诞生呢 对于我们人类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救赎 跟福音啊 所以 尽管 耶稣基督 他在世的人 的时间 大概只有 三十一岁 三十二岁左右 哦 跟颜悔差不多 但是呢 他影响的力量 却是 五远 福介 那么 他救度的人心啊 那更是 多得不可算计 那所以 如果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 所谓的上帝 就不只是 道立天的天主而已 哦 佛教说上帝是 道立天的天主 那道立天呢 还在御界天 那么 还在御界天的天主 他 根本还没有 超越六道轮回 那他怎么可以 来影响这么多人 而成为一教的教徒 甚至呢 来跟五教的教徒 并练了 哦 在佛教的说法 佛就是最高的 没有比佛还要高啊 这件事情啊 其实我们早就 有谈过 那么也就是说 虽然上帝的名称 他的定义 在佛教来讲 只是呢 道立天的天主 但是呢 这个天主呢 他绝对不是 从人一直修 修到天主 修到上帝 然后呢 再来治理事件呢 绝对不是这样子 而是什么呢 而是法身大事 倒装降 降世而来的 那也就是说 五教的教主啊 都是 佛 的灵啊 来倒装降世 来到人世间 那么他们的等级呢 其实已经到了 佛的境界了 那所以 你看我们佛经 他讲述到 这些诸大菩萨 哦 像观世音菩萨就好了 观世音菩萨 早就已经成佛了 法 这个佛号呢 正法名如来 这个是我们都可以 在佛心上找得到的 那观世音菩萨 他不但呢 在我们世间呢 他不是以佛的样子 而是呢 用各种形象 哦 用各种形象 我们民间所看到的 那个白衣菩萨 白衣大士的那样子 那是最普遍的 那其实观世音菩萨呢 他是 应什么身 哦 应什么需要 就献什么身 来成就你 所谓千手千眼啊 啊 闻身救苦 这个呢 就是一种 佛菩萨的一个奔怀 那么耶稣基督呢 他也秉着 这样子 所以你会说 耶稣基督 那跟这个 武教的教主 其实 他们都是 都是一个个体 其实说个体也不对 就是 通通都是 一个老母 老母的分离 那么当然 基督教人上帝 基督教人上帝就是最 最原始人 那还有一个老母 佛教 佛就是最高人 那还有一个老母 那么这个 一贯道的说法 那当然就是 还有一个 一个无形的大本体 那个是老母 那么他呢 他呢 会因应了 整个 世界 地方的需要 然后视线呢 怎么样的肉身 来成就他们 这就是所谓的 道成肉身呢 来教化百姓 那么耶稣基督 虽然呢 他只是 道立天的天主 那他的教法 可以看得出来 也都是一些 上恶因果 报应的道理 那么讲到 佛法的那一份 心性啊 那一份 明心见性的道理啊 那在基督教里面 是很少看得到的 但是你不能够说 哦 那这样佛的境界比较高 耶稣的境界比较低 这个绝对不是 这样比的 而是因为呢 他呼应的时代 哦 地区的众生 他们的需要 来硬化 什么样的道身 来成就 那个地方的人 所以你看 耶稣基督 在西方 又占了一个 很大的 一个形象 树立一个 不可磨灭的 一个典范 那么他的这个典范呢 是其他教主啊 没有办法取代的 即使是后来的佛教 儒教传进去啊 都没有办法取代 耶稣基督的位置 甚至呢 回教 回教也有自己的 这个教主 他们也有自己的坚持 也有自己的这个上帝 那那但是呢 我们修道的人知道说 啊 这些上帝本来就是一 没有没有分 可是呢 一分为五 五合为一 分而不分 不分而分啊 哦 应献什么身 得度就献什么身啊 这个就是 佛菩萨 他们的那一份 大悲大愿 那我们讲到圣诞节 今天我们必须 再一次的诉说 先从圣音现象开始讲起 那么圣音现象呢 它的 它是一个 周期性的 一种气候 也就是说 在圣音现象的期间啊 那么整个气候呢 会变暖和 哦 这个气候变暖和呢 那大概维持在 五六年 甚至 七年到十年之间啊 哦 每来一次就是这样子 所以有人说呢 我们现在 这个时局啊 就是2009年 这一代啊 就是在圣音现象啊 这个发作的年代啊 那因为呢 这个发作的时期啊 刚好是 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 前后啊 所以呢 就把它称为圣音现象 那么这个到底 其中有什么意义啊 那有什么关联啊 这个实在是我们人的智慧啊 不可以得知啊 但是我们大概可以呢 想象一下 归列一下这几种现象 第一个现象就是说 气候变暖和了 那么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啊 耶稣基督本身出生的时候 那是降大雪的 大雪纷飞啊 所以呢 人呢 是普遍的 窝在家里面 都没有办法出门 因为天气太冷了 那么他来到人世间 给这个世间呢 一丝的一个希望 光明跟温暖 哦 所以这个是火 的象征啊 耶稣基督呢 带来一把生命的火 希望的火 啊 功敏的火 那耶稣一直到 他开始传道了 他的这个童年时期啊 没有人记载 哦 一直到他开口讲话了 已经是 在传道了 那么在传道的过程啊 啊 一路上 就好像有天命的加持 只要经过的地方呢 都能够得到救赎 啊 不管在任何方面 但是呢 他的天命 只能够维持到 三十一岁 那他自己知道 所以呢 他自愿呢 跑去罗马 被罗马的士兵 绑起来 被罗马的士兵呢 钉上十字架 那他要用他的这个 圣灵 用他的宝血 来洗净 人类的 呼垢 所以呢 耶稣基督 就视线 被钉死 的样子 那所以在武教圣人里面啊 真的 走得最惨烈的 可以说是 耶稣基督啊 那耶稣基督 他的这个 走法 那可以说是 表法 很深 那么懂得的人呢 会从中 悟到道理 那不懂的人呢 就是在看一场戏 那我知道他很伟大 知道他呢 他为人民牺牲 那么耶稣基督 被钉在十字架 所以呢 从此十字架 成了这个 这个基督教的 一个代表图腾 那么基督教不 不拜偶像 那十字架呢 就成了他们的偶像 但是我们知道很多教堂 也有用基督教 也有用耶稣基督 被钉在十字架的样子 那所以呢 他所拜 他说不拜偶像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 你不要去拜外在的 的那个形象 外在的那个形象呢 是生灭变异 会生老病死 那个是短暂的 那个是虚而不实 真正内在的这个形象 才是真的 内在的形象是什么 今天我们讲 理神明 这个理神明 这个部分 我们昨天大略的 举一个理的 这个样子 理的概述 来让大家清楚 但是我们在这里 这句理神明 其实重点是放在神明的部分 那我们后面还有一个理的部分 我们再来分析论述 那么神明 神为什么就是明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重点 我们说神明 也有说神灵 神一定是灵 神一定是明 为什么 这个道理很简单 也就是说 要能够成为神的众生 的人 还是得万物 那么你一定是明的 你一定是灵的 明就是什么 我们刚才讲 那一份温暖 有没有 那一份希望的光 生命的光 那个代表了一切前途 无限量的那种光明 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 那么这个神明 就是因为他已经明了 所以他有办法给人家明 他本身就是火种了 他可以把火引给其他的人 所以耶稣基督当时在给人家受洗 用圣灵跟火来施洗 用水来施洗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仪式 当然水的施洗也有他的表法 水可以把所有的一些不解污染之物把它洗净 水可以是清净的 水可以是平等的 他也有他的表法 但是我们要知道 耶稣基督跟佛一样 他当时呢 在他们那个世界 在耶稣基督的时代 这个犹太教已经传播很久了 当时也有一部圣经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旧约 当时的人呢 已经普遍相信有上帝了 那么你今天再来一个上帝 那当然了 不会被当时人所认同 就好像佛出现在这个婆罗门教 那么你再把这个佛的形象呢 把它说得这么样圆满 那么甚至推翻婆罗门教 他们所所拜的这些神 所以佛怎么会建容于当时的年代呢 耶稣也不能够建容于当时的年代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呢 武教的圣人的发展 都有他的这个曲折离奇 那种不可思议的一面 那么这些武教圣人 他们的历史啊 我们都可以从书上 经典上可以印证得到 我们今天呢 就单单来了解 为什么神就是明 理神明 神就是明 所以我们要礼拜他 所以这个我们必须呢 要很清楚 神 神 神性 是在我的身上 我的内在也有神性 那么为什么我的神性不宁呢 那我记得当时 那个文昌帝君啊 他也是转世 七十二世转世为人的时候啊 那么他的最后一世 是在四川 紫童山这个地方啊 那他当时呢 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教化当地的百姓啊 也可以说呢 不遗余力啊 所以啊 对于当地的贡献是相当的大 但是呢 他小时候呢 也不明所以 为什么这个庙里面呢 这些神啊 我们要去礼拜他 那么你如果 这个虔诚的礼拜啊 你才会得福 但是你如果 不虔诚的礼拜啊 你一定会得福 有的时候呢 虔诚礼拜 你想得福 也不一定得福 可是呢 你对神明不恭敬 你一定会得福 这个啊 他实在是搞不清楚 为什么这个泥塑的 这个神像啊 为什么会有这种作用 这个是他搞不清楚的地方啊 那所以说 人 去派那个泥塑的神像 可是神像里面到底有没有灵 那个神明 明的部分到底有没有 我们说灵明啊 但是如果没有灵 为什么 你不虔诚 你不 你不恭敬 或者是说 毁谤神明的人 毁谤这个泥塑像的人 他会受到惩罚 为什么 这个文章帝君当时啊 他也是一个读书人 他这个一问啊 真的是问得好啊 我们说大灾问啊 这问得好 你说的神像 为什么你去拜他就灵 你不拜他就不灵 那么 我们去这个 拜人 我们去所拜的人 他是真正活生生的人 反而不灵 比如说我们去拜一个普通人 希望他给我金银财宝 他给我名利富贵 那反而不灵 他反而拜泥塑像的神 会灵 这个是他搞不懂的 难道人还不如这些 泥塑像吗 所以他当时有这个智慧 来想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 对于今天的宗教 我们也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 来质疑 当你去庙里面 尤其是香火鼎盛的这个庙 你去庙里求 很虔诚的祈求 你不一定得到你想要的 但是呢 你心中呢 存得这个质疑 谩骂毁谤的心啊 去庙里面啊 你一定会受到惩罚 会受到这个护法神来修理你 然后鬼神来欺负你 这个是 一般人普遍的认知 所以呢 对于庙 进到庙里面呢 人不敢 这个 胡说八道 胡作非为 那么为什么泥塑的神像是灵 反正人不灵 照理讲 我现在站在这里 我是一个人 活生生的人 我应该灵才对啊 我应该求自己啊 哦 牵住其求 牵住因是要求我自己才对啊 怎么会是求那个泥塑像的 的神呢 哦 他要瓷器做的 木头做的 或者是土 土做的 他还是 他 我反而不如他 这个是文昌帝君 质疑的 我为什么反而不如他 这个也许 文昌帝君会成就文昌帝君的原因呢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知道 神仙本事凡人做 这今天这些神 会成为庙里面 受到我们膜拜的对象 那个是为什么 那个是因为呢 他曾经做过 超越人性 的那种 范畴的力量 的一种功德 也就是说 他的牺牲 他的布施 哦 他的这个 忠孝 要让后人 得到一种 启发 效法 追随 这样的一个 念头 所以呢 后人用一个形象来代表 希望呢 看到他的形象 能够呢 好好的来 学习 所以我们说 理神明 理神明 我们要理的神明 是这样的神明 哦 你的心态 是这样的理啊 那所以 你不是每天去 庙里面烧香拜拜 你的生活 什么都不用做了 哦 你的事业 你不用做了 每天就是去 求财神 你的工作就是 求财神就对了 有这样的工作吗 哦 你想这个 发达 想要得公民 每天去求文昌 求奎心 哦 你也不用读书了嘛 反正每天去求就对了 有这样的神吗 没有这样的神 但是他没有这样的神 神不会因为你去求他 他就会给你 神也不会说 因为你不求他 他就不给你 你看这个就是神 妙的地方 这个就是神 灵的地方 哦 他灵敏的地方在这里 那么 你要说 他为什么 知道说 我需要的 要给我 我不需要的 不给我 或者是说 该家私我不该家私我 哦 或者是说 有的人求有印 有的人求没有印 这个是 又是什么道理 这个就是回归刚才这句话 神仙本是凡人做 神也是人啊 神也是人做起来的啊 所以呢 神有人性啊 人性是什么 人性是我们说的良知良能啊 良知良能 是我们原来的自信 是我们的神性啊 那么我们的神性 跟神的神性 其实是一样的嘛 哦 佛教里面是 不肯定神的 他认为神啊 神的境界都是属于鬼神 但是呢 鬼 不管是鬼还是神 他也有他的那个 值得人效法的地方 哦 鬼神嘛 所以佛教讲 神其实是包括鬼神 那么我们这里讲 理神明 其实呢 我们理的是神的名 那个不明的神 我们是不 我们是这个敬而远之啊 尊敬他 但是呢 不学习他 敬而远之 这个道理呢 我们必须很清楚 那我们今天又回过头来 又再讲 神仙本是凡人做 这个神仙 他本来是做中做孝 哦 他本来呢 是一个 这个 修行精进 或者是说呢 能够的专心致志的人 他今天呢 因为呢 能够牺牲 他的一切 哦 为百姓服务 那所以超越了 人那份自私 人的 人心的 那份 占有 哦 超越了人 的那一份 不公平 分别之所的 的这样的一个界线 所以呢 他就 跳出来 跳出人界以外 他就做神 就这么简单 神仙本是凡人做 只怕凡人心不坚 那心不坚 是怎么样不坚呢 不坚是因为 你对于 这个像六度 波罗蜜啊 像这个 烦恼妄想啊 你戒除不掉 哦 你今天戒了 明天又不戒了 你戒了十天 接下来一个月 二十天又不戒了 哦 一天打鱼 三天晒网啊 那你这样怎么会成功呢 所以我们道长讲二六十宗 就是呢 时时把你这个 明的部分啊 把它保持住 你要圣堵啊 你要圣堵啊 你要保认啊 保持住 你原来的那一份 那一份 灵光啊 那么神既然是人做的 你也不用拜神了 你自己做神就好了吗 那你 你要自己 你自己要怎么做神 自己做神的道理啊 就是放下 妄想 分别 执着 放 放弃你的对立 放弃你的无名 把这些通通放下了 那么你就回归到原来的面貌了 所以放下这件事情 是三教的圣人 在教我们的 但是对众生来讲 难 放下 你要放下 叫他放下 现在拥有的公民 利禄 那不容易 真的是不容易 那不容易没关系 儒家教我们 儒家教我们 你在人的境界上 你就好好的行持 你做 做宗 做孝 做人 做义 那我们昨天讲了 武藏之德啊 你把它做好 你还有力量 你再把它做到 十善 十善 就是呢 这个贪生吃没有了 就是望语 两舌 其余 二口 没有了 这个十善 你可以做到天人 你做到六度波罗蜜 那么你就是菩萨 所以我们到场 几书都在讲了 几书都在讲大乘的 这个思想 所以一开始呢 就在讲这个六度波罗蜜 不思辞戒 人入金进禅 禅定 一开始就讲这个 那么一开始讲这个呢 是因为道本来就是这样子 但是呢 有些人的根性啊 他是没有办法这样子 没有办法叫他们一下子就修大圣 所以他们必须呢 有这种基础的功夫啊 也就是说小圣的基础 然后慢慢修呢 修到这种大圣的一个境界 小圣是身文圆诀 身文就是说 你要透过听经文法 你要透过这种念经念佛 敲打念唱 参禅打坐 用这些方式呢 来让自己达到心清静 跟佛菩萨的灵相弃 透过礼拜 让这个神性啊 住在我里面 其实呢 是把自己的神性呢 把它开发出来 跟耶稣基督的灵 跟这个 五教圣人的灵 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要知道 理神明就是理智性 你是要效法 耶稣基督 他的那种牺牲的精神 他的那种 为人民 背负十字架 希望呢 希望呢 这个主能够饶恕 这些世间的人 因为世间的人太愚痴了 愚痴是为什么愚痴呢 因为没有人教他 没有人教他 所以呢 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愚昧的 他们不明了 不明了 所以呢 要透过神明来讲 来教 透过圣人来教 把这个明的事情 交给众生 所以我们儒家讲 明明德 我们的德性本来是明的 今天的德性没有看到明的 所以呢 要再把它明 所以第一个字 明 是动词 要把它公明起来 把这个明德公明起来 这个叫礼神明 你透过礼 是可以得到明的 所以孔老夫子讲礼 其实呢 在这个周朝啊 周公治礼作业的时候啊 他把礼呢 定得非常的详细 三千威仪啊 八万细行啊 通通记录在 这种 礼的教化里面 礼一三百 威仪三千啊 这个礼 周公当时 治礼作业 如果说他的后人 能够继续遵持下去啊 那么礼的教化 早就在中国 普遍实行起来了 我们今天 很多的礼节 在中国找不到 必须要到韩国日本去找 去看得到 礼师求诸也 礼师去了 求与四方的 这个这些外国 没有办法 只要到 外国去找 所以也就是野外啊 野外就是外国 外国还保留了当时 中国的一些制度 中国的一些制度 所以 所以 理师了 那是不是 只有外国 才能够找得到呢 其实在大陆那边啊 他们也去深入民间 去访查 各种的 这种 朝代所留下来的 这些典章制度 这些呢 这是礼仪文化 通通把它考察出来 那是不是还有当地的 这个这些 其劳 当地的这些 资深人士啊 他们还懂得 这些道理 请他们出来讲 甚至呢 请他们出来教 这是一种 慎中追悦的方式 是很好 所以如果 周公之礼 咒悦 那门精神啊 继续流传下来 周朝是不会亡国 这个方东美先生说啊 周公所制作的这个周礼 是全世界最好的宪法 完全依乎人性 完全依乎呢 这个人的生活的标准 那么如果说 能够照着那个做呢 现在人呢 世界大同 世界大同 所以你要知道了 这个礼的 礼的有无啊 是关系到整个世界和平的安危 今天我们在圣诞节 来讲理生命 那是刚刚好 刚刚好 借着这个时机啊 来讲 我们今天过圣诞节 到底是在过什么 圣诞节 请问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圣诞树啊 小朋友第一个想到的是圣诞老公公啊 这些大学生第一个想到的是派对啊 是要狂欢啊 圣诞节 现在普遍的人民 被这些商品的这个促销活动 这样打得眼花缭乱 现在大家 过圣诞节 想到的都是这个 谁想到了耶稣基督 谁想到我们的主啊 难得啊 会想到主的人是非常难得啊 主是谁 主是我 主是我的那个良知本性啊 是我那个内在的神性啊 所以呢 我今天呢 过圣诞节 要去礼拜 礼拜了我的这个神性 我有跟耶稣基督一样 那一份博爱 那一份包容 那一份牺牲的精神 因为众生跟我是同一体的 那众生不晓得他们在做什么 所以呢 我必须有义务来告诉他们 这个就是教化 我们道场不是要透过教育吗 透过教育 把这些圣人的精教 把它推展开来吗 所以呢 我们要不断的去开讲 不断的去办班讲学 不断的让世人能够了解 用各种方法 用唱歌的 跳舞的 戏剧的 或者是说用图片的 用文字的 懂懂整种方法 通通可以用 只要呢 可以让世人了解圣人 了解圣人的教义啊 契机器体 来做 那这样都是对的 所以佛陀常 佛陀说啊 他如果过世之后啊 要依什么为师啊 佛陀跟阿燃讲 依了意 不依不了意 一字不依是 了意是什么 了意就是说 对于 现代 当时 当下的众生 有帮助的 那是了意 可是呢 佛经 佛经不一定对当时的众生有帮助啊 你看现代人呢 你要叫他来读佛经 那就是了意 那不见得 那不是佛的教法 但是呢 你佛的精神 你用卡通影片把它表现出来 大家喜欢看 那这个就是了意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要天人合一啊 上天的事情 需要透过人 来推动 那人类的教化 也要透过神 那这些人呢 就是有心者 就是修行者 就是我们现在 摆养的修士 当然武教的修士 都还都算是 在做教化的动作 那么我们 是要特别强调 你教化 你要教到 见性的部分 你不是把它教 教变成一个好人而已啊 你要把它教到成为圣人啊 这样呢 才叫做究竟 所以理神明要理到你自己内在的那份神明 内在的那份良知光明 那个理啊 才是彻彻底底的理 有用的理 今天 如果你在理神明 不晓得说 你从自信里面发出 要跟孝学这些先佛的话 要学习这些先佛 那么你的理神明 是表面功夫而已 你没有深入基础 没有深入内在 你没有发掘出 那个内在的神性 你没有办法 跟天人合一 所以你的理神明 是没有作用的 你理再多了 只是增加你的 这个流汗流多一点 脚酸 手麻 这样而已啊 一点作用都没有 你只是在运动 那么运动也是好事啊 但是呢 我们讲到 见理见性 你完全得不到功夫 所以你看在六组谈经里面 当你烧香献佛的时候 那个香 是代表的 这个五分法身香啊 你看 我们在佛堂里面 各种的 这个理神明的 这些仪器啊 还有这些规矩啊 都有它表法的意义 六组谈经他讲得好 五分法身香 香有戒香 定香 会香 解脱香 解脱之见香 所以呢 香不用烧多 你烧一注就够了 你只要烧一注 来表法 那么你这一注 献上去 献出你的心香 你的心香 要能够直透天挺啊 必须从你内在发 内在怎么发 从你的戒定会发 从你的这个 这个解脱 解脱之见来发 那么你看看 你戒 戒就是戒律 我们说守礼 你的礼 礼 礼节做的怎么样 你在生活上的礼法 做的怎么样 那我们昨天特别提到 这个礼 在佛教 在武界里面 就是呢 不邪淫 特别用这个例子 那不邪淫 只是生活之中的一个 规矩而已 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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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跟人相处之间 礼就是一切 谦卑的一个代表 一个文明 越高的国家 它是越有礼节 它是越懂得礼貌 它是呢 越谦虚啊 所以今天你看 在全世界里面 最有礼节的 是哪些国家呢 你就看看 他们生活上的礼仪 餐桌上的礼仪 还有呢 这个祭典上的礼仪啊 你就知道 哪个国家呢 它的文化水平 是最高 是比较高 所以都从礼仪啊 表现出来 那么你看 在中国 中国呢 它是本身 在生活细节上啊 它都有一定的礼法的维系 你看君臣 父子 夫妇 这个兄弟 朋友 这个都有一定的礼法 规则在运作 它不能够 余局啊 不能够越线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礼法 维持着的一个很自然的运作 我们讲三缸五常五轮八德是回归自然的生活 那么透过这个礼法就是让人回归到这种自然的运作之中 所以在中国 礼的表现 还是看得到了 所以中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 到现在 中国这个民族 都还没有被灭过 而且呢 它还越来越强盛 它的道理是什么 道理就是在圣人的禁教 从来没有间断过 而且呢 圣人的禁教呢 这个深深影响着 我们这些中国人 华夏民主的心灵 你不管欧风美雨再怎么洗礼啊 中国人的那个根是不会改变的 你即使你去 这个住在欧美 你戴了这个假发 你换了蓝色的眼睛 那么你的根 那个根还是不会变 你对于这个人跟人的关系的 那一份离法 你是不会变的 你看在美国 有一个地区叫迈阿密 迈阿密的这个 有一个地方啊 那他们那里啊 每天的这个 夜晚狂欢的派对 非常兴盛 也就是我们说的夜店 非常的多 全世界的青年男女 都希望能够到那里去狂欢 所以每天 每天迈阿密那个地方啊 男女狂欢啊 到到隔天啊 比比皆是 那么所谓的狂欢 就是什么 完全的放纵 说放纵 是谈不上 完全的放纵 放纵他的生命 放纵他的肉体 放纵他的青春 所以每一个人 从那里醒过来之后啊 都觉得 有一层很深的失落感 但是呢 人生又压力不断 所以呢 他必须再回去一次 去找寻那种 迷茫失落的感觉 让自己呢 处在那种 茫茫不可知的 这样的一个境界 会让自己暂时麻痹啊 躲过 这个 现实生活的压力 那他们 现在 藉由毒品 来 更升华 这个层次啊 所以呢 越吃就越堕落 越稀呢 就越 越迷糊啊 那么青春的 顺月 很快呢 就在这里 消磨殆尽 那么他们 也没有什么 远大的理想 前途大致 虽然呢 一时想过 可是呢 碍于现实的压力 不管是工作上的压力 家庭上的压力 还是呢 没有工作上的压力 你看 找不到工作 也是一种压力 他们的前途 茫茫也是一种压力 所以呢 就到那里去看 藉由毒品 藉由这些 种地影响 这些五光石色 所以 五音令人耳聋 五色令人目盲 就藉由这些 深光的 这个享受啊 来麻木自己 我们要教育它 要怎么教育 真的是很难教育 那么我们台湾 台湾的夜店生活 也是 也是很热络 只是说呢 台湾人还不敢 这么明目张胆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 我们刚才讲到 六祖所说的 献香 献那个戒定会的香 解脱 解脱之间的香 所以你要知道 李神明的时候 当你在李 李神明 烧上一柱香 你要知道自己的戒定会 是不是真正的落实 你在这个 慈戒的过程当中 你是不是真正得定啊 得定是你在 你在这个慈戒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不断的 持续的 重复的 反复的 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会问 为什么要讲 一门深入 一门深入呢 是比较切 比较能够返回 我们自信的 一个功夫啊 那博文多学 当然也是一本功夫啊 可是呢 现在人根性啊 不适合博文多学 只适合一门深入 你在这个一门深入之中啊 不断的练习 不断的反复 结果呢 就在那里面得定 你看任元经 二十五元通章 他里面所讲到的例子 通通都是这样子 都是在一个功夫上 好好的练习练习 结果呢 就得定 得定就开智慧了 理神明 就真的理到神明了 所以我们讲 我们内在有那个 那个灵魂了 我们的魂 根本不灵 不灵是因为 我们不晓得自己 要做什么啊 你知道回家的路吗 你知道本来的样子吗 你知道这个 这个三四英国吗 你知道整个宇宙天下吗 不知道啊 即使是鬼 我们做鬼了 也不知道啊 鬼虽然也有五通 可是呢 他的通的能力呢 还是很狭隘 比不上神 神通啊 所以呢 你神明要真正的理到自信啊 你就必须从界定会开始 我们希望每天献香 磕瘦的过程当中啊 让自己有一点点的觉悟 让自己有一点点的清静 让一让自己有一点点那份天人交融的那份时刻 即使是五分钟十分钟也好 每天来来做这个功夫 那一定可以见到效果 见到真正的理神明 那么你有智慧 你就可以解脱 你可以解脱 对于你这些外在的无名 这些习气 这些烦恼 统统都可以放下了 没有什么好挂爱的 所以你看 耶稣基督他为什么 他自愿 去自首 他不是去被人家抓起来的 他是去自首 然后呢 他说他 他要被钉上十字架 他要流出他的保血 为众人来洗罪 祈求上帝能够原谅这些人 他在死之前啊 还讲了一句话 被钉了之后啊 还讲了一句话 主啊 原谅他们吧 因为他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 你看耶稣基督 这个是一代的教主 一代的圣人 被人家钉死在十字架了 他还希望 这个上帝啊 原谅这些人 那 真的 这些人真的不晓得在做什么啊 他们自己不晓得在做什么 那么谁晓得呢 佛陀告诉我们 只有修正到阿罗汉里上的人 他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呢 你的修行境界 还达不到阿罗汉里上的成果啊 你不要跟人家承诺什么 你也不要相信他讲的话 今天他讲 我很爱你 我真的非常需要你 你不要相信他的话 那些政治人物 在选前的那些承诺 你不要相信他的话 因为他不是阿罗汉 他不是圣人 阿罗汉已经是出世的圣人了 那他讲的话才可靠啊 那他自己都不是阿罗汉了 所以呢 当你听到人讲的话 你听一听就好 不要把它当作是真的 这个是我们修行的智慧 这个是我们从这个理神明之中 看到我们自己一点点的良知本性 这个是解脱箱 解脱箱 就是要你有这些智慧来分别 是非对错 那么解脱箱呢 就是你的理障 你学的这些东西 可能会障碍你 因为你把它当作真的 即使呢 没有一样是真的 五教的经典 只是圣人的招魄 这是庄子讲的啊 你看 庄子批评 这个儒家 他批评的也很有道理啊 你为什么要提这样孝道 你为什么要主张人要尽忠啊 这个都是形式上的这种累赘啊 那我们想一想 庄子为什么他批评的对呢 因为孝道本来就是人的性德 孝你就是会忠啊 三甲五常五轮八德 这个就是人 本来就是要遵守的 本来就是要行齿的道理啊 你肚子饿了 你自然就会吃饭嘛 你难道还要去宣扬说 哇大家赶快来吃饭哦 时间到了 现在这个社会 大家都要来吃饭哦 没有这种道理啊 吃饭你不需要去宣扬啊 就好像孝道不用宣扬一样 为什么 孝道本来就是应该做的 就是忍的道理啊 你作为一个忍就应该要有这些行为动作出来 这哪去需要宣扬呢 那你作为一个忍你要吃饭睡觉 这不需要宣扬啊 所以宣扬用这个层面来批判儒家 来反省儒家 其实呢 这是给儒家一个很好的反省 很好一个补助的作用 因为呢 儒家没有讲到 没有思考到这一个层面 所以呢 儒家必须透过道家的 的这个补助啊 能圆满他 整个中国人的思想 所以呢 这个阴阳一圆满的就是太极嘛 那一阴一阳之为道啊 这个就是中国人 这个基本的思维逻辑啊 那我们在中国的思想 五千年的思想之中 都是透过这样的逻辑来成长的 那么我们要透过这样的逻辑 来超越我们的思想 从太极反围到无极 就是把阴跟阳合起来 把阴跟阳合起来 就是今天我们理神明的意思 理是那个动作 是人透过那个有形的动作 来做礼拜 神明呢 是我内在的良知本性 我的外在跟内在 都已经完全的朗现无疑 这个就是理神明 这个才是真正的解脱之间 我透过这个外在的行为 做什么 把我内在的神性表达出来 我内在的神性是什么 我内在的神性 就是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 就是仁义理智性 我把它做出来 儒家讲得一善而全全福音 我今天的能够做到 这个信 我就把信完全 百分之百的做出来 这个是得一善而全全福音 儒家没有叫你说 你必须全部的德性 你通通要做好 通通要做到 没有叫你这样子 他只要叫你得一善而全全福音 你只要把在你的这一善里面 好好地做 好好地去实践 把它圆满起来 那么你就是 恢复本来的面目 你就是已经在理神明了 所以你看 炎晦 炎晦给我们做了最好的动作 你看他那个一单是一瓢瓶 一单是一瓢瓶是不是在做理神明 他那一份没有妄想 没有执着 那一份清净无染的心 在做他的动作 其实这个就是理神明 这个呢 就是看到我们这个 这个明师这一点 很专心自制的在做这种事情 你看这个论语第一句话 学而实习之 不亦悦乎 学而实习之 我们老前人 把它解释是 学到那个明师一词点 这个解释呢 当然是 有他见性的一面 那学呢 有绝的意思 觉悟到明师这一点 你又把你的这个言行 当作是一种习惯 所以这个习啊 不是习性哦 不是温习哦 而是一种 你的 动作 你的习惯的动作 你就一定会做出来 你看 先否习惯的动作是什么 就是慈悲 就是博爱 就是度化众生 这个就是先否习惯的动作 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是先否呢 因为我们习惯了自私自利 习惯了明文立养 习惯了贪生自爱 所以呢 我们不能够做神 我们没有神 没有明 就插在这里 那透过你的动作呢 我们放下 把这些五一六成 贪生自爱 这些明文立养 统统放下 回归到我的这个神性 回归到我的神性 我自然圆满 充足 我居然 自然的 具足一切 这个是理神明 所以理神明的意义 真的是非常的深 那么我们讲到神明 它里面呢 又有分很多 我们古时候的神明 又分很多神明 所以呢 分很多神明 有些神明呢 并不是我们讲的 那份良知良肉的 良知良人的那份道理 而是呢 他也有 他的烦恼 过爱 也有他的千禅 那么他是因为 有烦恼 有过爱 有千禅 但是呢 他又不是一个实体的 的人 那他跟我们居住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 所以呢 我们必须尊重他 因为呢 他我们看不到 可是呢 他居住在这里 我们要尊重他 就好像 我们今天尊重天地 尊重这些草木 这些树木 这些花草一样 你不尊重天地 不尊重这些树木花草 好 哪一天 他反扑了 他让你得到教训了 你在那里哀天怨地 骂政府啊 骂别人啊 都已经没有用了 你要想到 这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所以 我们讲道理 神明是讲神跟明 神一定要明哦 那有没有不神的明呢 不明的神呢 有 有不明的神 那么这个不明的神啊 我们必须要等到 下一次再来讲 我们今天呢 必须把 这种 理智性的道理 把它说清楚 把它讲圆满 一切法 为心所造 那么心呢 是我们一切 造作的源头 那么心 是光明的 还是不光明的 都是呢 你那一份的 那个 这个性体开发程度的多少 心就好像乌云 性呢 就好像太阳 那么你乌云太多了 太阳就显得不出来 那乌云去除了 太阳就会出来 我们讲到 我们讲到理神明 这个理的动作 理的意义 已经告诉我们 非常清楚 这个清楚呢 就是 凡人心即神 神即心啊 无愧心 无愧神 那么这个最 基本的功夫啊 要做到这样子 我们的起心动念 都是神 的一个视线 但是呢 所谓的神明 是不是你这个神 就明了呢 那这个是呢 我们修行的一个重点 所以六祖谈经 在做产品里面 他讲到 圆不着心啊 意不着近 意不是不动 也就是说心 本来就是旺 心是由旺 所幻化而成的 心是不存在的 那么心的呈现呢 是由这个神明的 这个自信 这种灵性 这种明啊 所呈现的 但是这个心不明了 他呈现的心呢 是一种妄想 分别执着的像 所以呢 这个心 心是跟明啊 是没有关系 然后心本来是明的 神也本来是明的 今天神不明 是因为我们 刚开始的 那个动作 没有做 也就是说 做人的基本 角色啊 你没有做好 所以观生地君 叫我们 凡人心即神 神即心 无愧心 无愧神 若是七心 便是七神 那这个道理啊 它反映出我们生活的周遭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言语 我们所面对的一切 人情世故啊 都是神性的朗线 当我们在对待 一只动物 对待 一个花草 或者是说 对待这个万物 写一支笔 看一个电脑 用一个灯光 对待这些万物的时候 其实呢 这些万物 是因为 你的神明了 所以呢 祂的作用 就产生了 祂无始 不是存在的 神的明 在视线你 那这个道理 非常难懂 所以呢 儒家告诉我们 你只要把你的 角色 本分先做好 无愧心 无愧神 若是七心 便是七神 如果你如果 背对了自己的良心 灭了自己的理性啊 那么就是七神 那所以 到之中 只叫我们 理神明这句话 是告诉我们 在每一个生活的当下 神是与我们同在的 神 神无不是充满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 即使就是神 那么不管你的生命呢 精彩不精彩 即使呢 都是神的一个朗线 那你今天生命 那你今天生命不精彩 你表现在外面的 是这种脾气毛病 你的第一个兽医的身体 被你招杀了 你的身体不够清安 疾病一大堆 面貌丑陋 不够庄严 那么你的 这个记性不好 你所表现出来的 智商 也不高 等等的现象 这个就是我们 对于这个 理神明的 理的动作 已经呢 有所思虑 不够周延 那么我们 怎么要懂得说 神 随时处在 我的生命之中呢 我们不需要 去发现神 去把神挖掘出来 根本不需要 为什么 因为呢 我们现在所做的 所说的一切 都是神仙的朗线 都是到底的 充盈啊 你只要想办法 让自己成为一个 空的状态 你把自己的 妄想 分别 执着 放下 所以从 重新 起静了 你要 真正的 做到 理静 成静 甚至呢 你要做到清静 那么 还是要从 这个心 做起 你要 先从 有为入无为 见修入 顿悟 所以呢 理神明 告诉你 从 佛堂 佛归礼节 从这个 生活里面的 人情世故 从这个 大 大范围 的三纲 的三纲五常 这样呢 慢慢的去扩充 慢慢的去做起 所以你看我们佛堂里面 各种 献贡 献花 献佛 各种 佛归的一个 一个举动啊 通通都是一种 理神明的动作 必须知道 你的这个神明呢 是告诉我们 神 是我们自己 神不是别人 神不是坐在那里 今天你献 供水 供茶 什么意思 水是平等 水是清净的 水是呢 让人觉悟的 所以你爱打瞌睡啊 去用水 吹冲一冲 让你觉醒一下 所以水的表法意义啊 非常的多 圣人都喜欢水 水的德啊 可以呢 映照出君子的德 这个修行者生命的德 所以孔老夫子 喜欢在大河旁边看水 老子直接讲水的七种德性 老前人 直接用白水 做他的名字 那么 水的德 今天我们供水 我们懂不懂得水的德 从水的德里面呢 了解到说 水的德 其实是我们内在神性的德 的朗线 我们看到了他的德 那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德呢 所以六祖禅经告诉我们 如果修不动者 如果修不动者 就是说 但见一切 这些人 不见一切的这个 分身与对待 是非上恶的过患 面对一切 没有是非对错 如果真修到人 你神已经敏了 你知道那个不是错 那个是一种 这个忘心的过程 忘心朗现的过程 可是忘心是虚妄的 虚妄的就不是真的 所以那不是真实的 一切事件的现象 不是真实的 你要体现出这个生命的过程 让它实时警戒你 告诉你 这个才是理尽 这个理的精神的所在 一只鸟飞过来了 一个蝴蝶在那里飘动 一朵花在那里绽放 一阵风 吹伏过来 这个都是一种 生命的乐曲 生命的歌唱 一种神性的朗线 它这种神性的朗线呢 扩及到整个宇宙法性 那个就是我的生命 当它起这个像的时候呢 它是要让我们清楚 我们自己 是随着那个花 随着那个草 随着那个云 在飘动 那我们礼拜它 我们知道说 自己可以视线神成 那样子 所以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一切问题 都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找答案 只要你往内反观 发觉到说 原来生命是这么样的 具足圆满 我的神性呢 是随时充满 我们本来是说 住在礼天 我们的故乡 现在来到这里 异乡 叫做他乡 那么我们为什么 会跑到他乡来住 跑到他乡来住 现在回不去了 那是因为我们理神明 这个理啊 我们失去了 我们不晓得自己就是神明 我们没有把神明的动作做出来 神明的动作就是理啊 所以我们没有做出来 神明的言行也没有做出来 我们不明 所以今天 各家哥拜 谈这个 放下 谈无尾 谈空 谈烦恼脾气 其实呢 都是同一个命题 都是要告诉我们的 让自己生命呢 成为无负担的状态 你回归到自己 回归到自然 无负担的状态就是 没有这些烦恼 你在烦恼什么呢 烦恼家庭 烦恼事业 但是呢 你没有办法解决的 你烦恼也没有用 因果还是不断的在轮回 做了如是因 得了如是果 这个就是因果的道理 那既然烦恼没有用 你干嘛还要烦恼呢 那么可以解决的事情 你赶快去解决 赶快去做 你也不需要 为可以解决的事情而烦恼 所以什么事情 可以让你烦恼 没有事情可以让你烦恼 一切呢 只要放下 回归到自我 回归到那个自然的生命 让我们身心自在 让我们呢 跟整个大自然 合为一体 记住 我们说合为一体 不是说你什么都不要了 而是承担起来 你承担起你做父亲的责任 你做学生的责任 你做老师的角色 你做员工 做老板 你做一切 世间人的角色 这个责任把它承担起来 你融入在这个责任之中 你欢喜付出 甘愿接受 你做得欢欢喜喜 这个就是你的神性 你不需要去大自然 去接受神性的洗礼 也不需要去教堂 接受显化 接受神明的安慰 都不需要 在生活当下 在每一刻 每一分每一秒的 的过程当中 上帝不需要被发现 我们只是忘记上帝而已 我们为什么会忘记上帝呢 因为呢 我们被累劫以来的习气 掩盖住了 我们不晓得 我们内在有这个神性 有这个上帝 藉由佛堂 以神明的动作 来告诉我们 我们的圣性呢 神性是如如 本质具足 如如不动 而且呢 神性呢 本质清净圆满 那个都是我 拥有的东西啊 今天我为什么要去追求 我拥有的东西呢 那是一件错误的 本来拥有的东西 是不需要追求的 你只要放下 你对于世间的这些 贪真赐爱的执着 你试着去把它放下 对于人情世故的包袱 你试着去把它放下 去接受它 去面对它 去解开它 然后呢 你去把它放下它 我相信大家已经听得懂 这个放下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 儒家教人 三位四肢以圣其度 三位四肢 三位 为天 为 为大人 为天命 为大人 为君子 为圣人之言 这个是三位 所以对于天命 天的命 天的命是什么 天之命就是所有一切 天的命就是生活中的一切 大人之言 为大人 大人是 他有德性 又有了权位 那这个是我们要敬畏的 圣人 圣人之言 圣人的言论 是生命的言论 智慧的言论 所以呢 我们要去听受它 三位四肢 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 所以你做什么事情 没有不知的 欲要人不知啊 除非己莫为 所以司马光 为什么让人家这么赞叹 他说他做的事情 没有一件事情 不可以告诉别人的 这个是非常 光明磊落的 他在写这个 资资通鉴的时候 跑到地下室 他们家了一个地下室 在那里 埋头苦练 那同时有一个大臣 他只要在 这个批公文 看书的时候 就到他们的楼上去 楼阁去 所以当时人民有一句话 就在流传的 王家上天 司马入地 王家呢 都跑到上面去 王家的这个大臣 王拱臣 那么司马家呢 司马光啊 到地下室去 结果呢 成就的是这种 最谦卑的人 最懂得节省的人 我们的生命来这里 你有多少福报 那是外家的 的这个生活物资啊 这个物资啊 他只是提供 我们生命的 这个过程 这个肉身的 一切资料 那么肉身 就是我们的衣服啊 衣服穿好穿坏 跟我过这一生 有很大的关系吗 没有很大的关系啊 但是呢 人还是想穿好的衣服 所以呢 这个你必须要修福报 所以我们说福慧 双胸 我们说清红 双响 这个才是圆满的 一个圣人的表现 那么虽然修行人 不在意 这种外在的享受 但是呢 为了教化世间的人 他必须呢 要有一个样子出来 至少你的相貌 要圆满 你不能够说呢 自己呢 苦哈哈的 一点菜瓜 菜瓜相 结果呢 你说要教人家吃素 去教人家修行 没有人敢跟你修行啊 那这个是福慧双修啊 那清红双响呢 是我们今天特别的白养修士啊 有这样的一个福顿啊 那清红双响 其实呢 是告诉我们 在红福 跟清福之间啊 得到一种 中庸上的平衡 红福呢 是我们世间的福报 我们可以在家出家 那这个在家呢 你就必须要一个家啊 你必要安置这个家 你要安置这个家 你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 这个物质条件 造成你的生活上的 一个丰满 这个是红福 物质条件 造成你生活上 生命上的这个 一种障碍啊 那么这个就不是红福 所以修道人呢 都有红福 因为修道人懂得布施 用这个财务的布施 用这个身体的布施 都是布施 智慧的布施 这个无谓的布施 都懂得布施 所以让自己成为空的一个 所要的条件呢 就是让自己布施 你会说我一个月才赚一两万而已 我怎么布施啊 不是这样子 布施不是在看你的钱的多少 而是看你的这个心意 我们这里讲理敬嘛 理敬就是那个心意啊 你那个诚意有没有做出来 诚意做出来了 你那个一块钱的功德 那比那个一百万的功德还要大 所以为什么菩萨 他们在做布施啊 他们一点点的功德都比凡夫大 大上很多 没有办法相比啊 因为菩萨的心量啊 禁虚功骗法界 凡夫的心量呢 只是一点点 甚至呢 只是为了有所求而不思啊 那叉菜太多了 没有办法比啊 所以当我们供这杯水 给神明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这杯水不是神明要喝的 这杯水是给我的神性 表示我的神性 我的神性是亲近的 是平等的 是觉悟的 所以有很多德性 在这个 我们的 这个孔子传里面 有看到 水经过的地方 已经是滋润万物 水能够洗涤万物 水呢 不管跟什么地方 跟什么东西混了 都成了 他们的一个部分 水不会跟人家争 你咖啡来 就变成咖啡 牛奶就变成牛奶 果汁变成果汁 水跟万物融合 水是最谦卑最低下的 所以它都是往低下流 所以水进于道 就是因为水的德 很实实在在的朗线出 那个道体出来 所以当我们供水的时候 要知道 上清下灼 这一杯清净的水 是代表我们的性德 那我们又供下灼茶 这杯茶又是什么意思呢 茶是染灼的 那茶是污染的 那么茶是污染的 这代表呢 我们对于污染的 这一切的 这个一切 我们这个大地的一切 我们必须呢 和光同成 我们必须呢 再沉不染沉 代表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下灼茶 上清下灼 天地要合体 阴阳要合一 所以呢 我们不能够说 抛去这些 这些外在的都不要了 放下一切都不要了 我们一直在强调 不是这样子 而是去承担它 去接受它 去圆容它 去和合它 把这个世间的一切 把它呈现出一种 和的状态 把你的亲近呢 跟这些 污染啊 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呢 就是呢 代表 没有所谓的亲近污染 其实呢 道体本上 道体本是圆满 所以为什么有人说 性是善 性是恶 性是不善 又不恶 或者是说 性是可善可恶 这个呢 都不是一个 修行人 见到的道体 所应该讲的话 那么真正的了解到 性是本来至善 性子于至善啊 那么性可恶 是因为人的那种 习性 人的习性呢 就是呢 贪享受 不愿意 不愿意付出 人贪 贪有 不愿意无 人贪 生 怕死 这一切呢 都是变成习性 所以呢 可 性是恶的 所以 循子说性呢 这个恶 恶是属于 这个 习性 那我们的习性呢 是累劫累势 所累积下来的 所以呢 习性 也是我们的神 神之一啊 但是呢 习性造成我们的神不明 变成恶的 那又有一个可善可恶 非善非恶 它是 亚也是人的 秉性 习性跟秉性 其实是差不多一个意思 那么秉性呢 是 人出生之后 的那个性 那么人既然会出生了 已经 夹杂的这个血肉心了 血肉心就会让自己呢 忘记的那个亲近圆敏的那个本性 所以 为什么 这个 孟子 他是圣人 药雄 其他的人 也不是圣人 也不是贤人 为什么 各位要知道 这是为什么 甚至有一次 我在上中国思想史的课程的时候 我问我们那个教授 王邦雄先生 药雄子说 信 本恶 孟子说 信 本善 那么为什么 孟子成为圣人 药子不是成为圣人 甚至呢 在孔庙里面 我们找不到 药子的牌位 为什么 王教授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他说他要去查查看 如果真的 在孔子庙找不到药子 他要写书去抗议 那么现在有没有呢 现在好像也没有 我也没有看到 再来讲药子 在儒家的这个系统上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儒者 他对于整个教育的体系 整个儒家教学的建立 有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呢 药子 没有配享圣庙 为什么 这个就是说明了 药子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眼光 只是顾及到 人的恶的那一面 也就是说 人的习性的这一面 那么在习性的 是假象 我们贪真 吃爱 我们脾气烦恼 这些人都是虚幻的 可是呢 他不知道 他没有看到这个 那个真实的是什么 真实的是 我们那个清净光明 本来具足 本来圆满的那一份性体 是自善的 是性善的 孟子想的性善 是在指这个原点的性善 不是在指那个习性 秉性上的善 或者是恶 那么我们的良知本性 是自善的 这一点呢 必须呢 接受明示一指 接受这种圣贤的 这种洗礼 你才会了解 真正的人 是充满神性的 是充满道体的 包括外在的物 跟我们一样 都是融合在其间 都是在道 的里面 这样悠游自得 那么要怎么样 才可以知道呢 只要你放下 放下 这个儒家 教我们用圣读的功夫 一动一进 这个神明见察 时目时守 理所必至 所以这个一眼一醒 都有整个天地鬼神 在检查你 你哪里逃得掉呢 所以我们今天 引出这个天地鬼神 跟我们讲到 理神明 其实是两种神 是不一样的神 我们必须 要清楚了解 我们后面会讲到 我们必须把这个儒家 他教我们 放下的道理 把它说清楚 放下呢 就是圣读 你看那个读的功夫啊 读就是五啊 就是一个人 就是一啊 你要 慎重的 让自己随时 处在一的状态 那个一呢 其实就是空无的状态 其实就是无为的状态 你要格物啊 格物把自己 处在这种一的状态 就是圣读 所以 圣读啊 儒家透过 敬天地 理神明 爱国宗旨 等等的 这些道理啊 告诉我们 进入那个读的 那个状态 那个读是天地一体 宇宙合一啊 所以大自然 是怎么样复杂 我里面的小自然 就怎么样复杂 大宇宙 是怎么样的一个本体 我的内在的小宇宙 就是怎么样的一个本体 运作通通是一样的 我跟宇宙是没有分别的 这个是圣读 所以圣读啊 了解到 我里面所做的一切 圆语 所做的一切 都跟整个天地 相通的 所以天地鬼神都知道 都看得清楚 你在做什么 暗夜之中 看得更清楚 没有所谓的白天黑夜 都是清清楚楚 所以当你要做 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要问起 这件事情 有没有违背 你的良知本性 这个是圣读啊 圣读的功夫啊 要自己去想 哦 生者见生啊 前者见劝 这不是用说的 可以说清楚了 那么今天我说了 你把它拿来做 你做到了 你已经进入圣读的境界 我光在这里讲 我做不到 我没有进入圣读的境界 所以 儒家为什么要 让人 怀着诚敬 怀着礼敬 怀着恭敬 因为那个敬 让我们知道 随时 能够处在圣读的功夫 哦 我要跟天地 是合得的 我跟鬼神 何其其凶的 所以为什么说 秀才不出门 能知天下事 诸葛亮讲了 非淡薄 无以明智 非宁静 无以自远 就是处在 那个圣读的状态 那么你的智呢 智是天地的智 所以 那个智呢 就好像 佛家所讲的 那种 怨 怨一发出来 那个是 直下承担的 因为那个怨呢 它是看到整个现象 它是知道整个 整个天地宇宙的关系 所以呢 它 献出来的那个智啊 是一定是 发自内在的那一份 良知本性而发的 所以圣贤人就 教士啊 先神人 圣贤人 化世在这个世间 他因为呢 他懂得了 他从圣读 知道这个礼静 他对于一切众生 一切事物 都是要礼静 这个是圣读 那佛家呢 佛家教我们的 布施 布施 就是从你的 身心内外 布施起 一块钱也可以布施啊 你一句话也可以布施啊 一个微笑 一个这个拱手 都是在做布施啊 那么你从布施做起啊 你会觉得 你会知道说 慢慢的你 外在的这些成见 这些执着 这些分别啊 你可以放下 你进入一个堵的状态啊 佛家讲空 让自己成为空 让自己成为神 所以成为神 要怎么成 就是让自己空啊 进入堵的状态 就是成为神 那么进入空的状态 你这个神啊 就领了 神就明了 所以领明领明 所以理神明 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要进入一个空的状态 上京下所的茶 每天都在述说的这个道体 每天呢 都要告诉我们这些 道的视线 告诉我们这些教话 让我们知道说 如何让自己身心合一 天然合一 阴阳合一 所以 我们的这个早晚献香 献茶 我们的献茶 其实是以前 对待贵宾的样子 无上的贵宾 至高的贵宾 我们用茶 表示我们的诚意 用水呢 总是看不出诚意 所以我们这个道场 沿用的儒家的 这种生活作息 用茶来供奉给贵宾 那可是有的人说 茶并不能够表法 其实茶也可以表法 茶的表法呢 它表示一种 无上的恭敬 也就是说 我用最好的茶来供养你 你到我们家来拜访 我泡了最好的茶 这是中国人最高的古礼 你用了一杯白开水 这哪是要什么礼 根本没有诚意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水 清净的水 有它的法味 这个茶叶的茶 也有它的法味 你不能够说 下佐茶就没有法味 不是这个意思 那完全是出自于 我们的心意 那么神既然不是说 为了你在杯茶 为了你在杯水 那么你要知道 你献茶 献水 你要献给谁 所以那 先前我读到弥圣经 这个观圣帝君 桃银三结义 用天鹅水来当敌 成灾龙骨风云会 用这个天鹅水来当敌 天鹅水就是那个 清净平等的法水 那个没有分别 没有挂爱的智慧水 那是清净的 但是呢 来到后天之后 我对于我的 这个掌上 我对于我的朋友 甚至对于我的下属 我是用恭敬的态度 礼敬的态度 对待他们 所以我泡茶 所以茶 也是恭敬 我们现在对先佛 用恭敬的态度 所以我们用茶 其实先佛在不在意 人们说先他吃醉 先佛不在意 但是呢 每天要有那个形式 所以呢 你每天要表现出 那个净体出来 净体是什么 你就是献茶 献香 献香 献茶是我们佛党 最主要的 两个 两个表法 还有个磕头 那磕头 磕头我们礼拜这些 诸天仙佛 礼拜师尊师母 其实礼拜的是天地 君亲师啊 我们知道说 我们的慧命 来自于天使得 我们的生命 来自于我们的 这个天地万物 还有我们的父母 所以呢 污不敬 取理讲 无不敬 我们每天磕头 就是无不敬 礼神明呢 就是礼一切的 这个天地万物 一切的神明 所以古人啊 古时候呢 这些做官的人 有人呢 每天要禀告上天 上朝时 用这个相说相按 用这些简单的素果 禀告上昌 自己的那一份 存心自愿 那一份忧国忧民的心 自己的那份报复 在早上 上朝前 向天明报 那我睡觉前呢 在禀报上天 焚香禀报 焚香呢 是代表自己的 一片心香 透天 用这些素果来表达 你总不能空空的嘛 用素果表达 自己的那一份敬意 告 禀告上昌 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 有没有符合 自己的理想 哪个地方要改进 哪个地方呢 要修正 就在这一个仪式上啊 来告诉上章啊 希望呢 自己能够更加的体贴 上意啊 能够更加的跟天地合得啊 让自己放空 进入到天地的大德 这个是圣堵跟布施 那么耶 耶稣基督教人祈祷 回家了 教人祷告 其实呢 这个也是一种 进入空的状态 哦 这个 进入神的状态 神人合一的状态 这个呢 都必须透过 我们的日常生活去学习 去适应它 每天做 每天做 做到一个 非常熟悉的 一个 自然反射 那么你会知道说 诶 这个不是神在做的动作吗 那么我怎么也在做呢 那么那个时候呢 你已经进入空的状态 你已经成为神了 因为呢 你早就是神了啊 只是你忘记 你是神而已啊 现在你 透过这些动作 透过这个礼精来告诉你 你就是神了 所以 这个功夫啊 不容易啊 要自己下 要好好的下 每天呢 拿出 一点时段啊 让自己呢 回归到这个明师一指 哦 让天地西皆归 让整个宇宙呢 跟我合为一体 所以明师一指 也告诉我们说 你要随时进入到 里面去 因为里面有神 你的灵啊 住在那里 你要去启动他 你才有灵啊 你才会明啊 你没有去启动他 他一点也不明 哦 我们说灵魂 灵魂灵魂 我们的灵一点也不灵啊 我们的魂啊 不灵 如果今天我的灵魂 已经是灵了 我还需要来这里投胎吗 我还需要接受 这些事件的因果报应吗 我不需要了嘛 我已经是一个空的状态了 空的状态 怎么会有报应呢 报应也是空啊 因果也是空啊 那了解到这个道理啊 我们要随时 让自己进入 进入那个空的状态 怎么进入 就是圣度 离境就是圣度 就是呢 布施 就是呢 祈祷 摩拜 透过这些 你可以进入一个空的状态 但是呢 有违的仪式之后 你要成为无违的一个动作 这个才是理神明一个争议 真正的意涵呢 是在你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我们说二六时钟啊 你都做出来 你都讲出来 你都视线出来 那份道位 道体 那个才是呢 我们理神明 我们跟人 跟天合一了 我们跟神合一了 当然我们所视线的 无不是神的样子 无不是这个 佛菩萨的样子 佛菩萨是慈悲的 神是博爱的 圣贤人呢 是仁慈的 我们视线的都是这样子 你看这个世间 哪有不合的道理啊 世间哪有不平的道理啊 所以为什么说 世界大统一定可奇 可奇的原因是因为 我是神 我要启动我的神性 我要让自己变成神 所以进入空的状态 进入五的状态 进入毒的状态 那就对了 师父引进门啊 修行在个人啊 个人看你要功夫怎么下 那我自己呢 每天对自己讲课 一个小时 我希望呢 能够透过自己的讲课 来警醒自己 所以我现在讲课 讲给自己听 我没有开悟 我没有见性 我现在呢 不断的叮咛在里 不断的叮咛自己 希望透过这样 不断的叮咛啊 让自己呢 能够进入这个 毒的状态 空的状态 进入这个五的状态 那个是理神明 那个才是真正的理 所以我对于 一切万事万事 我不共进 对于这些人情事故 无不共进 对于这些因果散热 无不共进 这些呢 都是我的 业缘 所沾染出来的 我所牵手出来的 这一层 一大串的 好像蜘蛛丸的 相细 相连啊 这个呢 我们都是 一于要去理尽 理尽呢 去化解 去面对他 去圆容他 那就对了 这个是我们讲到理神明 好 我们刚才点到说 那么这个 这个 物卫暗事可期啊 物漏可愧啊 一动一进神明牵掌 拾目拾手 理所必至 不要认为说 暗事可期啊 不要说 暗事 没有人看得到的地方 你可以 七七 七天啊 你看到人家弱巧 你要欺负他 不要认为这样 物漏可愧哦 这个物漏的地方啊 你可以愧对你的心哦 不可以哦 物漏可愧啊 我们必须要说明 什么叫物漏 就是屋子里面 会漏水的地方 那屋子里面 会漏水的地方 在哪里 不是水龙头 以前没有水龙头 那会漏水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 小便的地方 这是厕所 可是也不是厕所 因为呢 以前厕所呢 离人卧室都很远 也可以只为厕所 厕所很少人去嘛 但是呢 他的污漏呢 是人啊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睡觉旁边放了一个尿筒 晚上呢 就不用跑那么远 这是古时候的人 我相信呢 你如果住过三个院 会有会有这个 我小时候住过三个院 所以我知道 床底下要背一个尿筒 方便呢 你半夜要起来小姐 那么在那个尿筒 尿水的地方啊 就是屋肉的地方 你看在卧房里面 已经是最 最保守的 最保守的 又是尿尿的地方 那是最没有人知道的 没有人知道的 你这不要在那个地方 愧对你自己的心啊 愧对你自己的良子本性 你那种地方 你都不可以放过 起心动念 时时刻刻 都要 胜度 把握住那个心 因为一动一进了 神明见察 我们讲到神明见察 在这个部分 就讲到鬼神的报应 那我们说 你神明呢 其实呢 我们要知道 我们是神 我们的神 是明的 那么呢 可是事件上 又有所谓的鬼神 鬼神呢 他不一定是明的 在我们民间 我们民间所拜的这些神啊 不一定每一个都是明的 他们也许是一种 神鬼通的状态 鬼通的状态 然后呢 他代理这种欲望大帝 来治理人世间 那治理人世间 他也有脾气毛病啊 所以他也只能够享受 三百年五百年 一千年的香火 他也必须要再去 轮子 甚至呢 是轮回 那么神也是需要轮回了 他怎么会是明呢 所以神 一般的我们说的鬼神呢 是不明的 不是处在明的状态 所以有时候呢 他们境界比我们高 有的神境界比我们高 有的神呢 境界不一定比我们高 因为呢 我们里面讲到鬼神 所以呢 鬼也有脾气毛病啊 那他因为有鬼通啊 鬼就是鬼的神通嘛 有通 所以呢 我们会认为说 他是呢 比我们高 其实呢 未必然 我们现在轮躺 众生最喜欢去的 问神 那问了神明 他有鬼通 所以呢 他可以知道 我们一些 三四因果 比较近的状况 那我们就觉得说 哇 这个很厉害 可是呢 如果说再 再远的事情 或者是说 你的内心更细微的事情 更隐微的那种因果变化 他就不见得讲得出来 甚至 人世间 那种 自理 自细自微的道理啊 他也不见得懂 但是体会的境界 也不一定呢 超过我们这个 道场上的讲师啊 这个我们要清楚嘛 所以了解到这个道理啊 其实我们 不必去问神明 不必去问 软躺的这些神明 我们自己就 更清楚了 我们接受 明师一指 已经得到最宝贵的 这个讯息了 这个最宝贵的讯息 加上明师的 这样的一个加持 你已经是 最通达的人了 你还不够通达 你 没有跟明师相应 没有跟明师相合 结果呢 你去去问旁边的鬼神 那是很奇怪 非常奇怪 没有错 天不言地不语 明师已经回天了 我们常常感受不到 他的讯息 那是因为 我们的心不够胜度 我们的心呢 总是在这种 波动不安的状态之下 好像了这个大海浪 这个浪涛汹涌 没有办法平静下来 新的波涛汹涌 所以我们看不出 澄测的智慧 那一份澄测的那种造型 没有了 我们必须实实情服事 免得了这个 这个禁止有尘埃 可是呢 实实情服事的功夫又不够 又不够呢 所以呢 我们必须透过这些外在的力量 来帮助我们 所以有的人要去问鬼神 有的人呢 要去问这些前辈 或者是问同修 但是我们要知道 不可以迷啊 迷了那就错了 迷于鬼神那是错了 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啊 我们尊敬他 尊敬他 但是呢 不学习他 因为他又不是我们的民师 我们干嘛学习他 我们是要学习民师的大道啊 民师教我们 教我们就是 三缸五常五轮八头 教我们回归天地 教我们呢 这个放下妄想分别 执着 民师教我们是这个 结果鬼神教你 教你什么 教你要改命啊 改运啊 要多少钱 随他随他讲 要烧多少金子 要去哪个方位 去拜什么神 听到这个 你就知道说 这些鬼神啊 也有他们的缺陷 因为他们受限于 时空啊 受限于时空 所以他们必须要有这些法 来改你的运 可是运可以改吗 命可以改吗 运可以改啊 可是命是不能改的 比如说你 你今天 你一定是没有公民的命 没有公民就是说你 读书都读不好 你也不可能考上 好的学校 好的公司 你考不上 你没有这个公民啊 你没有这个公民 但是呢 你可以改运 改运不是 他说的 烧纸钱 去找 找什么鬼神 去拜什么寺庙 都不是 而是呢 从你的 这种妄想 分别执着 去把它放下 左手 因为你有这个命 就是这些妄想 执着给你障碍住的嘛 你的命呢 本来是圆陀陀光硕硕的 那个本质清净 本质圆满的性体啊 那应该是你的命啊 今天命不是这样子啊 今天我们不小心 用肉体的方向 来呈现出我们的性 这个是呢 这个是我们的命啊 那我们要改 改它从根本改啊 那根本改 最好的做法就是 儒家教我们的 你就要守住你的本分 安分守己 一步一脚印 好好的去做人 那就对了 不要再讲那些 悬眼的道理啊 反正太 太过 高 高阔的道理 我们现在 现代的人 也听不懂 所以呢 你就好好的 把你的本分做好 那就可以改命 好你把你的本分做好了 你又可以帮助别人 帮助家人 帮助社区的人 帮助社会的人 那么你的命呢 你这个没有公民的命啊 就可以沾一点点编啊 然后 当然要去考试 你没有 你没有录取 可是呢 其中有一个人没有来 好吧 那就你来地补他的位置 你变成被取 所以你就有命啊 你就有命 可是呢 命呢 是额外给你的 那这个额外给你 你要知道 这个是你修来的 不是老天给你的 你是改命 改运 你自己呢 放下妄想分别之所 你自己呢 做好做人的本分 做好这个 三缸五条五轮八德的标准 那么修正给你 应该有的 这个是 命由我求啊 命自我做 这个是改命运的道理 原了凡就是这样改命运的 那讲到世间的鬼神啊 鬼神可以帮助你改命运吗 他可以拨传你的命运 他运用他的神通啊 把你后来的福报 先拨传给你 但是呢 他必须得到 整个 神明系统的 的认可 不然呢 他这样也是犯戒 他有这个神力 把后面的福报 先补给你 哦 你认为他非常灵 你会认为他非常准 所以呢 他的庙就那么兴旺 他的庙兴旺 也是这个神的福报啊 其实也不是他的 因为他也在六道之中啊 你看财神庙 财神庙越盖越大间 越来越多人去 那个是他的福报啊 不是他 他领不领啊 其实呢 神明呢 是公平的 人家说正直为神啊 正直的人才可以做神啊 今天我去拜他 我就发大财了 那 他拜 别人去拜他 他也应该发大财啊 但是不是这样子啊 不是你每天去拜财神 你就发大财啊 那照理讲 每个人去拜他 都应该发大财才对啊 他这样才能够叫做神嘛 他才是叫做正直为神嘛 可是不是这样子 那因为如果是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也不要工作了 我们只要每天去拜神就好了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发大财了 我们就问明白 问这个号码 我们就可以发大财了 事实上呢 你发的财啊 也是你的财啊 也不是神给你的 神怎么会给你钱呢 神自己在六道沦尾之中 他自己都要用钱了 他怎么可能会给你钱 他也没有能力改变你的运速啊 你的运速得要自己改 他用他的神灯 把你的业力赶掉了 结果你的业力更生气 他后面来找你的 更可怕 那个力道更猛啊 所以 神灯啊 改变不了业力 这个是我们修道人 很清楚的事情 只是说我们修道人啊 很难去做得出来 很难去理解出来 大家还是希望利用神灯的方式 来解决眼前的痛苦 那么解决了眼前痛苦 并不代表这个痛苦已经消失了 痛苦还是会来 加倍的来 甚至呢用其他的方式来 都还是会来 今天化解决的方式 今天化解的方式 大家早安 现在民间 对于神灯的活动 对于神灯的活动 非常的热络 那尤其是华人的部分啊 那对于这 目前我们常常听到的这些神 真的是一窝蜂啊 我们台湾有所谓的三月封马祖 马祖的生日呢 在三月间 所以呢 有一连串的绕境活动 那么民众呢 这个争相来参加 络绎不绝 感应的人也不少 那所以呢 这种活动啊 越来越多人来参与 那么所以 人到的地方 就是商机到的地方 那所以呢 大家呢 也为了争取这个商机啊 和呢 参与这个 这个 妈祖绕境的活动 那所以 其中呢 难免 衍生出一些 利益上的冲突 以及呢 这个 人的性恶的一面啊 但是呢 基本的出发点 都是好的 那所以呢 在民间这样的一个 现象啊 也说明了 大家对于 理神明 这个理神的动作啊 那他是有 他的潜意识的存在 也就是说 人对于神明 基本上的那种 理静啊 是有的 可是呢 他没有办法 把这种 基本上的理静啊 实时用在生活上 除了说 到了 庙宇 到了这个 先佛的 活动 纪念日 这些神明的 出巡 等等呢 才有用到 才会想到 理静这个动作啊 那平常呢 是 视神为无物啊 那么在台湾的一个更奇特的现象 那就是 签六合彩 六套彩 这种 求神 拜神的 一个 举动啊 那可以说是 让人匪夷所思的 世间 是不是有这些神明呢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在我们这个时空之中啊 还有各种 无形的众生 跟我们住在一起 这个 不同维度的空间啊 那有住着不同的众生 所以呢 在我们的 这种 电视上 常讲 四度空间 五度空间 的这些生物啊 的这些众生啊 常常来 影响到 我们的生活 那对于鬼神的探讨 的这种 电视节目啊 那尤其是呢 这个非常的 非常的 这种 热络 那么 最近听到 一个消息 那就是呢 在 现代的 玉皇大帝 第十八代的 玉皇大帝 还没有上任之前 那么听说呢 这些 这种 天地的鬼神啊 对于他们的神职 已经呢 厌倦了 对于他们的神职 已经 没有什么信心了 因为呢 他在这个 大地之间 山河大地啊 他管理这些 众生 管理这些 人类的 秩序啊 已经呢 看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做坏事的人 没有办法得到报应 做恶事的人 不能够马上 让他受报 所以呢 这些神啊 也看不下去了 那么以前的人 做坏事 以前的人 根基福德 还很厚 所以呢 对于做坏事啊 他们还会 战战兢兢 还怕 为人所知啊 所以 这样的一个心态啊 让他所做的坏事 也不敢是 做太大事情 那么 他即使做坏事 他还有一些 善根福德 在支持的他 那所以 这个所谓的限制报 并没有那么快 就可以看得到 但是呢 到了 现代啊 已经不是这样子了 那么这些诸天 神明啊 因为看不到 现世报 那他对于这个 管理人类的秩序啊 也已经管理不下去了 感觉到说了 这个世间呢 到底还有没有天理在 这些神明 也怀疑 有没有天理在 那么我们 我们曾经说过 神啊 也是六道里面的重生 那所以呢 当这些神 在治理人类的时候呢 他也搞不清楚 为什么这些人 受了 做了这个恶事 还没有受到果报 即使他已经公文 已经选上去了 可是呢 判决还没有迟迟下来 这个是为什么 所以呢 一些所谓的王爷之类的神啊 纷纷的联名 向玉皇大帝抗议 大家呢 要准备罢工了 我不干了 在21世纪啊 的这个年代啊 就是 几乎到了 我神明 我也干不下去了 因为为什么 做了坏事 人心越来越坏 做了坏事 没有受到报应 那当时的玉皇大帝啊 就跟他讲 你们烧安勿躁 现在玉皇大帝呢 将要改选 选出来了 这位玉皇大帝啊 一定呢 会让你们呢 心满意乎啊 会让大家呢 对于 这个神礼的 神旨的这个治理啊 一定会称心如意 所以呢 叫大家呢 要烧安勿向 不早 啊 要了这个 平心静气啊 那么你看哦 我们人这个是 这个环境啊 你看我们住在这里 管我们的 鬼神 有多少 单单看我们人 人 一个人 就有所谓的三思神 就有日有神 夜有神 哦 还有这个造神 来再 记录我们一天的 这种言行 功过 那么呢 修道人 还有一个报式灵筒 哦 这个在华言经 讲到同名同僧啊 哦 跟我们到场 讲报式灵筒 这个意思一样 啊 像个童子啊 那所以呢 这个 一个人 最少就有五个神 在管他 那修道人 有六个神 在管他 那这个平常 我们去的地方 我们去的地方 也有神 在管 你看我们这个房子 有没有地基主 有 所以你要拜地基主 那么有没有住在这附近的 这个鬼神啊 哦 土地神 或者是说 这些昆虫的神 草木的神 有 哦 哦 那我们这个县市 我们这个乡镇 有没有乡镇的神 在管 那个总 我们说现在的镇长 乡长 有没有这种鬼神 肯定有 哦 像城王 哦 像这个土地 公 都有一定的管理范围 那么 这些神 都知道 我们的起心动念 都知道我们的一言一行 所以呢 他们都掌握住我们的资料 了解到我们在世间所做的一切 你看地基神是不是很了解我们 虽然我们不晓得地基神到底在哪里啊 可是呢 他 我们这 我们这个家 我们必须初一处要拜地基神 哦 这是 中国人的礼书啊 那各种 节日要拜各种神 所以管我们的人 的神啊 太多太多了 哦 等下你看你看 我们在这个云宁县 云宁县也有县 县城隍 哦 这个城隍管着我们 他有我们的资料 那我们的资料 到底被记录到哪里了 其实啊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意识 我们的八四田中啊 有记录着我们一生的这个言行 从小到大 当你有这个意识的时候啊 都被记录着 其实呢 也不是一生哦 应该说呢 累节累世 你的潜意识都储存在你这个八四田中啊 阿赖也是啊 那么这些神有神通 哦 有鬼通 鬼有鬼通 那鬼通当然比不上神通 那神通更比不上修行正果的人啊 那修行正果最高的当然就是佛 就是菩萨 哦 圣贤人啊 那所以呢 所有的这些鬼神啊 他们通通可以建筑到我们的阿赖也是去调取我们的资料 这个大大电脑啊 大仓库啊 一个储存库 他随时呢 可以去调取你的资料 来观看你这一生 你的这个功过言行 那所以说 我们除了地基础在管 土地神在管 这个城王爷在管 哦 还有呢 世间的这些山河大地的鬼神 也 在管理着我们 哦 我们说一个人就就五个神了 这些都还不算哦 那么朝王爷在上去 有没有一个国家的神 哦 有没有一个这个地球的神 也是有 那有没有一个这个 一个小千世界的神 大千世界的神 哦 这样沉沉上去 你看 管我们的神 有多少 那可以说是啊 数不尽的神啊 所以一个人啊 被神明 所知道啊 那个是很自然的事情 哦 单单这些鬼都知道 其实我们在 世间治理 我们人世间的一切事项的 其实呢 其实呢 在佛家都叫做鬼神 那么鬼神 他也有鬼通啊 那所以呢 这个鬼通呢 他也是 记录着人的 这种 善恶 言行 哦 你做善了 他不高兴 做恶了 他就 不高兴 哦 他会惩罚你 他会呢 让你得到各种的 这个 灾解 所以我们要不要理神明 这个 跟我们昨天讲的 那个自信的神明 是不一样的 虽然是一个 生命共同体啊 可是呢 因为他们是众生 六道凡夫的众生 所以呢 当他们用 鬼神的形象 来记录 我们言行的时候呢 我们就 受他所拘束 哦 一个人 为什么 有命运 因为呢 人一出生 就有一个树 在那里 钉着他 哦 这个命呢 照着这个树啊 来 来走 哦 你几岁了 你要 领多少薪水 哦 你 什么时候 娶老婆 什么时候结婚 什么时候生子 那 这个一生 有多少的 薪水可以领 这个呢 都叫做命数 都已经算定了 谁算定了呢 其实也不是 谁算定的 是自己算定了 自己的业力 算定了 那么这些鬼神呢 根据你的业力 来 来 严格的 来记录你的行为 然后呢 禀报 禀报上面的人 一层一层 抱上去 那最上面的人 是谁呢 哦 掌管我们人世间的 的这个 这个种族管的 那个神 那就是 玉皇大帝 我们说 提供啊 那所以说 提供是我们 世间 所有一切的 主宰 主宰神 那么万神呢 都是 他的部署 那我们刚才 讲的这些 土地 工程王爷 妈祖等等的 都是辅助提供 辅助这个 玉皇大帝 来治理人间的 所以在 理神明这个部分啊 我们对于 这些大大小小的神啊 无不是要 存着 恭敬的态度 那你要知道 他掌管的 我们的生活 那么我们 如果不恭敬他 他会来修理你 他会来干扰你 所以理神明 要为什么 你是真正的 发出诚心敬意 真正的对他理经 跟他和平共处 然后呢 做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 你就看我们人就好了 人的资料 我们现在呢 住在这个地方 乡镇长 乡镇长那边 有我们的地级资料 有我们的个人的资料 那么县政府 也有我们的资料 县政府在上去 内政部 也有我们的资料 内政部 代表整个国家 所以呢 整个政府人 通通有你的资料 他们只要 一进入电脑 打入你的耳号码 就把你这个人的档案 通通可以秀出来 你看我们人 在这个国家里面 管我们的人 在记录我们的人 就非常非常多了 那么何况啊 这个无形的空心之中啊 管我们的人 管我们的神啊 那更多更多 那所以呢 对这些神呢 我们要处于这种 无不尽的状态 因为呢 他随时在我们旁边 包括我们现在在讲课 可能就有一大堆鬼神 在旁边听 那看你在做什么 听了有道理 他会慢慢来 接受 欢欣喜悦 或给你显化 听了没有道理 吐口水 慢骂你 这个是从 这个太上感应篇里面 他有一个故事 说呢 两个和尚 在庙里面 本来在谈论佛法 在谈论佛法的时候呢 这个护法神呢 通通过来拥护 这个气氛非常的良好 整个现场呢 十分的庄严 目术 可是佛法谈谈的 结果呢 谈到了这个 对于修道人的 对其他修道人的批评 等到了他一批评 这些其他修道人呢 那他的 这些护法人 通通就离开了 离开了就没有神了 要继续再讲 结果呢 修道人批评完了 就批评 这个国家政府 就开始呢 有一些 不好的言语出来 当大家有这些 不好的言语出来 结果呢 附近的这些恶鬼 鬼神啊 通通聚过来 对他吐口水 对他 对他 慢慢 对他踹脚 那他当然没感觉 可是呢 事后他 他就感觉很不舒服 所以啊 我们才知道说啊 人间私语啊 这个天文若雷啊 暗示七星 神目如电 人间一个动念啊 就好像呢 上天一个闪电一样 你是好的 坏的 就好像有那个感应啊 随时在上天感应 尤其是暗示七星的人啊 神目如电 那神明呢 看得更清楚 你哪逃得掉啊 你要逃去哪里啊 所以有的人 不相信因果报应啊 不相信神明的这种 鬼神之说啊 那么你不相信 是你的事情 你不相信 不代表你不会受因果报应 如果说你不相信 就可以不用受因果报应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没有所谓的这些 宗教团体了 不需要宗教团体 不需要这些神明了 我们也不需要讲 这些人生道理了 没有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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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连佛说的都已经否定了 佛都否定了 那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可以相信的呢 那么 事实上是这样吗 也不是这样 你不是 你不相信因果 你还是 得接受因果的报应 那么你还是得接受因果的报应 所以呢 当你在接受的时候 只有你感觉到痛楚了 感觉到不愉快了 感觉到生命了 有限了 那么 那个时候 你再来反悔 你再来相信 都已经太慢了 有的人不会慢了 但是呢 有的人也都已经太慢了 好 要等到下一次的轮回啊 那个觉悟的心啊 不晓得什么时候还会再起 那所以 为什么 这个道之宗旨 把今天地理神明 看得这么重要 放在这个前面这两句 这个说明啊 这个道 在我们生活之中啊 有三种关系啊 我们一定要分别清楚 第一个呢 就是 我们 我们自己 跟身心的关系 信心身 三者的关系 你要把它搞清楚 这个搞清楚 你必须呢 透过你的证悟 你必须透过你的修行 以及呢 你的这种六度 你才能够搞清楚 好 接下来我们讲到 课念作圣的问题 那个等一下再讲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你跟 这个 人跟人 人跟社会的关系 你要搞清楚 好 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 所以呢 社会之中 有各种人 各式各样的人的互动 这种人跟人的互动啊 你必须呢 清楚明白 而且呢 你要 尽职 做到 尽好你自己的本分 这个是人跟社会的关系 所以在社会上 我们讲什么 五轮 我们讲三纲 我们讲这个八德 这个为什么 儒家 特别重视这个 特别重视这个的原因是因为 整个人是群体的 我们说物以类聚啊 人以群分 人是因为群体而聚在一起 我们今天会组成这样一个国家 那么我们就是跟这个地方的人有缘 所以呢 来到这个国家 成为这个国家的人民 跟这个人民互相相 互相这个相处啊 有他的道理 有他的规则 我们说人世间的游戏规则 人跟人之间有一个道理在 那这个道理呢 还要能够弃理气机哦 你不是说呢 理通了 然后呢 这个其他就不用顾了 人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 先呼着情理法 那礼摆第一啊 那理通了 你在你在这个辅助于情哦 辅助于法 行理法三者不可便废 哦 这个是人跟社会的关系 那么我们会有单独的 这个条目啊 要来讲人跟社会的关系 第三个呢 是人跟自然的关系 自然 包括了这个天地鬼神 包括了这些万物 我们人 如何跟这些天地鬼神共处 如何跟万物共处 这个是呢 我们道之宗旨 告诉我们的 这个三个重点 哇 我们再 必须再附送一下 第一个是人跟心性的关系 第二个是人跟社会的关系 第三个是人跟自然的关系 那么今天地理神明 就是人跟自然的关系 道之宗旨 把这个摆在第一条 那表示呢 人在这个大自然之中啊 你还有看不到的这一面啊 你要去尊重他 你要去理尽他 看不到的鬼神 随时充斥着 我们的这个灵异节目 常常看得到 鬼神都在我们旁边啊 那么 鬼怕人 人怕鬼 那谁比较怕谁呢 按常理来讲的话 鬼应该更怕人才对啊 因为呢 人有阳气 鬼是纯阴气 鬼有七分怕人 人有三分怕鬼 所以我们应该是 人应该不要怕鬼才对啊 那么人会怕鬼是因为呢 你的心虚 你的这个耗人正气不足 你的这个人跟自然的关系啊 你没有协调好 我们说 人 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空间啊 科学家证明 有十一度的空间啊 这十一度的空间啊 就很像 佛法所说的十法界 再加上一层法界 十一度的空间 那问题是呢 这个空间怎么进去呢 空间人进不去 不晓得怎么进去 但是呢 人呢 常常在 各种巧妙的机缘之下 可以进入 某一种 某一种空间里面 譬如说 有一个人 有一个和尚 法造 法造禅师啊 有一天呢 到这个山里面去 去这个云游 结果呢 就来到了 文殊菩萨的会场 跟文殊菩萨 在那里 讲经说法 那么文殊菩萨 还教他念佛的方法 那当他要离开的时候啊 他把这个沿途啊 把这个路线记啊 下一次呢 还要再来 那文殊菩萨 是佛经里面的菩萨 他怎么会出现在人世间呢 那他可能也没想到这个问题 他只是想到说 希望能够再来找到 文殊菩萨 可是呢 当他走出来 这个 这一片竹林之后啊 他发觉到 往后一看 荒烟漫草 哪有什么法子 哪有什么寺庙啊 哪有什么 佛菩萨 没有啦 当他再走回去 要去找 那一间寺庙 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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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不见了 当然可以表示说了 他走入了另外一个空间去了 那这个空间呢 在我们科幻片里面啊 就 常常就演出来 这个无意间走入 那另外一个空间 那有可能 也会走入鬼的空间啊 那么听说这个鬼啊 都是下午的时候啊 是他们清晨了 所以下午四五点啊 鬼纷纷出来 那纷纷出来运动啊 纷纷出来上街啊 那跟人一样 但是呢 时间是跟我们颠倒了 所以呢 晚上为什么我常常会 听到有鬼 白天很少听到有鬼 那是因为 鬼的作息时间 刚好跟我们相反 时差不一样 那么科学家 没有办法 进入到那个空间 他只能够理论推理啊 现在的现存 有十一度空间的存在 但是呢 怎么进去 不知道 谁可以进去呢 在以前啊 这个印度教 印度教的修道人 的修行人啊 他们利用禅定的方式 可以进入 这些空间里面去 那么按照他们的讲法 这个空间啊 是无限度的空间啊 不是只有十一度啊 无限度的空间 但是呢 依照人的禅定能力啊 他可以 进到哪一个空间去 我们讲 我们上次 我们上次听到说 一个明星见性的人 他可以在死法界 这个来回自如啊 这个是 他的这个能力啊 他的这个禅定 甚深的功夫啊 那么印度教的修行人 他们确实能够进入到六道 然后呢 观看六道的 这个人的生活情况 所以他们出定之后 就告诉人 原来人有六道轮回 有天界 有所谓人 有阿修罗 有鬼 出生恶鬼 地狱等等啊 有这些六道的众生啊 这个六道众生呢 轮回不已 生生世世啊 那好了 印度教的人看到了 问题是 他们也进去了 进去之后呢 他们也可以回来了 他们又想到一个问题了 那么六道之外 还有没有空间啊 哦 他看到六道是 不断在轮回的 那么 怎么样可以超越六道轮回 这个是印度教 当时啊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所以当时的印度的 那个哲学啊 当时的印度的那个哲学啊 当时的思想啊 是非常高层次的 哦 印度的那种 学术的发展 事实上呢 当时是比中国还要高级 后来印度教呢 那出现一个人 这个人呢 我们都知道 那就是释迦摩尼佛 出现了这个人之后呢 他想要掺讨 人到底怎么样 跳脱六道轮回 哦 他遍访各这种印度教的 这些长老 想要学习啊 这个印度教的法门 他也可以进入六道轮回 他的禅定的功夫 也已经达到了 老师没有办法再教他了 可是呢 还是在六道轮回 他感觉到说呢 他自己一点 一点能力都没有 被六道的拘束住了 他想到他以后会做天神 可是呢 做完天神还要堕落 感觉到非常的痛苦 那么人世间都这样 我到底有没有办法 找到一个可以超越六道轮回的方法 为了解决六道轮回的问题 彻底解决人的生死的问题 他放弃了 陀罗门的学习 印度教的 所有的这些学习的仪轨 完全放弃了 因为呢 他在雪山苦行六年到七年 没有成就 其实成就已经很深了 在印度教来讲 但是呢 成就再深 没有办法超出六道轮回 那么等于没有成就 所以他当时立定的志向是 非常的高的 真的是下绝志 不把这个生死这件事情的 把它搞清楚 把它弄明白 那么 他绝对 不 不再 从这个菩提树下起来 他就坐在那里 禅定 做甚深的禅定 然后思维 整个人生宇宙的道理 为什么会有宇宙 为什么会有这个人 为什么会有这些万物 还有这些三合大地 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 那么 听说呢 他在打坐的时候 已经 就是做到了 没有力气了 因为打坐期间完全没有进食 他起来 想说要去喝一口水 结果呢 整个人都 没有办法附和 整个人没有办法站起来 要弯下去 喝水的时候 就倒在 喝水旁边了 那么听说 有一个牧羊女 刚好 从那里经过 看到一个沙门 已经瘦的皮包骨 好像昆倒在那里 那么他就拿 他的这个羊奶 给这个释迦牟尼佛喝 就是 在喝下那一口羊奶 释迦牟尼佛 才若有所悟 他在整个 整个身心灵的 那种激转 突然就活落起来 因为饿太久了 有了这一瓶牛奶的滋润 哇 整个机能就活起来了 而且呢 他在喝那个羊奶的时候 看到那个牧羊女的眼神 是多么样的慈悲 牧羊女真的是 一种人世间最美的 那种慈光 在光怀着他 就好像他以前看到他 他的这个阿姨 看到他们这些 真的关心他们这些侍女 这些仆人 他们那种眼神一样 他发觉到说 人世间有一种 非常可爱的眼神 非常可敬的眼神 那种眼神呢 是不会消失的 那种眼神呢 是每一个人都有的 只要是人 都有那一份慈想的光 他就是从 透过牧羊女 那种眼神的光啊 了解到 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慈光 那么他就若有守物啊 非常感谢 这个牧羊女 这一 这一品的养奶 那回去之后 又坐在菩提树下 开始去参入 那个牧羊女 眼神的那个慈光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他会有 这么样 安详 那一份 那一份充容 那一份自在 那一份美善的 那一种慈光呢 就在那一天 晚上的时候 发觉到说 这个整个夜空啊 非常的安静 然后呢 这个星辰点点啊 这个星辰点点啊 不断的闪烁 来这个视线的 这种夜色之美 他也是遥望到 这个星辰的那份光辉 呼应到 牧羊女 那个眼神的光辉 结果呢 他就开悟了 那就是这样开悟了 那你说他到底悟什么 用常人的 的知识啊 用常人的智慧啊 大概也没办法了解 他到底是悟到什么 但是呢 我们可以知道 一定有一个 永恒的东西 让他看到了 那这个永恒的东西呢 他不会因为 时空的变化而变化 也不会因为肉体的不同而不同 有一个永恒的东西在 在哪里 在生命里面 生命在哪里 生命在花草之中 在树木里 在大地上 在土壤 在粪便 在众生里面 每一个角落 每一处 他都具有生命的力量 一切上的大地 都是这么样的 活灵 活现 所以他看到了 那个永恒的光 跟星辰的光 还有牧羊女的那个光 想到人 人类的那份光 还有了整个 山河大地 整个天地的那份光 他就开悟了 你看我们每天 晚上的时候 都有灯光 灯光还非常的亮 我们每天都需要灯光 我们每天看着灯光 为什么我们就不开悟呢 我们没有办法开悟 为什么 释迦摩尼佛 却开悟了 开悟之后 他讲了那句话 那真的是 充满了智慧 奇哉奇哉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智慧得相 只因妄想 知所不能正德 众生都有那个 如来智慧得相 所以他看到这个 那一份光 证实到 人的那一份自信 是圆满 是 是充足的 跟六十五位能形容的 一模一样 每一个人都有那一份 这个 智慧得相 智慧圆满 得相 圆满 相貌 圆满 所以佛 被画出来 那个相貌是圆满的 他的德性呢 是周遍一切 万物 他智慧呢 了解到整个宇宙的 这种生成变化 来龙去脉 都已经具足了 所以他成佛了 那么他视线成佛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就是说人 经过这样的努力 一定可以成佛 我们可以成佛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本来是佛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 要告诉我们的 如果说我们本来 不是佛 而慢慢去努力 去成佛 那么呢 这个路呢 永远 也达不到啊 但是呢 如果你本来是佛 你慢慢努力去达 达到 那你一定可以达得到 这是释迦牟尼佛 所视线成佛 要告诉我们 那就好像我们回家 我们知道 我们那里有一个家 只要呢 我用往家的方向 好好走 一步一步走 慢慢的接近家 一定的终于走到家 回归到本来的面目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 你根本不知道 你的家在哪里啊 你要往哪里走 所以这个就是众生 他没有办法了解到 这个 仙佛菩萨 圣贤人的旨意的地方 圣贤人 仙佛菩萨告诉我们 你要的家就在那里 你只要往这个方向走 跟着 仙佛的路去走 那就对了 那仙佛的路呢 对人来讲啊 是充满规矩啊 充满拘束啊 所以人不愿意走 但是有心的人 四父引进门 修行在个人 你只要按照四父的路 去走 一步一脚印 一定能够成功 这个是佛陀 他给我们视线啊 一个最好的 那种典范 我们说学为人师 行为示范 学 就要学 学到人师的 那么样子 也就是说 你有办法指导人 你有办法领导人 你有办法带领 这些迷茫的众生啊 违规到本来面目 这个才是人师啊 现代人 号称为师 自己称自己为老师 那么他有没有办法 帮助我们在自信上解脱 在智慧上 德性上圆满 没有办法的话 那么他只是一般熟人的师啊 他只是知识技能上的师 他不是民师啊 今天我们要找的是一个民师 告诉我们 怎么样 这个跳开 这种六道沦违的束缚 怎么样超越生死的 这样的一个拘束 我要回家 我要成佛 我要变成我原来的样子 所以 人跟自然的关系 这个也可以说是 这个我们说 如来禅啊 如来禅 就是呢 透过这种关系啊 印证到 人跟天 人跟这种 无限的 人是有限的 跟无限的 这种接洽起来的 那一种通的感觉 非常重要 人需要 无限的支持啊 那种支持 源源不绝 在我的 修道的力神 我需要这样的力量来支持我 那种力量 你要通 那你就是要怎样 进天地理神明 你要把你的这个 成敬的心拿出来 一分成敬得一分利益啊 十分成敬得十分利益啊 所以啊 对于老师的教育 你要听话 在明师的面前 我们什么都不是 我们只能够对明师说 是的 老师 老师教你怎么做 你就跟着怎么做 是的 老师 你没有任何疑问 没有任何反驳 就像因为一样 不悔如语啊 看起来呆呆的 可是呢 永远不会违背老师的意思 老师怎么说 他就怎么做 结果呢 言回成圣 言回回归本来面目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修道人啊 就是没有言回这种根性 也不是上智 也不是下雨啊 下雨的人啊 他也没有疑问啊 没有疑问 他好教啊 只要老师教他怎么做 他就 他就用功的做 好好做 努力做 他也会 达到 跟上智一样的目标 最麻烦的就是 中间这个人 也不是上智 也不是下雨 中等阶级的人 中等程度的人 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就是你我 就是在 在我们人世间的这些人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怀疑特别多 妄想分别执着特别多 那么佛出世间 就是要告诉各种方法 帮助这些人 把他们的妄想分别执着 通通放掉 那个智慧 这个 德能 还有相好 本来具处的 只因了妄想执着 不能够正德 妄想执着 放掉了 你就正德了 所以修道 在学什么 学放下 放下的功夫越深 你得了禅地就越深 你的智慧也就越明朗 我们说见性 你见性的功夫呢 就正一德 见一德法 正一分的法身 破一品的无名 修道在修这个 修道没有在比 你是典顿师 你是讲师 你是自身 你是之前 你度多少人 你没有度多少人 不是在比这个 你的庙有多大 道经有多少 这个呢 都只是表象的功夫啊 我们以前 可以说 在老千人 那个时代 大德德 还注释的时候 那么呢 你办道成道 只要你用心办 好好的办 你可以成道 现在呢 不行了 大德者已经不在了 我们得不到 批印了 我们必须自己来啊 自己来就是 让自己成为 大德者啊 你不让自己 成为大德者 你的修行功夫 不圆满 你光在搞 这些外在的功夫 你内在不圆满 你永远也没有办法 超越六道轮位 你的德能 没有办法 具足 我们说 像好 你看像好 释迦摩尼佛 开悟之后 他还要修一百节 的像好 你看佛陀的像这么圆满 他还要特地去修像好 为什么 因为像好可以吸引人 人家看到佛菩萨的像 都是这么样圆满 这么样庄严 这么样好看 他也想学习这样子 他也会被 佛像所吸引 所以呢 我们说 大貌 黯然 这句成语啊 是因为这个人 修行 是很有德性 修行有功夫 他才会 大貌 黯然 修行没有功夫 看到他 病激奄奄 看到他这个脸色轻黄 我们哪里看了 他出他有什么道气呢 修行好的人 他自然表现在外 就是他的像好 你看观圣地君的像 为什么会这么特别 佛菩萨的像 都是很特别 那今天我们在修行人上 在拜扬道长上 有没有看过这种 那么相貌特别的人 很少 那是因为 真正下功夫的人 不多 下功夫的人 不多 那么 显现在外的 你当然是一些 这个脾气毛病 是冤金在主的 千禅 所以 在我们 道卿之中 虽然我们 都是民私之徒 可是呢 我们受到冤金在主的 这种 拘束 摧残 折磨 那是很多很多 用尽了各种方法 也没有办法消除 求神 拜佛 甚至老师 清零 结交 都没有办法解决 那是为什么 因为你 跟那个无限的 还没有通 你看 人为什么会跟神 那么疏远 就是因为 你没有通 你要常常通 人跟人之间 有所谓的过节 有所谓的不了解 那都是因为 没有通 就产生了怀疑 产生了疏离感 如果说 你常常去拜访他 常常去跟他 谈天 聊天 常常去跟他沟通 那么你不就通了吗 你们两个人 怎么会有问题呢 彼此都很熟了嘛 那么你为什么 不跟民师 跟佛 常常沟通呢 找神聊天啊 找圣贤人聊天啊 那么你常常通 你就可以 圣贤人是无限的 你就可以跟无限的 相通了嘛 一个人 有那个无限的 在支持你啊 那这个人啊 就已经通了 因为他 本身也是有无限 他本身 那个内在的神性 已经被启发了 所以呢 他可以回归到 本来的面目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不是特别去找方法 明师在在告诉我们 明师没有传到给我们 到本来是我自己就有了 我本来是圆满 是居属的 是美善的 但是呢 我因为我的妄想分别之所 把我的那份圆满美善 给障碍住了 我没有办法找神来沟通 因为呢 那个通通不过去 有障碍 有障碍 你必须呢 想办法把它疏通 所以今天 理神明就是要想办法疏通 回归到这种 神性的那一面 所以我们不是往外理神明 要往内理神明啊 内在的那一份 妄想分别之所 那个才是真正的障碍啊 外面的那个障碍 外面的那个石头 那不是真的障碍啊 那只是眼前的 那只是虚妄的 那 只是把你吓到而已啦 你不要被他所吓到了 因为他本身是虚妄的 那么你怎么会被虚妄的东西给吓到了 那是不可理喻啊 那你是没有智慧 所以我们今天怎么办 今天地理神明 从爱国宗士校父母 众师尊来做起 你每天这样通 每天在做疏通这种事情 做不通了 找老人聊天 老人不是年纪大的人啊 当然我们在道场 有前辈们可以跟我们指导 修行很好的前辈 但是呢 你也不可能上场去找前辈啊 那么你要怎么样去找老人沟通啊 圣人的经典 你看六祖谈经 你看这个道之宗旨 老师的经训 先佛的训文 都在教我们 怎么样可以疏通 找到那个无限的 那个神性 当你找到了 你要赶快去通啊 赶快去悟啊 赶快去打通那个关节 不要再死在属无桶里面 不要再把别人的垃圾 装在自己的心里面 不要再在意对方的批评指教了 不要在意了 人世间的这些纠葛 人世间的这种人生问题啊 已经不是我们的障碍了 我们的障碍在里面 我们的障碍在妄想 在分别 在执着 这些无名的烦恼 才是我们最大的障碍 所以你在烦恼什么 烦恼事业 烦恼这个经济生活 烦恼小孩子 不听话 烦恼老年人多病 烦恼自己的身体 不行啊 你烦恼这些做什么 这些都只是一种过程而已啊 这些过程是帮助你疏通 找到你内在那个神性 让你呢 能够呢 赶快 放下这些妄想之所 让你 真正能够一念不生 一念不生 所做出来的那个动作 就是真正的理神明的动作 你一念不生 你对待人 没有是非对坐 没有是非人我 你看人都是佛 看动物也是佛 看这些伤恶大地都是佛 都是道的化现 这个才是理神明啊 但是呢 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 通到这种境界 了悟到这种境界 所以我们透过 供花 供水 供茶 供果 透过这个佛堂 透过这些西安佛的 神形象 来告诫我们自己 但是当你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你要清楚楚的了解 这一切都是表法的作用 这一切都是为了表法 都是为了找到我的神性 让我的神明起来 这些表法就是理 理呢 透过外在的理 了解到里面的理 里面的理 就是一念不生 我们说君子人物啊 一个君子人物啊 他的起心动念都是善的 他才有资格做君子 但是呢 君子还达不到贤人的标准 贤人呢 是起心动念都很少了 没有什么起心动念 到了圣人呢 是一念不生啊 发而重结 那是圣人的标准 我们要达到的是圆满的 是圣人的标准 但是呢 我们看看我们教堂 被称为君子的都很少了 何况还是圣贤人 顶多人 听到人家称为善人 好人 不错的人 真正的称赞这个人 这个人是一个君子 哇 这个就已经不简单了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 智慧得能 像好 比不上古人 渐渐的这些都失去了 甚至我们外在的这个肉体 也都失去了那一份 那一份自在 那一份那种 从容 古时候的人这么魁梧 这么强壮 高大 对于各种的打击 都能够耐得住 你看观光那个时代 那些人为什么都长得那么魁梧 那就是因为他们智慧得能 具足啊 所以像好 像好是因为智慧得能 产生的 那所以我今天也告诫我自己 今天我的身体 为什么毛病那么多 因为呢 我的智慧得能还没有通 我没有找到那个神 名的部分 我还没有一直 来找神明沟通 要常常来找 常常来找 这个方法是很多 上山的路有很多条 可是的目标都是一个 所以我们 常常建议说 一门深入 你就在一个方法上 一条路上好好地走 好好地去通 那你就可以找到生命了 那譬如说 你就喜欢 喜欢礼佛 那你就礼佛 用礼佛这个功夫 喜欢念佛 念佛最 现在是最热门的 可是我们道场 并没有强调念佛 我们道场也有念佛这个功夫 我们也可以唱三歌 每天唱三歌 跟先佛 这个心灵 交感 我们可以看经书 我们可以扫地 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 我们可以存着这种不识的心 去指挥交通 去做主菜的工作 在在世事 通通可以 找到你内在的生命 问题是 你有没有放下 这个是重点 你到底放下了没有 那个无名 那个妄想 那个分别之所 那个你放下了没有 这个是今天我们说 道之宗旨的 这个三个方向 我们要 要必须要 下功夫的地方 在自然上 在社会上 在这个身心上 道之宗旨通通告诉我们 应该怎么做 只要我们照了 道之宗旨的指示来做 那么我们就可以回归 此事呢 必须从信中做起 这个是六祖禅经 里面的一段话 此事 是什么事呢 生死大事 我们昨天 讲到释迦牟尼佛 放下他的支箭 放下他在 他在 佛罗门教 所学习的一切 放下他的 妄想 分别执着 阅读民心 然后呢 他就看到了 一个永恒的生命 那么 他超越了生死 所以呢 六祖禅经这句话 他告诉我们 此事必须从信中做起 所以我们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必须呢 从自信里面流露 所以我们讲 敬天地 理神明 要回过头来访问自己 敬天地 敬什么天地 敬什么神明 原来呢 这个都是从自信启发的 也就是说 天地是我的良知本性 神明也是我的良知本性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了解世界 因为世界就在我的心中 我不需要去探讨宇宙 宇宙就在我的内心 我要了解到 我的内心的世界 只要你找到那个核心点 只要你找到那个方向 那么 你就可以拥有 这些逍遥 自在 亲近的本体 你就可以天地 其皆归 那这件事情呢 只有民师可以告诉我们 只有圣人可以 告诉我们 这件事情呢 福不能救 你不能够用福报 来希望呢 来改变这种事实 不希望 你不希望呢 用福报呢 来跳脱你 想要跳脱的生死沦为 你在做 做再多的好事 慈善事业 救济的事业 但是呢 如果你是在修福德 没有办法帮助你 超生了死 超生了死是 信德的大事 那信德是本质具足 所以你要往内追寻 所以呢 就 救度了 这个 救济的事业 慈善的事业 那是往外去 帮助 一些苦难的众生 那这个是 必然的 动作 但是呢 从这个动作之中 我们要了解 我们外在的 这些苦难 并不是 从外在发生的 而是从我内在 发生的 这个内在发生的 也是因为 我们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这个观念呢 我们要牢牢记清楚 今天呢 哪一个国家发生动乱呢 是我的身体的某一个区域 发炎了 生病了 你必须去安抚它 现在呢 全球的冰 渐渐软化 融化掉了 那冰快要没有了 冰没有了 海水 就要上升了 看了2012年 这部片啊 那么感觉上呢 没有想象的这么样震撼 但是呢 他无非要告诉我们 那就是呢 整个海水啊 上升啊 沿沫道 连喜马拉雅山 连青康藏高原 西藏那个地方都淹水 那么淹水 这个 为什么淹水 因为火山爆发 引发了地震 引发了海啸 那个狂啸的力量呢 造成了整个地球都淹水 那么我们在看这些灾难片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知道 灾难是从自信中发起的 自信的无名 自信本来会不是无名的 那么自信呢 被心所蒙蔽了 心呢 被五一六成给蒙蔽了 五一六成来沾染世间的这些 贪真 痴爱 结果呢 两种力量加工之下 内外相失了 结果就引发了整个连锁效应 所以今天 我们的政治家 科学家在解决世界灾难的时候 我们直接修道人 我们也必须极其呼吁 每一个人回归良知本性 每一个人呢 回归到他自己本来的 这个本分 安分守己 人人各尽其子 各私其道 那这个呢 才是解决世界灾难的主要做法 每一个人现在呢 我们电视上看得到了 每一个人都想一戏自负 每一个人呢 都不愿意好好的 一步一脚印来工作 那么抢银行的 偷骗拐诈 尤其是诈骗集团 无所不用其其 把老人家的一生的积蓄 统统骗光 那么他们把这些积蓄骗光 他们毫无羞耻心可言 也没有什么叫做同理心 如果说 他感受到 那个他骗的人是他的父母 那他会怎么想 骗的人是他自己的老年生活 那他会怎么想 都没有办法将心比心 所以这是自私自利 所造成的整个世界的灾难 那么现在自私自利的 不是说那些坏人 才是自私自利 我们每一个生活在 现实生活中的人 都是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说福不能救 大家都想要追求福报 千六二彩的 球名牌的 一大堆 那么追求时尚了 高奢华 产品的 投资 理财的 都特别多 没有一个人知道 这些钱到底从哪里来的 这些钱 到底是不是 我这样去 照他的方法 就可以去求来了 没有人 没有人去探导 只有真正明了的人 明理的人 那明理的人会是谁啊 修道人 可是修道人也有很多不明理的 没有错 所以呢 一定要修行 要有所证悟 只是必须从信中做起 你必须要了解良知本性 良知本性 在道之宗旨告诉我们 你要从今天地理声明 爱国宗旨做起 我们今天要讲爱国宗旨 进入到爱国宗旨 就已经进入到人跟社会的关系 大家还记得 道之宗旨所讲的三个范围 人跟自然的关系 人跟社会的关系 还有呢 人跟心性的关系 这三个圆满了 我们自然就回天了 简简单单的21句话 我们能够做到 其实呢 而一善而全全福音 你只要做到一件事情 你就可以圆满其他事情 那做到的根本呢 你要知道 明知意识点在哪里 你的良知本性在哪里 你的良知本性 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今天你如果了解 你不会再让自私自利 充满你的生活 充满你的这些言语动作 你不会再让你的 这些贪生自慢 继续弥漫在我们的周遭 所以大家呢 要好好地来思索这件事情 廖主会能教人 这个五分 自信五分 法身香 找这个香 来忏悔 赞其前前 悔及后过 忏悔 以前我们都不晓得 这样的道理 从今天以后 我所做错的 我不再 我不再反 我是不二过 真正的不二过 那么你可以 找到你内在的核心 找到了你的自信弥陀 自信净土 也就是说我们自信的弥勒 我们迷失这一点 我们有这个祖师的加持 有弥勒祖师 的一个庇佑 所以呢 我们的力量不够 没关系 还有一个势力 可以来给我们担当 但是势力的加持 要看你自己的力量 你自己的力量一定要起来 那么势力才有办法 完全得到 得到加持 你看那个太阳光 普遍地照在大地上 但是呢 我如果用一个放大镜 把太阳光聚焦 我就可以把太阳光 变成火 燃烧起各种 紫草 各种 这种干燥的 树木 我就可以燃烧起火焰 那么我如果用太阳能板 我就可以把太阳能 变成电力 变成我们现在生活上的这种能源 那么同样是太阳 普遍照在大地 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把太阳变成火 有的人把太阳变成能源 那么这个就是呢 你对于太阳的那一份 那一份用心 那一份诚心敬意 我们如果把太阳光比喻成天恩施德 那么你对于天恩施德 你有没有那个 可以可以像放大镜一样聚焦的心呢 像太阳能板一样吸收的这个力量呢 当你的心完全敞开了 完全接受阳光的普照 那么你可以把这个阳光聚焦起来 燃烧起你的生命的火焰 形成一个能源 这个能源循环不已 绵绵若勤 用之不解 这个是我们自信 自己朗性的一个能量 跟祖师大德 这样的一个的那种心量 心心相应 交融在其中 这样的一个交融 让我们呢 有更大的智慧 更大的能量 来改变这个世间 成为世界大同 所以我们今天讲 爱国宗事 我们希望呢 爱国最终极的目标 就是世界太平 世界大同 考老夫子没有做到 观山帝君没有做到 但是到了今天 白养祖师 来点道 我们这些白养使命的 这个天使 我们要帮助组织大德 来完成这件事情 完成这件事情要怎么做 要从自己做起 绝对是要从自信中做起 你不了解你的自信 你没有办法去帮助别人 我们说悟后起修啊 你都没有悟了 怎么修 别说修了 你想要做一个 帮助别人 你都不可能 所以悟后起修这件事情 我们 白养的修士啊 要非常清楚 非常了解 今天 没有人像我们这么幸运 得到明世医子 得到宝贵的三宝 明世医子 还教你呢 这个口诀 还教你合同 这个三位一体的 这样的一个修行方式啊 让我们直操礼天啊 直接呢 跟这个 弥勒祖师啊 这个 血乳交融 照理讲 我们应该 可以跟弥勒的净土 互动生息才对 我们可以来去自如 我们可以生死自在 因为我们得了道 我们知道 那个道 要怎么走 这个是我们今天得到的宝贵 如果说 今天我们 得到这样的讯息 可是呢 还没有 知道明世这一时的宝贵 那你就是 太可惜了 你撕起了 千载的好机会 这个机会呢 稍纵即逝 今天我们讲爱国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国是什么 国的基本单位 是家 那家的基本单位呢 是人 那人 主要谁在操控呢 是心在操控 所以爱国 你必须呢 从你的内心发起 爱国不是面对政府 面对公务人员 面对这些坏债的这一切 不是 不是这样子 爱国要 真正的从自己爱起 你洁生志好 你品格高超 你这个国家呢 人民讲 讲 手里 讲法 这国家自然就上轨道了 所谓国亲风雨顺 官亲百姓安 妻贤夫嫂获 子孝母心宽 这句话呢 是非常有道理 那国家呢 这个风调雨顺 是什么原因 是每一个人都上轨道 尤其是国家的 这个政府领导 都上轨道 那风调雨顺 所以当时 周文王在世的时候 国家发生地震 发生地震啊 这个人民啊 就这个恐慌啊 天文官啊 赶快来报告文王啊 国家发生地震啊 大王啊 必须要有所作为 那周文王问啊 到底要怎么做啊 那天文官也不晓得 那天文官也不晓得要怎么做 看来啊 要把这个城墙加高 把他城墙啊 这个 这个 加厚啊 地基让他稳固一点 那尤其是 那尤其是皇宫啊 要加强地基的稳固啊 这个天文官这么建议啊 周文王听了呢 闭着眼睛也不讲话 那么后来 周文王他怎么做呢 他 这个 他就呢 大赦天下 暂时呢 不理国政 也就是说 休息啊 休息 三个礼拜 那他 他这段期间呢 由宰官来负责国家的事情 他自己 躲在这个房间里面 闭门在房间里面 向天地祈祷 所有的 这个天灾地变 都是我周文王一个人引起的 那么我今天 一定有什么错 所以呢 会造成天地的震怒 那希望我的忏悔 能够得到上帝的饶恕 他栽见墨浴 在那里静坐思过 祈祷上昌 忏悔磕头 在我们现代人想起来 这迷信啊 这是迷信啊 上周那个时代 对于迷信这件事情 用我们现代科学观念来讲 是非常的迷信 是非常的迷信 尤其 他的这个闭关自首 自信啊 三个礼拜 出来之后 他告诉文武百官 他说啊 面对天灾地变的方式 我就是我就是用我这种方式来面对 我希望天灾地变 加在我的身上 不要加在我的子民的身上 这是周文王 圣人 他也是圣王 那么周朝有这样的开国君主 所以周朝呢 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一个国家 而且很有诡计的一个国家 毕竟在圣人的德之下 那么周朝呢 可以延续到八百多年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武王 还有一个周公 你看 这一家子出了三个圣人来治理国家 这个国家呢 哪有不兴旺的道理 那么我们知道 可是呢 我们已经达不到这样的标准 我们没有办法要求 我们这些做现场的 做市场 乡镇长的 发生天灾地变的时候 闭门思过 畅尾 但是呢 我们今天自己 要闭门思过 要忏悔 虽然说 我一个人 不一定是 就是引起整个世界的灾难 但是呢 世界的灾难 绝对跟你有 连带的关系 每一个人都逃不过 都赖不掉 一定跟你有关系 如果你跟你没有关系的话 你不会在这个世间 所以现在 这个 暖冬来了 冬天也不冷了 可是这几天又很冷了 寒流来了 天气又变冷了 那么但是呢 科学家说啊 我们这个 最近这十年的天气啊 它的热的程度啊 比以往 比以往的这种年代啊 都还要热 那所以整个天气气候异常 那这个 这个时候呢 科学家呢 纷纷报道 这些现象 那他们有没有提出解决之道呢 他们也有他们的解决之道 只是呢 他们的解决之道啊 怕有一点缓不济机 因为他们的这个计划呢 都太大 而且呢 工程的太遥远 浩大又遥远 譬如说 在水面上 培养这些藻类 在海面培养这些藻类 那藻类能行光合作用 能够吸收更多的碳 吐出更多的氧化碳 吸入更多的氧化碳 吐出更多的氧气 这个是 这个多大的工程啊 或者是说呢 把这个太阳能板啊 射到太空去 让太阳光啊 这个反射 它的光啊 不要直接照到地球 这么强照到地球 将一些光呢 反射到宇宙去 你看这是多大的工程啊 所以他们提出 提出来了 虽然是 好像有这么一个道理 但是呢 实际要做啊 那是非常的浩瀚 所以说有一点缓不济急 那么 政治家 他们最近 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开会 提出呢 节能减碳 的方案 结果呢 好像不了了之啊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各国啊 为了自身利益的考量 他们没有办法节能减碳 他们必须依赖更多的能源 那依赖更多能源 当然就得产生更多的碳排放量 哦 所以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国家的考量 所以基本上这个会议啊 是没有成功的 那么 为首的两个国家 美国 跟中国 那么这两个大国家 他们纷纷没有同意 没有签 签这个合同 那所以 你看 这些国家 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 哪里懂得 什么叫生命共同体呢 他为什么要拿钱 来帮助这些弱小的国家呢 想一想啊 这的确是一个 很难下决定的 我因为我是大国 那么所以 我必须拿钱来帮助你小国 但是呢 每一个国家都要钱 现在能够出钱的 就是那几个国家而已 所以呢 你看谁愿意呢 各国基于 个人 国民的考量 没有人愿意 那所以 这种会议啊 变成说 只是直上谈病啊 也没有办法解决 这个 气候暖暴的问题 那么我们 如果说 回归到我们自己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来帮助这个世间人呢 后学一直在强调 每一个人 只要呢 回归本位 那就好了 整个世间就会改观了 回归本位是什么 回归到你应进者 进者的义务 你做父亲 做我父亲的角色 做儿子 做儿子的角色 那你做学生 做老师 做老板 做员工 你就做好你的角色 做好角色 尽好你的义务 那么让整个五轮的秩序啊 这样运转不 不不不 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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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整个人的 这种秩序运转了 天地就运转了 天地的秩序就运转了 天地秩序运转了 整个宇宙的秩序就运转了 就不会有这么样 这个气候异常的现象了 所以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可以达成的 这必须靠靠什么呢 靠道的力量 所谓天下逆源之以道 必须靠道的力量 每一个人都在他的生活上啊 注意到他的这个言行举止 那我们今天讲到爱国中士 尤其是爱国中士 我们不要再批评政府了 你看我们每天的政论节目 每天都在批评政府 美其民事监督政府啊 建议政府啊 但是呢 这些民嘴啊 每天都在批评 那么他们这种批评的声音啊 增加了人民对于政府的仇视 对于整个社会的不安的观感 那么所以呢 这个人心啊 越来越晃动 那世界呢 越来越不安 跟这个媒体啊 有绝对的关系 所以我们都知道 媒体的从业人员啊 如果说有智慧的人 你不要去从事媒体的从业人员 今天你散播出一个 负面的消息出来 你没有得到人心的那种 教化作用 而扭曲了整个人心的价值 结果呢 人心呢 可能因此受到波动 受到呢 这个打击 或者是呢 受到恶命的 的那种教化 那这个责任是谁造成的 媒体所造成的 所以媒体工作人员 要不要负责这个因果呢 当然责无旁贷啊 那所以 今天如果 有志之士 他是媒体的工作者 他又是修道人 那么他所应该报导的 是这些正面的 光明的 有能量的 有正向能量的这些 讯息啊 给民众 这样才是真正的爱国 你今天不是啊 今天每天都在报那种 车祸的 自杀的 这种八卦的 这种政治口水的 攻击来攻击去 每天都在报这个 国家怎么会不乱呢 以前的人 没有电视可以看 没有新闻可以看 没有这个广播可以听啊 他还可以啊 老死不相往来啊 你看所以 你看老子 他所提上的 整个国家的制度 就是老死不相往来 是最好的制度 他说自大国 若彭小仙啊 治理大的国家 好像在监狱一样 那么简单 这种道理啊 复杂的事情 要用简单的原理来处理 这个事情啊 需要智慧啊 需要智慧 需要人的良知 本性 付诸在其中啊 所以 爱国啊 谈到国家 谈到家 谈到人 你人做好了 家就顺畅了 家做好了 国家就顺畅了 所以爱国 是把人做好 我们一些公务人员 他里面也有不孝之徒 但是呢 只要他不影响 整个政府的运作 那么 机能还算正常 那么这些不孝人员 他还是会继续 作恶下去 那这些人呢 就应该受过 适当的教育 如果他在 这个 生活之中啊 得到这一点 圣人的讯息啊 那么他在他的神为 行为上啊 就会有所改 改进 当他回到工作岗位 善尽其耻的时候 他要恢复正常了 那么 这个身体发炎的 现象已经没有了 那么不只是公务人员啊 整个百业都是这样子啊 制农工商都是这样子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 这个大学所讲的 治国平天下 那么治国平天下 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爱国宗事 爱国宗事 更是两个道理 所以呢 我们把它分开来讲 那么国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 一个范围 你看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国家 我们可以在这里生活吗 没有办法 我们才可以 可以在这里学习吗 也没有办法 你看没有国家的人 到处被赶来赶去 我们这次去泰国 中泰的边境 就有这么一群人 没有国家 在泰国的边境 人家也不承认他 所以他的生活自生自灭 那么听说吉普赛 吉普赛人四处流浪 没有国家 以色列要建国 好不容易建了一个国家 四方面的邻居啊 到处来跟他打击 互相来对抗 你看有一个国家 这么难 没有国家呢 你哪有 哪有办法在这里生存 所以我们感谢国家 你看我们国家 这个医疗体系这么健全 福利制度这么好 整个社会制度呢 都还可以运行不做 不畅 运行畅行 那么我们 第一个就是要感谢国家 以前呢 这个感谢天地君亲师 这个君呢 就代表国家 所以天地之后啊 就是 接下来就是要感谢国家 没有国家呢 我们绝对不可能 我们绝对不可能 好好的修行 好好的来 来悟道 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说你这个天高皇帝 国家的事我不管 政治的事我不管 你不管没关系啊 可是呢 你要爱国家 因为国家护着你 你才有办法在这里 天高皇帝远 做你的事情 没有那么简单 你如果说是一个义主入侵 你有办法 好好的 在这里 休学吗 你刚台湾是受过日本人的统治的 那日本人对于台湾的居民 他有那么让 让你那么轻松过活吗 你可以想见到啊 一个一个人 他多么需要一个国 一个国一个家 来保护他 那么国家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天地君亲 是第一个就要感谢国家 那今天呢 我们必须讲 对于这个爱国这件事情呢 好像只是停留在 我们历史上记载的 这些忠君爱国的人的身上 我们历史 看到很多啊 很多忠君爱国的 这些臣子啊 有的被杀了 有的呢 不得好死 有的下场凄惨 好像都只停留在这个方面 那么他们做出他们的 本分 至于他们的果报呢 自然有 有这个 历史啊 会还给他们 一个公礼 你看屈原 屈原是 最终的啊 最爱国的啦 屈原啊 这个下场凄惨 头和自杀 但是呢 现代人 在纪念屈原 还因为他呢 有一个端午节 岳飞 岳飞也是 下场很凄惨 被 被诛杀啊 甚至呢 可能连家族都不保 他的儿子也跟着他死 但是 后来呢 他的攻击啊 被贫富了 他的公民呢 也被追回来了 大家在来肯定 岳飞的功劳 这是爱国 但是呢 我们今天 我们不要谈的那么高远 也不要谈的 这么样深哦 爱国的道理啊 其实在我们现在 就必须做出来 而且呢 我们现在就做得到 你看现在 媒体报导 有很多人 因为没有工作做 然后去偷 国家的电线 半夜里啊 去把国家的电线 这个乡镇的那个 电线啊 把它剪断 电纜把它剪断 偷偷了拿去变卖 还有去变卖那种 交通耗制的 哦 交通指标的 那交通指标 那是铁座的 都还可以 卖钱 那他们为了卖了 这些钱 而损害这么多人的利益 这个是呢 相当的不爱国 哦 你要知道 你爱国是要从 爱人做起 人民才在组成国家 那你不爱 你不爱人 你怎么可能会爱国呢 所以这些人 是被列为不爱国 在我们这个 现在啊 作奸犯科的 这些人 偷拐欺诈了 这些人都是属于不爱国 那他们偷了这些政府的东西啊 政府的钱怎么来 人民的税收来 所以呢 事实上呢 他欠的人是谁 他欠的人是人民 一个人偷了政府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 他欠了全国人民的债 只有全国人民 全部的债都已经还清了 他才算是把这张这个债了解 不然呢 他生生世世都得投胎轮回来还这笔债 全国人民都认为可以了 他已经还清了 他这个因果才可以了 愚痴之志 所以为什么说 君子乐得做君子 小人冤枉做小人 君子是不会去偷人家的东西的 君子不会去不爱人不爱国的 他悠悠哉哉的做他的君子 每天的尽其本分 尽其职务 然后呢 做好他在这一生应该做的角色 那君子做得很自在 那小人他本来不要就 不是要做小人 他只是迷糊 他迷了 他没有像君子这么迷离 他迷了 然后证为说呢 去偷 去抢 去欺骗 就可以得到生活的资料 所以呢 他用这些方法来得到了 他的生活资料 造成更多的果报 你看这是不是很冤枉 还被人家说成是小人 犯罪集团 而且你所造的因果 无量无边 你要还 还还不清 哪有人这么傻 世间的人 如果都能够了解这个道理 那么世间没有不爱国的 没有不爱家的 没有不爱人的 大家都是不清楚 不了解 或者是说 有的时候清楚 有时候不清楚 是 好像信善又信恶 可善又可恶 有时候是信恶 有时候是信善 那到底我们的信是善还是恶 跟各位讲 在我们的这些学者之中 认为说信善信恶 可善可恶 等等的说法 不一而主 国内 古今中外 国内外 通通都有人在讲这个 但是这个 这一点 我们要认清楚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 那就是 人性本善这个事实 人性本善这个性 是我们的良知本性 我们本来的佛性 我们的自性 但它是本善的 所以我们本来的面目 是像先佛菩萨 像圣人一样 遥顺信也 我们本来就是遥顺的信 众生必定成佛 众生之所以会成为众生 是因为 它是从佛变成众生的 那所以呢 我们了解到这个 我们必须透过教化的道理 把这样的一个道 交给世间人 让他明理 让他开悟 让他知道 人性本善 这个性呢 是我们的良知本性 所以孟子里面 他做了很多种的比喻 你看你 你去 人家说你不孝父母 你听了会很生气 即使你真的是不孝父母 你听了还是会很生气 那么这个就是 人的一个羞耻心 你听了会生气 你还有羞耻心 这还不错 听了不痛不痒了 那就是 真的是 小人啊 实实在在的小人 你还不是冤枉做小人 你实在就要做小人 他说呢 这个海底之童 如指入井 一个小孩子快要掉到井里面去了 看到的人 马上赶紧拉回来 那看到的人 他不一定是他的父母 只要是路人 看到这种状况 所有的人通通会 会去帮助这个小孩子 那所以 孟子说 这个就是彻隐之心啊 这个就是呢 人性本上的道理 所以你看 从这个性来分析啊 其实呢 人性没有不善的 你希望你的小孩好 你希望你的前途好 你希望你有好的形象 这个呢 都是呢 人性 有他的这个 与光明的那一面 你喜欢 在偷偷摸摸的生活下 来过你的一生吗 你不希望 你更不希望 你的儿子跟你一样 唐道真正做人 做一个君子的典范 大家都成账 这个是与有荣焉 那么这个 孟子讲 彻隐之心 这个赤飞之心 慈让之心 修恶之心 人皆有之 人皆有之啊 所以呢 人性本善 人一定呢 都会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所以众生一定会成佛 就是因为他本来是佛 所以他会成佛 要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原来的东西 我们当然会得到 我本来是圣人的样子 我当然会回到圣人的样子 那么你本来不是的 你当然就不容易得到 不是的是什么 比如说你本来就不是做皇帝的命 你本来就不能做大老板了 你就没有那个命 你努力 拼命的想要去做 结果了 你选总统也选不上 你要做大老板也做不成 你没有那个命 你本来不是那个 所以圣人教我们 你要求 求本来就有的 不是求本来没有的 那么人的福报 是本来就有的 你有多少福 都是天注定的 除非你在这一生 你还在做这种 布施的工作 无畏施 财师法师无畏施这样的工作 你不断的在做 那你的福会 加减乘除 会在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福报之中 会不断的累积 然后你又有一个 动念失察了 或者是说你又做了坏事了 又扣除掉你的这些福报 这个人都每天 都有加减乘除 所以人有一定的这种路 福路来到人世间 但是呢 这个福路要用多久 要用多少 后天的努力 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天生不平等 那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讲到性是本善的 但是为什么又说性是恶的呢 性是恶的啊 那是人的那个 的那个秉性 秉性是落入后天的 这个人呢 他的秉性就很差 这个人秉性不好 我们这样讲 所以这个秉性啊 就是说他在落入后天之后 他所受到的这些环境的教化 我们说禁教 环境的教化绕成了 他累世的那种夜洗种子 这样结合之下 把他的夜洗种子给发放出来了 成为他的秉性 所以秉性是恶 秉性是恶呢 所以要透过教化 所以 荀子认为 人的这个性啊 他是恶的 他一出生了 就没有所谓的 好善的观念 除非呢 有人去教他 所以荀子认为 要用教育 把这个恶 把他呢 循规道具 把他围起来 那么荀子的说法 好像也没有错 这个 本性是善的 要教育 本性是恶的 也要教育 可是呢 两个人的出发点 完全不一样 这出发点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了 就成就了他们 一个是圣人 一个呢 只是学者专家 孟子是圣人 孟子看到了 人性本善 所以人可以成圣 人呢 刻念做圣 在这个做圣的过程当中 人还可以呢 帮助别人 正己成人 让这个环境的人 这个国家的人 通通跟我一样 一起成圣 这个是孟子 他的一个基本理论 那荀子呢 他看到秉性 秉性是后天的性 那后天的性 必须要用教育 把他教育好 那这个孟子呢 他首先的出发点 就是一个错误 一个错误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本性 是不需要教育的 是本来纯然至善的 可是呢 他看到的性呢 是累加在 这个习性上的 这些脾气毛病 他看到了脾气毛病 所以呢 要透过教育 把他教化他 所以他没有见性 他说性恶 性恶这个性是秉性 他没有见到本性 所以荀子成为 如学的一个大将 我们说学者专家 荀子是不是贤人 我们到现在 都大概都没有人说 连孔庙都没有人 在拜荀子 你可以知道 为什么差那么多 荀子里面他的理论 他的论点 有时候是相当精彩 可是呢 他从这种 人性自恶的一面 来反省起 可见了 他立足点是错了 所以荀子的性 跟孟子的性 是两种不同的性 那有时候可性可善 非善非恶的 这个又是什么道理 那个是人的习性 人的习性啊 是你在这个环境 你跟这些人事物在一起 那么你的习性就会改变 你跟那边的人 人的环境跟人事物在一起 你要改变那边的 所以人的习性会变化 变好变坏 那这个变好变坏啊 就是他们所说的 性可善可恶 那么习性呢 也是人后天的性 习性是人后天 在这个环境里面 所熏染出来的 跟秉静有点不一样 是秉静还带着 前世的因果 虽然儒家不讲前世因果 可是呢里面有这种东西存在 那习性呢 习性就是你从小所接触的人事物环境 所养出来的一个个性 那这个个性呢可善可恶 也许呢你的 你的秉静是 是恶的 可是呢你接触的环境是好了 所以呢你慢慢会变好 所以呢 性的立足点不一样 两个人在讲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你怎么去比较呢 所以把孟子跟荀子拿来比较的人 他完全是搞不清楚 才会这样做 今天我们得一名是一指点啊 我们知道说性 我们讲的性是什么 是最原始的 最根本的 反文文自信啊 信成无上道 那个自信啊 才是我们的根本 那个无上道 才是我们的境界 但是呢 我们境界了解了 性善也知道了 可是呢 我们人还在人世间 人还在人世间 我们必须找人世间的事情做好 人世间的事情 就是呢 你这个国家爱好 你对人民要帮助好 这个是人世间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年终快到了 不是都有那个报税的问题吗 那么在报税的问题上啊 我们要特别呼吁这一点 也就是说你该交给国家的税 你千万不要欠国家 你欠国家就是欠整个人民 欠整个人民啊 那么 你要还了就很难还了 你欠一个人是好还了 欠一堆人是很难还了 这个你要懂了这个道理 所以佛家里面 他跟我们讲 当你多了这个 寺庙里面常住的东西啊 你还也还不还了 连佛陀也没有办法帮你还了 佛陀都救不了这种人啊 他一定要下地狱 因为还不完 为什么玩不完 因为寺庙里面的东西啊 是谁提供的 信众提供的 那信众提供的来自哪里 来自四面八方 那么 佛经里面强调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众啊 不是只有有形的众生啊 还有无形的众生啊 无形众生在这里护持 在这里这个 利用这个来修行啊 那么你偷了常住的东西 偷了寺庙的东西 让他们修行上 有所过碍 有所不足 你所欠的 还也还不完 所以要记住啊 庙里面的东西啊 千万不可以偷 国家的东西不可以偷 那么你偷国家的东西 那你 你 逃漏税算不算偷国家的东西 算了 所以那一点点的是 跟我讲了一个故事 刚好可以在这里说 他说了有一个人啊 这个 这个 国家政府啊 有发放老人年金 每个月三千块 那他说了 他一辈子也不会去 去领这笔钱 他死了之后呢 就自然了 还给国家 他说了他不会 他不会欠国家的钱 他死了之后 也不想欠国家的钱 一个老妇人哦 哦 我说这个 这样的人真的不简单啊 那是他也是道歉的 所以他非常明理 他知道了 因果的道理 欠一分要还一分 欠半斤要还八两 这个是有一定的道理 所以他 他也没有付出什么 国家每天补助三千块给他 所以他不愿去领 包括点团师 他自己 他自己也超过六十五岁了 他也没有去领 他说他也不欠国家的 不想欠国家的钱 难得啊 世界上还有这样亲近的人 有这样亲近的心啊 有的人想方设法要逃漏税 要少包一点税 少缴一点钱 可是呢 没有想到 现在还有人 不愿意领国家的钱 这个真的是太难得了 这个给我们很好的 很好的例子 任何事情啊 要想清楚 前因后果要给他想清楚 年纪大的人 有老人年龄可以领 可是呢 他当时还没有储蓄 那像我们现在 每年要缴 这个国民健保 那是我们缴的钱啊 所以我们以后还可以领 那是没问题 但是呢 现代的六十五岁的人 可以不用缴钱 那他 他的 每个月的收入啊 就是政府补贴的 政府给他的 政府的钱是给谁的 人民的 所以人民给他 你再想一想 这个是很有道理啊 很有道理就是说 你不可以随便 拿人家的钱啊 即使是 人家送给你的 如果说 他不是出于心甘情愿 你都算偷盗啊 你看你为了 人家为了 希望你帮他做事 为了你呢 希望你呢 能够呢 把他的亲人 病治好 塞红包 送礼物 把这类事情解决 他不得不送礼物给你 那么这个礼物呢 你就不能够收 这种收的呢 你就是呢 犯偷盗之戒 你犯了偷盗啊 所以呢 你淘落国家的税 你也是犯了 偷盗的税 修道人是绝对不会犯偷盗戒 如果你还自以为 自诩为修道人的话 从今天开始 绝对不会在这方面 在做功夫了 你不会再淘落税了 你对于政府 你应该 国家你应该提供 什么 什么样的 这个付出 你就要提供 国家给我们的 已经太多了 所以呢 不要再骂政府了 你看八八水灾 那么严重 人民呢 这个生命财产损失了 可是呢 这些人民啊 从来没有感恩政府 为他们所做的补助 也不是说 大部分都这样了 我相信 只是一部分人 我们在媒体看到了 这些人啊 都是在骂政府 怨天尤人 批评东批评西 这个要那个 要这个 喜欢 要 喜欢这个 不喜欢那个 都是要求 都是批评 台湾的社会 这样子 会让我们 真的觉得 很担心啊 八八水灾 像这种灾难呢 是不可能发生的 如果有大德德在啊 我们台湾是一块宝岛 这些大灾难还不至于 会发生啊 现在大德者不在了 发生了这些灾难 结果 大家 在怨天尤人 讲到爱国中事 我们知道 爱国的终极目标 就是平治天下 就是大同世界的理想 那么孔老夫子 当时呢 提出礼运大同 这样的一个观念啊 让后人 成为 追求的一个目标 孔老夫子 一生 要追求的是 这种 周文的话语 就是周公自礼作乐 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么 从周公自礼作乐 然后呢 再升格到 摇天顺日 这个是他的理想 所以世界大同 平治天下 最终的理想是 摇天顺日 但是必须有做法 必须有次第啊 所以他的次第呢 就是先恢复 周公所创作的 这样的一个圣景 那虽然周公的时代 在整个历史看来 整个 这个平治天下的 等级看来 是属于小康的 年代 李运大同篇里面 大家不晓得 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看惯了 李运大同 但是呢 李运大同的 后面那一段 从来没有人提起过 没有特别去干 还不晓得 原来呢 有所谓的大同跟小康 大同之章 跟小康之章 那这个孔子啊 他认为 摇顺 他那个年代 才是真正的大同 那么到了 那么到了这个 商朝 到了周朝 这两代呢 就是夏朝 夏商周 这三代 那么是属于 小康的 一个志士 所以小康的志士呢 还不是一种大同之境 也不是孔老夫子 终极的理想 但是呢 孔老夫子 恢复 周公 治理 作业 那样的 的 事情啊 希望呢 透过这样的一个 治理啊 然后呢 一步一步的 走向 世界大同 那就是天下 太平 那么孔老夫子的 理想 就是我们 今天的理想 我们今天 讲爱国 爱国 你要从哪里 爱去 那今天 讲人 跟社会 的关系啊 所以 人跟社会 的关系 你必须呢 在社会上 你要安分守己 安自己的 一个本分啊 然后在你的 本分上啊 好好的 来 尽忠 所以讲到爱国 忠识啊 我们先讲爱国 爱国 这个定义啊 我们必须 很清楚 很了解 国呢 不是外在的 那个政府 国在于你自己的 那种 安身立命上 然后你自己 如果没有办法 安身立命 你整个团队 整个社区呢 你是也没有办法 安身立命的 那所以呢 当时 孔子 恢复周文的话运 极力倡导 希望呢 各个 诸侯啊 都能够恢复周礼啊 但是呢 在那个春秋战国的时代啊 你说那些国王 那些国家 哪有可能恢复周礼啊 谁愿意听呢 那鲁国 在孔子的时代 孔子还有做过大司寇 那么治理过 鲁国啊 但是呢 由于啊 整个情势 所需啊 就是人心自私自利的状态啊 没有办法抵挡住 那种 自私的公式啊 所以 孔老夫子的理想 恢复周礼啊 始终呢 只能够是 昙花一现 在其他国家 也没有办法施行 那么我们今天 再来讲 孔老夫子 恢复周礼 我们到底要凭什么讲 我们也没有 孔老夫子那种 智慧 德能 也没有他那种体悟 我们要怎么讲 今天 我们所凭借的是什么 凭借的是天恩施德 我们有这个天恩施德 他这个愿力啊 所以我们老师的愿力啊 是 话说婆为一家 帮助老祖师啊 平收万教 那平收万教不就是 那个 大统世界吗 所以我们要知道 所谓的大统 就是呢 里面有小义 他允许每一个小义不同 但是呢 小义不同呢 共同尊了一个 一个同样的大统 那个大统呢 是一个整个 核心的领导 在周朝是属于周天子 所谓共主啊 一个周天子的领导啊 那么整个国家呢 就运行不畅 运行畅行啊 然后呢 大家都 守住这个核心啊 遵守自己的本分 这个呢 是 爱国 那么我们今天呢 要平治天象 我们今天必须呢 以老师的愿力为愿力 以老师的志向为志向 那么我们才有目标 好 那我们怎么做呢 怎么做 就是呢 安分守己 真的 你只要在你的本分上 安住你的胃 那么你就可以安顿身心 哦 你有能力在正己成人 在呢 这个推而广之啊 己答答人 这个的 是我们道次宗旨 接续后来要讲的 所以大同世界 它里面讲到 哦 选贤与能 哦 我们必须让自己啊 达到贤跟能 这样的一个地步啊 我们才能够拥有 这种 扩及大同世界的能力啊 那么贤是什么 贤呢 就是 你要有智慧 哦 你要有远见 你要有担当 你要 能够 策划 整个国家的大方针 哦 整个国家的这个走向 你要有一个 一个作为出来 我们今天不谈论政府 做了怎么样 那我们自己呢 在我们自己的本分上 要好好做 今天我虽然不是主政 但是呢 我今天在我的这个团队 我的这个生活上呢 我就好好的 把我的这个 本分啊 尽忠 职守 做好 哦 对于国家的义务 我该尽呢 我把它尽好 每一个人都这样呢 大家呢 这个 照着这个轨道来走 这个人文的次序来走 那么自然呢 国家就会顺畅 那所以 那所以 我很佩服 当时周公 治理作业 他把这个 整个国家呢 化 用两个架构 把它架构起来 第一个是 所谓的 中法制度 哦 第二个呢 是所谓的 中法制度 就是 封建制度啊 哦 封建制度 跟所谓的 景田制度 哦 用这两 用这些 架构啊 把整个天下 划分成一个 很有秩序的 范围啊 然后呢 依个人的能力来治理 哦 他不是自己治理 是要分给诸侯治理 那么封建制度啊 封建制度就是说 我现在呢 把这个国家 哦 比如说台湾 这个国家 那么台湾 哦 放给你 去治理 你 你 你 里面 有所谓的 自己的内政的问题 哦 你要自己去规划 自己去统筹 自己的经济 自己的军队 都要自己去统筹 但是呢 你只要对一个人负责 对周天子负责 哦 所以呢 他所用的封建制度 是所谓的中法制度 也就是说 他所风发的这些诸侯啊 都是 他们激姓的家族 这个是家天下 但是家天下没关系 你只要呢 天下治理个太平就好了 老百姓不会管谁 谁当皇帝啊 你只要把天下治理好 那么谁做皇帝 不是一样嘛 哦 所以周公用封建制度 哦 用封建制度呢 让你们这些诸侯 各自管理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地区啊 治理 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哦 谁有能力 那么谁呢 就把他管 可以很强盛啊 所以为什么会有春秋战国 这样的一个名称出来 就是呢 国家太多 哦 每一个诸侯 都变成一个国家 但是呢 在周朝 也就是说在周公 制定这套制度之后 一直到 这个东周平往之前啊 那么这一段的治事啊 四百多年是 很不错的一个治事 哦 大家奉一个贡主 周天子为贡主 然后呢 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把自己的这个 这个辖区 治理好 哦 那这样呢 天下就太平 这是封建制度 我觉得封建制度 是很好 哦 制度实在是没有不好 不好是人心在变化 你看我们到 在道场 各施其职 哦 各伴其道 但是呢 我们也有一个 唯一的贡主 那就是什么 天恩施德 天恩施德是我们 唯一的贡主 哦 道 天恩施德变成 道神肉身的样子 就是我们的领导人 哦 领导人 老前人 前人 这是我们亲眼 可以看得到的 他们代表 天恩施德 来指引导我们 那 所谓的一人办一段呢 哦 你不要说你 你没有在这个地方 你还要控制 控制这个地方 那是不对 你一人办一段 你就把你这一段 好好办好就好了 哦 之前之后的 你就不要管 哦 老前人特别强调 这样的一个观念 之后的事情 不要问那么多 你把现在的事情 把它办好 那么你把道路办好 那么你现在这一段 道在你的呈现 是丰盛的 那这样呢 你就是有功 那么中宫的封建制度 也有类似 当然它的格局更大 它是都大到整个天下 所以呢 当时诸侯 在一个共主的领导之下 哦 纷纷的呢 把自己的家园建立好 哦 那每一个 每一个国家都治理好 整个大天下 就治理好了 所以我们说周礼啊 是全世界最好的宪法 方东美教授 他曾经讲了 如果周朝的子孙 能够按照周公所制定下来 这个周礼啊 继续实行的话 那么周朝是不会忘国的 你现在我们去看看 那个礼记 就知道 里面呢 它是讲到 非常细的一个一些礼节 你看到一些 那个周礼 会发觉到说 它里面的制度是 分工的相当好 那只是呢 现代的人心啊 已经没有办法适应到那个 那种礼节了 所谓礼师求诸也 哦 中国的这套礼节 通常呢 在国内找不到 哦 常常呢 我们要去韩国 去日本 看到中国的礼节 原来还在他们那里流行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这个就是一种 道师而后德 德师而后忍 仁师而后义 义师而后离 那么连礼如果也失了 那么就是 输出于武力 输出于战争 那这个周公呢 用封建制度 跟这个景田制度 景田制度是怎样 就是画一个景 这个地区呢 画一个景 那一个一个格子之内呢 就是一户人家 哦 那这个九个格子 中间这一格是公家的 那旁边呢 是民间的 个人的 你要种个人的 把你自己的产业做好 那中间这一块呢 中间这一块 这个其他的八个人 共同来分担 那这是景田制度 很好啊 让每一个人呢 有他们自己 但是呢 国家也有生产力 一边是私的 一边是公的 公的我付出一点点 但是大部分都是私私的 所谓资本主义啊 那还有个共产主义啊 你看真的资本主义 跟共产主义 结合在一起的 就是周礼 就是周公所制造的 这一套风 这个景田制度 那他这样的一个制度 当然到后来啊 时代的演变啊 没有办法 照他的样子去实行 所以封建这个名词啊 变成一种 古代呢 这个思想非常狭隘 非常保守的代名词啊 这个呢 是不对的 我觉得封建制度 景田制度 这种制度是很好 如果去 细查他的精神啊 那么我们现在要治理国家 是必须要 采用他的精神 公中有私 私中有公啊 你看现在大陆 这个改革开放之后 整个国家经济 是这样 强盛起来 改革开放之前啊 中共是一个非常落后 贫穷的国家 那现在的改革开放了 大家赚的钱是自己的 但是呢 他又有一点共产的影子在里面 那这个我们就不得 我们是不得而知啊 但是现在中共 整个气势已经强起来了 我们的这个中国 在现在的这个时机 二十一世纪 要变成中国人的世纪 其实也是有它的道理 我们曾经分析过 这个地气流转的问题啊 地气流转的原因啊 现在呢 七百年之后 地气流转到中国来 那所以中国人 以后呢 这个平治天下 以后呢 会这个 以中国人 为主 是中国人的世纪 中国人的世纪 那么中国人 凭什么 作为一个世纪的领导 比钱吗 钱可是 美国人比你多钱 其他国家也比你多钱 钱大家都有 你比钱有什么用 你要比那个人家没有的 人家没有的是什么 那就是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是人家没有的 我们老祖宗 五千年来这一套东 这一套宝 宝贵的资产 如果没有今天的人 我们这些现代子孙啊 好好的来把他讲说 好好的来把他发扬啊 连中国人自己都不晓得 这个是宝贝 真的是宝贝 你看那个英国的历史学家 汤恩比 他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就曾经预言过 以后二十一世纪 人类的问题啊 要靠中国的孔孟学说 跟大乘佛法来解决 那么孔孟学说 在讲人跟这个心性的关系 人跟社会的关系 人跟自然的关系 那么大乘佛法特别强调 人跟信性的关系 加强的这样的一个 内在的探讨 内在生命的探讨 所以呢 这两个融合起来 就成为中国人 中国人的思想 那么我们说到儒家 孔孟大道的时候 同时也是讲到老庄思想 老庄思想 并不是独立出来的一个思想 后学一直认为 老庄思想 始终在影响着孔孟思想 我们虽然以孔孟为主啊 羊从辱家 可是呢 因从道家 我们内在需要道家 可是呢 内在的那份东西不必讲 道家也不想要人讲 你自自然然就会需要 你看孔老夫子孔孟思想 当然比如说 讲了进去孔孟思想 这个五伦八德 三纲五常 用这个道理啊 来治理人世间 然后呢 平是天下 齐家治国 但是这中间呢 还有一个道家的思想 在里面 那就是无为而为的力量 那是很重要 很重要是因为 道家的着力点 就是在这里 那孔孟的思想呢 他没有特别强调 但是呢 他需要这份力量 你看无为而为 当你凭治天下的时候 你凭什么要管理 凭什么要掌控 你要无为而为 这不是你的 你只是代理而已 我们人在这个世间上啊 我们只有使用权啊 没有所有权啊 这个是要有认知啊 所以你想掌控什么 哪个是你的 没有是你的 你只是暂时 在这里 在这里过一个过程 管理这一段 所以一人半一段啊 就是这种精神啊 你只有使用权 那好 我们现在讲到 汤恩比这句话 那么 汤恩比的这句话 孔孔孟思想 同时就是包括老张思想 这个呢 不用再强调 那么孔孟思想放在 人 人的身心跟人的 社会关系 人跟人的之间的关系 你正己成人 然后呢 你把这个家庭 你把这个 这个社会 你把他 治理好 这是孔孟的 的坚持 那心性的关系呢 是个人的修为 是讲到格物自知 诚意正心这边啊 那他因为他讲的戏言 所以呢 他可以补足 儒家 在心性方面上的 一个修为 所以主要还是 孔孟思想 人世间的 这样的一个思想 还是孔孟 佛家的思想 基本上是在 是 这个初世间的 那他们认为了 美好的彼岸 才是最后的乐园 极乐世界 才是他们的家 那么这里 也只是暂时的 所以暂时的 就不需要着力太多 但是儒家不是 儒家呢 把这个全部的着力 都用在此时此刻 就用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 这个是儒家 没有什么 终极世界了 没有极乐净土了 极乐净土就在这里 彼岸就没有彼岸 就只有此案 对儒家来讲 此案就是最好的净土 就是天堂的所在 所以儒家 所以儒家所创立的 是一种人间的天堂 那儒家教我们爱国家 爱国家就是从每一个国家做起 每一个国家都能够平治了 那么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当到平治了 所以当中国强起来的时候 要寄若福清 他不是用这种武力 用经济来恐吓别人 所以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是中国人准备要寄若福清的 那些气候难民 那些受到天灾地变影响的这些国家 中国人有责任去救度他们 这是中国人强起来之后 所要面临的这样的一个 平治天下的一个方法 就是寄若福清 你不寄若福清 他们怎么样活下去呢 他们活不下去了 他们也不会让你活下去 不会让你好过 这个是整体的概念 这是整个世界一家的观念 你看你的家 你的家后花园 缺了一个口 常常有动物跑进来 常常有小桃跑进来 那么你这个家也不安宁了 虽然那个后花园那个角落不重要 但是呢你也要去把它补起来 那么整个世界 整个地球现在是一个家 所以呢 我们平治天下的理想 是放在整个地球 把整个地球治理 虽然呢 整个地球 还有各种不同的国家 但是呢 有一个唯一的共主 这个唯一的共主呢 那就是呢 领导世界的 这一个国家 那么二十一世纪 中国人的世纪 中国人领导这个世纪 所以中国人 他要用王道文化的精神 来帮助这些国家 来治理整个天下 那这个 这个目标理想 说得高远 说得高远 所以我们必须呢 把它拉回来 拉到我们的现实面 拉到现实面呢 那就回到每一个人身上 每一个人身上 你在五轮八德 你在三纲五常上 你落实了几分 你今天要代表 儒家去平治天下 不是这些政治家 平治天下 是我们这些修行人 真正的 摆养的修士 儒家的这种一份子 你要去平治天下 你可能会被放在 世界的某一个角落 那么你做的是什么 你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闲 有没有能 闲就是你的修为 能就是你的智慧 所谓选行人 讲信修目 那是大同世界 人人的理想 我们都是贤养的人 我们自己要讲信修目 然后呢 来治理这个世界 所以爱果 爱果不是口头上说爱果 你要让自己达到贤能 你达到贤能 人要才会选你 贤 就是我们要自己要 下功夫 扎根 把这个人跟利好 把这个修为 真正的落实起来 我们说 得益善而全权福音 你干到一个善 你要赶快去做 听到一个过 你要赶快改 知过能改 不迁怒不恶过 圣贤人的榜样 指露文过者喜 语文善言者败 这个呢 都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最近写到 四配十者 这个十者传 指露这个人 指露这个角色 让人家看起来 是非常感动的 他是很可爱的一个人 虽然他脾气有点 有点冲动 但是呢 他是直率而为 他所想的 跟他所说的 都是依 他的这个直觉而发 那他的直觉是很朴实的 他是一个野人 朴实的 所发动 发出来的 就好像赤子 所发出来的一个言行 他没有是非善恶 他就是呢 纯直觉而发 但是呢 他这个发呢 都是 依照 人心 应该这样子做 所以他就发出来了 就好像小孩子 没有是非对做 他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那是很朴啊 我们说这个 还朴归正那个朴啊 直路 直路是一个非常朴的人 这样的人 很容易雕塑 所以呢 在所有的这些孔门地址里面 除了这些 这个 德信科的这些地址 还可以说 代表儒门啊 真正最有特色的 最能够代表儒家的 孔老负责的地址的 那是子路啊 所以子路有亚胜之称啊 哦 子路有第二个孔子哦 的称号哦 亚胜虽然是后来称为孟子 但是呢 子路当时就有这样一个称号 所以先贤子路啊 哦 他的这个正式才能 是受到肯定 但是呢 更受到肯定的是 他闻过则喜 他呢 勇于改过 而且呢 他直率 他 没有虚伪 没有虚伪又直率 这个不是 率性智慧道吗 那么这个不是我们修道人 所应该 应该有的 这样的一个 典范跟 跟这种操守嘛 哦 现 现代的修道人 透过太多的 这种世间的洗礼 哦 世间 这种明文立雅的洗礼 贪生吃爱的洗礼 让我们的自信啊 没有办法 很自如的发挥出来 没有办法像子路 这样子 很朴实的 把它发现出来 没有错 子路常常被孔子 责骂 但是呢 孔子责骂过他之后 他又马上改过来 因为他是朴嘛 朴呢 就好像小孩子 他总有是非不分的时候 那么孔老父子跟他讲 这个是是 这个是非 那他就懂了 当他呢 这个练到一定的成熟 成熟度的时候呢 他已经没有是非了 因为呢 他所言 所说 所做 都是自善 都是率性而为 这个就是天命智慧性 所以呢 我非常欣赏子路 这样的一个角色 虽然他不够聪明 在这个处理能力上 也太过冲动 不过呢 他的直谱 让人家欣赏 所以我写到子路的时候呢 对于子路啊 真的是 会觉得 金刚心嘛 孔老夫子也非常喜欢子路 其实在所有的弟子之中 他最喜欢的就是子路 那你不会说 他不是喜欢炎悔吧 没有错 孔老夫子很喜欢炎悔 但是呢 孔老夫子跟炎悔的互动 毕竟比较少 因为呢 他们不需要多说话 孔老夫子在讲什么 因为就已经知道了 不但知道了 而且呢 把他做得很好 但是子路没有那么聪明 子路呢 需要孔老夫子一讲再讲 那所以他们的互动就多 那孔老夫子出去呢 都要子路 陪同啊 子路有勇气啊 然后子路会驾车啊 子路会帮他做各种事情 他很喜欢跟子路在一起 但跟子路也最有话讲 因为子路也会跟他顶嘴 孔老夫子当然就会跟他做一番的修正 所以彼此之间就非常有话聊 说起来子路很像孔子的弟子 的弟弟 而不是他的弟子 比较像他的弟弟 如果他们只差九岁 那炎伟跟孔子差三十岁 所以啊 难免啊 在这个 年纪上啊 有这种 这种差距啊 所以炎伟始终把老 孔老夫子当作是高高在上 的一个老师啊 那子路不是啊 子路啊 好像把孔子当作是大哥一样 两个兄弟啊 打在一起 亲密在一起 没有分 没有分高低啊 但是孔子对他的 的一个指教啊 子路完全的接受 这个是子路可爱的地方 所以子路的正式啊 受到孔子的肯定 子路来治理 仆役啊 子路所治理的这个 这个县世啊 治理的非常好 孔老夫子呢 也很肯定 所以 讲到这些圣贤人的心啊 跟我们今天啊 修道人啊 其实啊 你会觉得说很像 我们有一个名师在那里 有一个老前人在那里 然后我们在这下面的修行 那我们的前辈啊 看着我们 你有什么过错 他就跟你讲 你有什么值得推荐 值得表扬的 他会跟你视线 你看呢 我们是不是很 很像当时的儒家 现在 老前人不在了 老前人不在了 前人也不在了 我们已经没有那种 辱目之情了 只有忧失之情 所以呢 我们更应该呢 以失心为己心 以失智为己智 那爱护国家 来帮助国家 帮助我们这个 儒家的理想 成就 世界大统 我们平治天下的理想 我们是 这个 白 白养的修士 一贯道的修士 每一个人都要有这种担当 当我们在 度人 成全人的时候 你要知道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的目的是什么 要告诉各位 回到理天 是我虽然说是 我们的目的 可是理天呢 就是在这里 那理天跟地球 这里 没有两样 我们把这里 置好了 我们呢 随时是 在理天之中 就自信理天啊 我们说自信弥陀 自信弥勒 自信理天 理天在哪里 理天在此时此刻 在每一个当下 在每一个事物上 所以 爱国 必须呢 让自己做到忠视 忠视你才在爱国 所以爱国跟忠视合在一起 是有这样的道理 但是我们今天呢 必须把 爱国这个国的定义啊 把它说清楚 讲明白 国就是呢 我们的 我们所见所闻的这一切 我们把我们 生活做到这一切 把它治理好 这个就是爱国 然后呢 扩和广之 我们把理念呢 扩展到全国 让全国的人 都能够接受大道的话育 让全世界的人 都能够文得大道的法义啊 然后你帮助 师尊师母 才有可能 平受万教 才有可能 老水 返潮 所以 现在老水 返潮 时机还没有到 我们现在功夫都还没有下 我们功夫要下了 老水 返潮 大家都来接受 这种大道的习礼 大道的教化 每一个人 遵守自己的本分 每一个人 尽好自己的 三肝五肠 五轮八德的 那个位置 在人世间的 游戏规则里面 好好的走你 这一生 应该走的路 你不要想东想西啊 你不要痴心妄想 所以呢 现在 事件这么多 人心这么乱 天灾地变这么多 其实呢 就是 人的痴心妄想太多了 这个新现世变的力量啊 把我们整个生活的磁场啊 都搞乱掉了 搞乱掉了 以至于呢 我们现在呢 到那里也有危险 到这里也有危险 处处呢 让人觉得不安啊 可是呢 原则上不是这样的 按理不是这样子的啊 如果说我们 想到摇天顺日 那种那种日子 路不适宜 夜不庇护那种大桶 我们应该是过得很 很清安自在才对啊 为什么现在人心 这个防备这么样的多 诈骗了这么多 这个情杀案件这么多 每天新闻所充斥的 都是这些 都是这些乌漆 抹黑的事情 这个呢 我们只能够讲 这有一个贡业在营造 那个工业的营造呢 是每一个人 贪心妄想所造成的 那要让每一个人 放下他的贪心妄想 必须先回归到 这个人伦的治理上 所以非常重要 那乳家为什么在现在 会成为显学 有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人不安本分的 所以现在 单亲家庭很多 为什么 因为夫妻不合 夫妻不合 离婚率很高 单亲家庭所衍生的 社会问题 就是青少年的犯罪率高 青少年呢 也是呢 这个 不安于世啊 或者是说呢 内心惊恐不已啊 惊慌不已啊 青少年是处在一种 不安的年 的这种 环境之下 成长的 那么这些青少年 长大之后 他们对于社会影响力 自然会 产生了 也许他们的思考力就下降了 忍耐力下降了 开创力减低了 什么都减低了 但是呢 犯罪率升高了 这个 这个欺诈 这个仇杀 对立 抗争 这些事件升高了 你看 正向的减少 负向的增高 你说怎么可能会 这个国家会平治呢 所以爱国的爱 是必须把这个爱呢 完全 无尾的奉献出来 不要把国家定义的这么样的虚远 苗 苗远 国家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国家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对每一个人都要亲爱 我们的爱从哪里来呢 爱是从我跟父子之间的爱 扩展到我跟兄弟之间的爱 这个家族之间的爱 然后呢 公司团队这样 团队的爱 社会的爱 然后国家的爱 这个是叫做有等级的爱 这个是亲亲而人民 人民而爱物 那个爱 所以爱国是从这里爱 你不是一下子就说 我要达到博爱 我要达到慈悲 无私的爱 这个呢 人 没有办法一下子做到这样子 儒家这个方法好 儒家这个教法好 儒家讲父子有亲 这个亲呢 亲就是血浓于水的关系啊 那一份爱呢 是没有 没有做做的 是无伪的 是自然的 所以父子之间的爱呢 你是一种无私无伪的状态 你自然流露出来 那么你想到别人的父亲 别人的父亲也是需要关怀 所以呢 你老无老以及人自老 你幼无幼以及人自用 这个叫做推而广之 这个叫做正己成人 那推己其人 所以呢 你会爱 别人的 这个老人家 别人的小孩子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你会知道要去关爱他们 然后呢 还有更多啊 你看 非洲呢 那个地方 听说他们吃一块饼 都要获得泥土吃啊 因为粮食不够啊 所以啊 吃了这些泥土之后呢 它可以 保 保足感啊 比较不会挨饿啊 可是呢 那个土没有办法消化 所以就积在这个肠子里面啊 所以那种饼啊 吃久了 会得肠胃病 那想到那一幕 我们是不是也会觉得感同身受 那一份 那一份苦难 好像就在我们的身体上发生一样 所以我们也很想 想办法要帮助他们 非洲饥饿的难民 怎么样可以解决 我们看到世间 很多各种现象啊 不是说我们人跑去解决问题 那个没有 不是人就可以跑去解决问题了 因为世界太广了 世界太大了 人太多了 你没有办法 每一个地方都走到 你没有办法 每一个人都救到啊 那你怎么办 你必须用道 用道 把这个爱人 把它拓展出来 道是什么 道就是 回归到个人的良知本性 你要教育他 教育他 你要的这个开导他 你要指点他 但是我也不可能每个人去指点 没关系 你就 按照你个人的能力 你去做 尽量去做 每一个人都尽量去做 做到你可以像圣贤人 可以像佛菩萨一样 所影响和范围 是五眼佛界 你要去教导他 为什么你会 你今天呢 会没有饭吃 你给他一块饼 终究不是 解决之道啊 那么他下一个饼怎么办 你要教他脱离贫穷的方法 脱离贫穷的方法 是什么 就是呢 多布施啊 六道波罗蜜啊 这个时候你就要讲出来了 那么为什么这里的 这个天灾地灾那么多 你就要教这里的人民 你要放下 你要放下 这个贪念 你的 这种称念 贪称痴爱 这些 无敏的妄想 你要懂得放下 要懂得放下 才可以止息 这些天灾地变的产生 所以呢 孔老夫子说啊 来到一个地方啊 让人民啊 负资啊 就是说 让他负有 有 有 有钱 可以过生活 有钱过生活了之后呢 然后呢 交资 负资再交资 让他有饭吃 然后再叫他 所以呢 我们看到 想到非洲那个地方 那些饥饿的难免 我们给他饭吃 之后啊 我们记住 接着就要教育他 教育他怎么样 托你贫穷 教育他怎么样 养我自己 这个呢 是道的推演 你必须用道 这样的一个立场 来推动这件事情 你不是用情 不是说 像这个慈善救济一样 慈善救济是不够的 你必须还要道的这个理念加进去 道就是启发他的良知良能 让他自己觉悟 让他自己呢 有能力自己走 这个是道 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国 真正的爱 就是这种爱 佛家讲慈悲 慈悲就是 给人快乐 拔人家的痛苦 这是慈悲啊 那么 用普通的话来讲 就是 无私的爱 就是慈悲 那么男女之间的爱 是带有感情的 带有感情的 所以呢 那不叫慈悲 那么 父子之间的爱 那是亲爱 那虽然呢 是带有感情 可是呢 那是自然流露 那种自然流露啊 那就又不是 又是介于 情爱跟 跟这种慈悲之间 所以叫做亲爱 可是呢 你会发现到说 这个人跟 小孩子 有这种亲爱的关系 但是呢 人跟人 也会有这种亲爱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他是人 因为他是人 所以呢 他跟你一样 也想要拥有 也想要不要拥有 急欲利而利忍 急欲达而达忍 己所不欲辞于人 等等啊 他跟人是一样的 那么你想成就 他也想成就 所以呢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啊 你必须帮助他 你必须爱护他 当你有能力的时候呢 你要用更大的力量 来成就他 这是正己成人 这是圣贤人 佛菩萨 所做的 这些行为 所以亲爱 跟情 男女之间的情爱 那是 等级上 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自然的 一个是造作的 那是不一样的 今天一个爸爸 一个父母说 我很爱小孩子 那么他明天还是会这样讲 后天还是会这样讲 那特殊的案例 我们不在此线 我们是在讲 这种亲子之间的关系啊 那种血浓与水 是不容外力 或者是说法律 来否定的 那是自然而然的 那自然而然发生了 那你会发觉到说 其实呢 父子之外 还有各种人伦的关系 他也会自然而然的发生 你的亲爱的 等这个爱会扩大 扩大到 是对于这个亲主之间的爱 对于整个社会的爱 对于国家的爱 乃至对于全人类的爱 人都有那一份 生命共同体的 那一份交流 那种互动关系啊 这个跟动物呢 又不一样哦 所以呢 人的社会里面啊 总是一个 形成一个核的状态 互助 互助的状态 互相帮忙的状态 那么这个世界啊 一个核的运转啊 好像一个太极一样在那里转动 那整个国家才会这个风调雨顺 世界才会国泰民安啊 所以我们讲到爱国 我们要知道爱国的定义是都是从个人的内在发起的 那么国我们知道了 国家的定义已经把它定义在每一个人 从每一个人的范围做集 然后大到整个天下 那每一个人其实呢 小而无内 其实呢 大而无外 这个叫做呢 尽虚空骗法界 一个佛的修为 就是达到这样子 圣人的修为 也是达到这样子 那么尽虚空骗法界 都是我要凭治的对象 都是我要教化的目标 这个是真正的爱国 这个就是爱国之道 我想到范仲淹 在岳阳楼记所讲的那句话 所谓居庙堂之高 者忧其君 处江湖之远 者忧其民 知进一忧退一忧 然者何时乐也 其必曰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个是范仲淹 最有名的家具 那么也是代表 他的一个精神 当时的一个写照 你看居庙堂 在朝廷办公的时候 担心这个国君 国王担心皇帝 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 有什么事情 没有办法处理好 要赶快去帮忙 那么 没有在朝廷 身处在江湖里面 百姓堆中 又担心百姓 是不是 哪里有人生活不好了 哪里又有病痛了 哪里又有灾变产生的 你看走到哪里都忧心 这个是圣贤人 那么他说什么时候 能够真正的不忧心 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快乐 他说 先天下之忧而拥 后天下之乐而乐 所以一个圣贤人 他一定是 比先天下的人 还没有忧心之前 他就先感到忧心了 也就是说 他还没有考虑到事情 发生之前 这个他就要比 百姓先考虑到 那么至于快乐的事情 这个让百姓先享受 百姓都享受完了 自己再享受 这个是已经 达到一种 菩萨这样的一个等级了 范仲淹当时讲了这句话 那他自己呢 在这种 为人处置上的表现 也是这样子 我们中国啊 有很多这样的读书人 其实他们都有很远大的怀抱 那么他们的这个怀抱啊 受限于当时的环境啊 他们所做的只能够是这个样子 那已经是不错了 范仲淹还这个 佩享圣庙 他已经是一个闲人了 那他做的已经不错了 我们只能够说在宋朝那个时候啊 没有明师运运啊 所以我们前人常常讲 可惜啊 北宋五子啊 没有这种明师啊 没有求道啊 如果北宋五子来到我们 现在这个世界啊 得到明师的指寿啊 哇那他们不得了了 他们不再是书呆子了 他们可能是教化红法一方的 的一个大宗师啊 你看像范仲淹这种怀抱 居庙堂制高者优其君 你看担心皇帝 担心这个政务 担心国家的朝政 除江湖之远担心人民 人民的生活 人民的这个 这个环境 没有不担心的 处处呢 以别人为他的 这个考虑的重点 把心呢都放在别人身上 一心没有自己 无我 一个人必须把自己完全放空啊 他才能够进入 这种神性的国度里面 神的国度 他才能够做到一种真正的大爱 真正的博爱 你看耶稣基督讲博爱这句话 他说神爱世人 你看范仲淹他所处的当然是宋朝这块地啊 所以呢 他所集的当然就是宋朝的人啊 但是耶稣基督呢 他是神啊 所以他的等级更高啊 他爱世人 可是呢 他们的精神完全是一样的 我相信呢 范仲淹 他的这个 这个亲爱的等级扩大了 他也是一个神 他真的达到世界一家的境界了 他来到这个人世间的 现代这个时代啊 他也是爱世人 圣贤人呢 爱跟佛菩萨的爱是没有区分的 只是儒家呢 都讲世间法 佛家呢 专讲初世间法 这个是呢 有这个层次上的不一样 两个人成就都是一样的 那耶稣基督讲神爱世人 但是呢 耶稣基督的门徒啊 这些基督教徒啊 教徒呢 只爱基督 只爱上帝 不爱世人 你看是不是这样子 包括佛教徒 佛教徒只爱佛陀 只爱佛菩萨 他不爱世人 所以为什么教会之间 会有这么大的派系支撑 宗庙之间 会有这么大的这种 理念上的分歧 那都是自占毁他 自占毁他 当然就是 没有办法新胜 佛法要新胜啊 只有生占生啊 那今天我们修行人 白养的修士 只有呢 这个 彼此 佩服彼此 彼此 称赞彼此 这样呢 你那个 爱的等级也才会扩大 像范仲淹 这样子 范仲淹这样的一个等 这个修为啊 我们才能够帮助他落实 那真的是做到先天下之 悠而悠 后天下之 乐而乐 这个是圣贤人的修为 也是圣贤人的乐趣啊 快乐的地方是在这里啊 我们讲孔炎乐趣 今天我们要修到孔炎乐趣 修到这个范仲淹 达到先天下之悠而悠 这种乐趣 我们有明示意识点 我们可以达到 我们知道怎么做 所以呢 我们今天要放手去做 好好的去做 把这种道呢 落实到我们的 这种理想里面 这个世界大懂 平治天下 靠政治家 其实是没有办法 政治家必须是 尤顺啊 文武周公这样 大家早安 道次宗子 讲到爱国宗士 那么我们分析呢 宗士 这一个德性 那么宗必然是 出自于成敬 那么以前 宗的对象 是君子 是君王 是国家 所以呢 我们把爱国宗士呢 何宅其家 那么你要爱国 爱国的根本 是从其家做起 因为国家 没有家 没有家 哪有国 同样的 没有国 哪有家 所以国跟家呢 是一体而两面 是没有办法分开的 那么一个君子 只有把家 齐了 那么他才能够 表现出 爱国的一个 基本的 作为 那齐家 什么叫齐家 齐家呢 就是你的 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 都能够上轨道 所以君子 用什么来齐家 用 修身 来齐家 所谓 格物自知 诚意修心 诚意修身 治国平天下 那所以呢 在修身之前 还有那个 我们人 跟心性上的关系 这个部分呢 在道之中子 我们都会 慢慢的细讲 那么我们今天 讲到中世 世呢 是包括 人世物 这些对象 所以人世 物世 理世 所谓理世原容 世世原容 理可顿物 世须见修 所以这个世呢 可以说比理 还要难修 那为什么呢 因为理是属于心性的 心性我们可以 自证自觉 但是世呢 是你还必须去原容它 去 观照它 那么 理跟世呢 才能够原容 所以要能够修到 理世合一啊 世世合一啊 这样的一个境界 是属于 是属于圣人的境界 是属于这个佛 的境界 要做到呢 这个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那真的是一个 很高的一个功夫啊 今天呢 我们讲到爱国 所以必须 连着讲中世 只有你 中世了 你才有办法 把这个国家呢 运行顺畅 所以 一个国家的 自乱心衰啊 关系到 关系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你不要跟 说跟你没有关系 事实上呢 跟你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因为你这种力量 那影响到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呢 就跟你有关系了 因为整个国家是 所有的人建立起来的 那么所有的人建立起来的 你就要承担 这所有的人之中的一个 义务跟责任 佛教讲因果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 爱国 好 我们用什么爱国 我们用选举 选出 能够代表我们心意的人 来治理国家 那么那张选票 选下去 这个人 就成为 你的一个 这个责任 跟义务 我们成为因果关系啊 你选出他做总统 结果呢 他并没有好好做 那么你有没有连带责任呢 从因果上来讲 你是绝对有连带责任 那么如果说这个 这个 选出来的这个总统 或者是说这个立法委员 做得很好 对百姓呢 对百姓呢 产生一个很良好的作用 那么你也有连带关系 你也有这种善业的 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讲贡业是包括善恶业 那么这个国家的这个 自乱兴衰啊 跟你有着绝大的关系 反观呢 我们这个世界的自乱兴衰啊 其实跟你也有 很大的关系 那这种关系呢 因为太过于悬远 太过于浩瀚了 人的知见啊 没有办法理解这种事情 所以必须要由佛来告诉我们 那佛告诉我们 新现世变 这个国家会呈现成这个样子 今天天下 整个世间 会产生这些局面 这个都跟你有绝对的关系 你是唯一 主导这个整个世界变化的 一个角色 所以讲到宗室 这个就是 你是否要尽忠 你看现在天 这个南北极的兵融化了 昨天还在报道 南极的兵 迅速的在融化 那怪谁呢 怪游客 游客呢 太多 游客呢 去参观 那 没有做好环保 那所以呢 南极的兵迅速融化 造成整个气候的 暖化了现象加剧 那么南这个 南极的兵融化 这些游客有关系 相对的游客的关系 跟我们处在这里 台湾的关系 其实也有一种 共业的现象 你看台湾 你在制作 这个碳的排放量 是全世界排名 数一数二 那么这个碳的排放 不只是污染台湾而已 它是污染整个世界 你骑机车 有没有产生 碳的排放量呢 你使用冰箱 使用冷气机 使用这些电灯 那么你有没有 关系到 整个南北极 冰箱化的问题 你有绝对的关系 你干脱 脱不了干系 所以你要知道 整个国家 世界的好坏 决定在你一个人 所以这个新现世变的道理 太深了 我们今天 整个世界 所呈现的样貌 是我的心 呈现出来的 用我的意识 变化出来的 那么心是 世之主 心接受污染的 所以产生污染的变化 就是世 所以我们说 阿赖也是 其实就是 被污染的自信 阿赖也是 就是 就是新星 就是我们 这个自信 但是我们讲 自信不是如如不动吗 不是光明清静吗 但是呢 今天 你的心 有所变化 你的心呢 被外战的 这些贪真吃 爱 这些五一六成 给染灶了 所以你制造 碳的排放量 你制造 这些 气候暖化的问题 这个是谁的 就是你 当然这个你 也包括我 包括 所有 知道的人 也包括 所有 不知道的人 因果的现象 不会因为 你相不相信 来决定 你要不要受 报应 这是工业的现象 所以呢 你不相信 你还是会得到 这种 气候暖化的 这个果报 这个土石流 可能就 在你家附近发生 洪水爆发 海水倒灌 或者是说 气候异常 台风的 这种风雨侵袭 等等 这些现象呢 你都会遭受到 为什么 因为呢 是整个 人 新现世变的结果 所以从这样的道理 来分析的话 我们今天 要了解到 道之宗子 今天教我们 宗室 我们必须分析到说 爱国宗室 必须从宗室 然后到 到于爱国 因为爱国的范围 太大 所以呢 他把它归纳到宗室 那宗室 宗又是什么 你看中国字 写这个宗 他写 中庸的心 所以他这个宗呢 在这个 字意上的表法 已经非常清楚 这个是 会意志 你看着这个字 就会 要 会懂得 他的意思 中庸的心 中庸的心 就是不偏不倚 不偏不倚 所产生出来的 一个言行态度 那是属于一种 沉浸的行为 不偏不倚呢 是这个 一念不生啊 你没有任何 是非善恶的念头 一念不生 那是处于这种 最 圆满 最不动 最光明的那种状态 那就是心性 那就是自信 所以自信而发 你是绝对 不会有所偏颇 所以六祖谈心 为什么讲 这个 凡事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如果 人在讲是非 我就和 和掌 做阿弥陀佛 和掌 另外一系 为什么 因为呢 你从中庸的心发 对于这些 外在的现象 他只是一时迷雾 一时的糊涂 他所做的意思 不是他的意思 这个不是他的意思 这个我们必须有 很大的一个认知 这个不是他的意思 那很清楚的就是 他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 在佛经里面 佛告诉我们 一个人在还没有达到 阿罗汉以上的境界 你不要相信他讲的话 他讲的话呢 他不对自己负责 不对自己负责 也就是说他讲的话呢 他没有办法掌握 他的话的这个真实性 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很明显的例子 我们看到 耶稣被人盯上十字架的例子 那就很清楚了 你看一代的圣人 一代的教主 他在传播福音 结果呢 有人嫉妒障碍他 甚至连他的门徒 都背叛他 那么最后呢 政府当局 把他盯上十字架 那么盯上十字架之后呢 耶稣呢 受的那个痛苦 摧残与折磨 他还仰望上帝 希望呢 上帝原谅这些人 为什么原谅这些人 因为这些人 他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 上帝派他的独生子 来救你这个世间 结果呢 世间人 还活活的把他折磨死 耶稣基督 希望上帝原谅这些人 原因是因为 这些人 他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 那为什么会不晓得呢 我们要问 这些人 这些这个权告未众的人 他们明明晓得自己在做什么 只是耶稣基督呢 这个影响了他们的权利 影响到他们的这个 被认同的 这样的一个思维 那有可能保不住他们的位置 所以呢 他必须把耶稣基督 来把他处心啊 但是耶稣基督 他很清楚 他很清楚知道 世人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 因为世间的人 他还不达到开悟的状态 他没有达到阿罗汉以上的成果 在儒家来讲 他至少要达到君子以上的一个修为 他才能够清楚 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儒家讲人言为信这句话 他是指对君子以上的人而言 一般人他没有办法 人言为信 所以阿罗汉以上的人 才可以相信他讲的话 以下的人呢 他说他非常虔诚 非常恭敬 他说他百分之百对佛陀的信仰 这句话都不要相信他 他很爱你 不要相信他 他很恨你 你也不要相信他 因为时间过去了 他就忘记了 他不会清楚 记住自己所讲的话 所以他们对于中 中庸的心 这个中字 他们也没有办法做到 中士对他们而言 只有君子以上的人 才可以达得到 所以守持中士的人 那么我们就说他是一个君子 起码是一个君子 这个我们已经 了解到说 那么中士就是爱国 爱国的人 那是忠诚 我们说 我们说 坦诞是忠诚 在国家为难的时候 才看到忠诚的面貌 看出谁才是忠诚 但是呢 一个君子 一个儒家的修行人 白养的修士 他不需要 在坦荡的时候 他平常就已经显示出来 只是呢 一般人不清楚 必须藉由那种动乱的现象 人的那种愚痴啊 人的那个知见啊 才可以从这些现象里面 看得出来 那么坦荡 请问现在 有没有坦荡呢 现在国家来讲 有没有属于坦荡的状态呢 老实来讲 其实是有的 虽然没有真正的战事发生啊 可是呢 我们每天 处在的一个状态啊 都是那种 混乱 这个 对争 对抗 或者是说 走上街头 互相谩骂 批评指责 都是处在这种氛围之中啊 所以呢 其实坦荡的作用啊 是 把它化于无形的 把它融入到生活之中 让你感觉到 好像没有 其实 里面已经是波涛汹涌了 今年的 最近 因为连续假日 那所以呢 出来游玩的人很多 那游玩的人很多 出事情的人就变得很多 我们很感慨的听到一则新闻 一贯道的道青 从高雄 要去台南 的佛堂打扫 结果呢 撞死在半路上 跟人家相撞 他还不是人家撞他 是开车的人 自己去撞大卡车 结果呢 这个 七人之中啊 五人丧命 两个人重伤啊 那是道青龙 非常诚心的道青龙 如果说我们的道场的标准来看啊 他们是非常重心的 一些老阿婆老阿公 他们呢 因为有佛事 有法会 所以呢 去佛堂 固定的去佛堂 打理 清爽 没想到就这样 死在半路上 一般的人 道青看起来 这种事情 公平嘛 媒体还特别标榜 是一贯道的土 一贯道之土啊 那么一贯道之土 在半路 车祸而死 还不是因为去狂欢哦 而是去佛堂哦 你看这种事情 我们怎么样预料 因果的发生 没有办法预料 那么这种事情呢 其实 我们也必须从 各种角度来分析啊 也就是说 这些 欧巴桑 欧迪桑 他们的忠心啊 对于 先佛 对于这种 听恩师德 他们的忠心呢 应该是不用怀疑的 因为数十年如一日 只是呢 刚好今天出世 那么今天出世了 我们要把他规矩于 他不够诚心 或者是说 先佛不保佑 或者是说 他的 这个结束已经到了 在我们道场 其实 偶尔都会有这种事件发生 我们听得除了港态之语 我们不晓得怎么样面对这种事情 甚至你要自圆其说 你都没有办法把他说远 昨天我在 电脑的email里面 收到 马来西亚的道经 归空了之后 来结缘 那么来结缘的 这个先佛里面啊 有一位是我的大雪时代的好朋友 我不晓得他已经归空了 我知道他在马来西亚的学界 很用心 努力去开荒成全 一生的经历的 都用在学界的身上 他年纪比我大 可是大概也没有大很多了 我相信他大概50岁不到了 但是呢 他已经归空了 但是我看到他报的佛号 是真君的佛号 那清发真君呢 我知道 这个呢 是他呢 实至名归 那么不枉他这一世的修行 终于 能够 回归本位 哦 证得先佛的果位 我一方面是感叹 一方面是感动 我不晓得他已经归空了 那么他在 火书团的时候 我们相处得很好 他可以说是一个 很称职的大哥 形象的人 他会指导一切人 他们不足的地方 所以他也有积极性的一面 会让人家觉得说 他的这个行为 太过积极 会伤到别人的至尊 也有这一面 但是他的积极性呢 让他开创出 一大片的道场 那么这样的人 五十岁归空了 我不晓得他发生什么事情 虽然我很想知道 但是呢 时间因缘一到了 我自然会知道 但是我肯定他的成就 他的成就呢 是在生前就看得到了 我还去过他们 马来西亚的家 还有了他们老家 在这个吉隆 在这个马来西亚的 很天壁的地方 麻坡这个地方 跟他们父母亲见过面 住过一段时期 我还写过文章 刚发表在这个宗德杂志上 在他们家的那段感受 还描述过这个人 没想到他这样 已经归空了 那么说到 昨天的新闻报导 这些欧吉尚 欧巴桑 曾经的这个道歉呢 在半路上发生车祸 也是这样走了 那么家属 爱痛与狠 在现场痛哭 那么这一切 因果的现象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们没有办法理解 说实在的 因果的现象 太过细微了 你看 人间一动念 天上一闪电 这种细微的现象 我们人的智慧 人的知见 哪有办法了解 我们今天学校所受的教育 都是知识 都是才艺 跟这种现象 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修行的原理 一点关系都没有 谁来跟我们讲 爱国宗事 谁来跟我们分析 我们生活上所处的 这些因果的 这些挫败呢 生命的打击呢 没有人会跟你讲 即使是先佛灵坦 他也不会跟你讲 那这个呢 要自己去自悟自证 自证自解 才能够了解 这些为什么会发生 我们可以说 这些很忠心的 欧吉桑 欧巴桑 去打扫佛堂的半路上 被车子装死 那么也许 他们的这个 命述已经到了 也许呢 先佛不愿意再 让他们承担 下一次的结束 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事件里面 就把他们调招回去 那么我相信这些人呢 在天上 一定有他的果位 只是呢 用这种方式回去啊 会造成世间人的恐慌 那么这种恐慌呢 其实是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要知道 他们诚心的理佛 诚心的在羞耻的人 都还会因为这样 这种事情而回去 那么一般人 没有诚心理佛的人 那天那些在谩骂 在抗争 在批评 在索取的人 那他们 我们可以想见 他们没有办法 回天的那种惨状啊 已经是更加 可怜了 起码我们见证到 他们因终而死 因终而死 这个古大哥告诉我们 忠诚孝子 今天过世 明天回天做神 忠诚孝子呢 他本身就是修道人 如果他们不是修道人 那么谁还敢说 自己是修道人呢 所以我们要知道 修道跟你 你读经 看经典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跟圣经没有关系 跟佛经没有关系 跟四书 可兰经 完全没有关系 你要证悟到你的自信 了解到 你的那一份诚 诚心敬意啊 是跟你的生活 生命息息相关 跟这些经典是没有关系 经典指典你 要不要做债民 跟这个佛堂没有关系 跟清真寺 跟这个教堂 跟这些佛寺 完全没有关系 你天天跑道场 跑 跑庙宇 充其量呢 只能够沾到神的光啊 给你一点点点 你的福报 因为你没有造恶嘛 你没有造恶 起码福报就会显现 但是对于 你的解脱 你的证悟 你去跑这些道场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呢 你必须在道场的行持之中 要回归到 那个天地西皆归 那个一 那个自信啊 你的这个作用啊 才有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讲忠识 你今天呢 做忠识 做孝 做这些道场的事情 你有没有达到忠识 的一个诚心敬意 忠既然是不偏不倚 那就是发自于自诚 自诚是一念不生啊 你有没有生念啊 你有没有 这个 千尝挂应啊 你有没有抱怨 抱怨批评啊 我们在道场看到的 任劳不认怨 这样的事情是很多 忠然是叫我们做事情 什么人安排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只好去做 但是呢 内心不服气 内心不服气 即使你没有讲出来 你那是不品的气啊 还是存在你的心中 那你的这个心啊 你这个忠庸的心 忠已经骗掉了 你不够忠啊 所以我们此时此刻 了解到这些现象的变化 回过头来就要自省自己 反身而成啊 一切要返求诸己啊 自己是不是达到这样的标准 这个 我们看整个天地万物 它都是一种中的视线 每天都在视线给你看 但是呢 你有没有办法看懂 你看日月深层 日月有没有中 非常的中 中至于 中到人 是你没有办 你觉得他们已经不是中了 你没有办法体谅到他们的中 你看太阳白天就升起来 晚上下去 月亮升起来 日月交替 有谁比这个更中的呢 我们说狗最中了 狗还不一定比这个还中 更不用说人 那么你看 这些草木 这些花草 中于是视纪 你看视纪来 他们该发芽 该开花 该结果 有哪样不中的 都是中 所以天地万物都是中 他们中于自己的事情 他们中于自己的心 那么说来说去 只有人会讨论中不中的事情 因为中这件事情 在天地万物而言 它本来就是一个 如如自然的行为 所谓法尔如是的行为 它不需要去讨论 不需要去弘扬 今天我们把它拿起来讲 中事 你要去爱国 爱国中事 这样才是一个修行人的典范 你看这还是修行人 那一般的人怎么办 那所以呢 中一定是出自于自信 才是中事 你对于每一件事情 你才能够 依照你的中心 去判断 去从事 遇到于你那份诚信的心了 所以 你看你的角色是什么 你的角色是听众 你就是中于这一场课 的演讲 好好的听 用心的听 把它听到你融为贯通 听到你能够受用 你没有你没有中 你的听客人胡思乱想 千禅挂爱 结果呢 这一场演讲 对你呢 只是形式上的圆满 对你的内心呢 一点帮助都没有 那么这一场演讲 对你而言 你就没有做到尽忠的本分 你没有尽忠 那么讲师呢 他要用心的讲 好好的讲 讲师没有办法说 完全依照信德而讲 起码他要用心准备来讲 用心准备来讲 用心去感应 听客的众生 他们的这个内在的心 心里面的需求 那么台上台下之间呢 就能够互相应感 互相交融 那么这个讲师呢 他讲课 他才有做到 这种尽忠的本分 我们现在讲课啊 后学都不看稿了 但是有做准备 在现场的讲课是不看稿了 所以我们前面没有大字报 前面也没有显示字幕出来 我们讲的都是呢 依自信而发 所以我们要抓到那个 自信的核心啊 才能够远远不决 把这个道理啊 视线出来 那你要抓到这个事情的核心啊 这个道义的核心啊 你必须 自己要有所 有所政务 有所体悟 你要去修行 你不是看了书就算了 我们说看书是跟修行没有关系的 所以你看 六祖坛经里面 法达 这个角色 送了法华经三千步 哦 不得了 自以为很厉害了 但是没有感应 可是呢 每天都觉得自己不得了 那么他去见六祖会论的时候啊 礼拜头不至地 这个六祖一看啊 诶 这个人 怎么这么大我慢啊 生这个高傲的心啊 我就问他说 你礼拜的时候 头问为什么没有磕地啊 磕到地上 那才是真诚的礼拜啊 你没有磕到地上 那表示呢 你心中一定有什么事情 一定有你自己认为呢 非常觉得了不起的事情 值得骄傲的事情 那你说看看 你到底是什么事情啊 这个法达就直接讲 我送法华经 送三千步 哦 讲的时候呢 可能得意洋洋 那法华经 你看是非常厚的一本经典 法华经是制成一个法门 法华经教人回小巷大 教人呢 这个一大事因缘 他教人呢 一乘佛法 没有其他圣啊 没有所谓的羊车 牛车 大白牛车 没有这些分法 没有这些分法 就是啊 回忆佛圣 所以成佛了法华 那成佛就是呢 法华经 法华经的宗旨 就是在讲这个 那一部这么厚的书啊 一天念一部啊 就已经不得了了 哦 他念三千步啊 你看 这个 一千步啊 哦 一天念 一千步来算啊 大概要三年多 那三年多 他这个三千步啊 大概念了 将近四年啊 哦 如果说我们粗略了一个概算的话 法达念法华经啊 可能念了十年了 每天念 哇 这个不简单啊 这的确是一个 这个精进的功夫啊 但是呢 他没有念进心里面去 所以呢 他礼拜祖师的时候啊 升起大我慢 然后六指会人问他 那你念了这部经 你知道这部经在 在说什么吗 法达说我只顾着念经啊 我也不晓得里面在说什么 那六指就叫他 不然你念 念出来听看看 然后他就念给他 慧能听 念到第二品 六指慧能就跟他讲 好了你不用念了我知道了 六指讲的就是我刚才讲的 唯一佛圣 要叫人回小向大 你坐却白牛车 可是呢 不见 明理 所以教他讲 唯一佛圣的道理 唯一佛圣呢 就是我们这个 明是一指的 这个唯一自信 我们内在的佛法 内在的自信 这个是唯一佛圣 只有呢 你从 明是一指的地方下手 你才能够见到 本来面目 你才能够明心见性 那所以佛家讲明心见性 儒家讲存心养性 你要从存心养性 然后来达到明心见性 存其心养其心 存什么心呢 存这种 三纲五常五轮八德 爱国宗士这种心 存那个心呢 不偏不倚 然后呢 没有其他的妄想 执着 分别 存这个心 然后让这个心呢 死死保持 不会变化 就是养心 养这个心呢 让他慢慢的扩充 这个就是浩然正气 所以浩然正气 起之于我们的自信 的那一份 如如不动 自信本体 我们找到了那一份的 这个 这个 自信本体 那一份清净光明 那一份如如不动的 的一个道理 本来成佛 本来众生皆可以为遥顺的 这样一个道理 只有明心这一指 已经告诉我们 谁可以晓得呢 当然师父引进门 修行在个人 我今天佛性 已经呢 具处在我的内在 一切外在的 这些言语 行为 这些庙语 都只是 我们的一个 引缘啊 那有可能 变成我们的障碍 这样的障碍呢 会障碍我们 寻找到佛性 的一条路 所以不要在意 这些外在的 道场不再看大或小 上课不再看多或少 你这个道场的这个地位 也不再看高或低 因为一切圆满 一切平等 一切清净 那么呢 就没有所谓的分别 所以当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啊 都没有分别 这个就是中式 那么中式的道理呢 造成你一个爱国的现象 你看你做好一个老百姓的本分 你该缴了税 你该进的义务 你把它进好 这个国家呢 每一个人都这样 是不是国家就运行顺畅 是不是国家呢 就能够富强康乐 啊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啊 那今天我们不是啊 我们认为呢 做法会 或者是说 捐庙款 或者是说 理这些神明 我们才认为说 这个 一个百姓 帮助国家社会 富强安康 的一个道理 其实都不是 不在外在这些形象 你要把这些外在形象 放掉 甚至你要把你的头脑放掉 只有你回归到你的自信 你的那份佛性 我们也可以说神性 神性呢 发现到神性啊 你才是知道 你真正的爱国 是这么样的踊跃 这么样的爱护众生 这么样的爱护这个天下万物 神性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你 只是呢 你忘了 你一直不在 不在家 真主人没有办法做主 神性常常来找你 佛菩萨常常来光顾你 可是呢 主人不在家 主人不在家 这些神性啊 这些佛菩萨 没有办法加持给你 没有办法帮你引出来 因为你不在家嘛 那你跑到哪里去了 你跑到这些妄想分别执着 你跑到外在的这些染灶 那你去了 跑到这个卡拉OK店 你跑到这个抗议的群众 你跑到电影院 跑到歌剧院 你一直一直在向外跑 包括你跑去道场 你跑去听人家演讲 你心都要上外 往外散 你不想要把它收心回来 虽然道场也是一个引员 来帮助你开启的内在的自信 但是呢 你的心如果没有抓住那一份 亲近的本性的话 做这件事情 反而障碍了 你成佛的机会 所以有的人 离开了世间的园 进入这种 修道道场的园 但是呢 离开了那个位置 得到了这个位置 你还是要 你还是在那里分别支柱 你还是在那里抗争 我们在道场讲 不去跟人家抗争 不去跟人家 有所分别 但是呢 你在道场 同样在做这件事情 你只是换了个位置而已 你没有精进 你没有成长 你修行 不受用 不见功夫啊 所以你要知道修行 自己有没有见功夫呢 很简单啊 你要跟你去年的你比起来 今年的你跟去年的你 你今天呢 今年的你 有没有智慧开启了一点 凡事有没有放下一点 你的杂乱 有没有抗开一点 这些干扰你的 这些五一六成 有没有离远一点 如果有 那么你今年是进步的 你的修道是得力的 但是呢 年年看啊 已经是来不及了 我们必须的 每个月都看 每个月都看自己 有没有产生 那一份的绝授 有没有放下那一份的 这个妄想 无名 分别跟执着 每个月看 至少要用这样的一个标准 才是一个精进的修道人 那么有的人是每天看 那更加精进 每天看 看今天的你 跟昨天的你 有什么样的不同 有没有进步 这是每天看 你刚关乡帝君教我们 每天看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骑着那个刺兔马 手拿着这个青龙掩月刀 就是在做这个标法 你看青龙掩月刀 它不是用剑哦 它是用刀哦 一个大刀哦 这个大刀的力量是非常的强的 所以这一刀斩下去啊 那比剑的力道还要大 所以呢这个刀呢 表示一种勇气 一种脱力 那个斩 表示一种 表示一种智慧 你要用智慧 再加上勇气 来斩除 斩除这些外在的攀缘 五一六成 明文立养的 干扰 你要把它斩除 然后其的次度嘛 不断的精进 那么你才会渐渐走向智慧的光明 这个是官圣帝君的表法 那所以呢 官圣帝君 为什么最近 我们这个年代 他的这个信徒越来越多 他的供奉也越来越多 其实呢 他是一个得使的神明 因为他是现在欲望大帝嘛 所以呢 得了这个天使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生活上 在修行上 碰到了什么障碍 我们可以请求官圣帝君加持 帮我们尽数排除 让我们呢 早一点进入那个神性 早一点 找到我们的良知本性 但是要用什么找了 官圣帝君教我们 三纲五常 五伦八德 你看官圣帝君的经典 通通在讲这个 他没有讲那个 无为而为 他不讲这些心性大法 玄远的道理 现在的众生听不懂 那必须讲人的道理 人圆满了 自然了 这个心性就圆满了 这个是先佛 慈悲啊 他指示我们的 人是尽天道源 所以呢 一定要从人是的这种 基本做法来做起 所以爱国宗事就是属于人 人事去圆天事 人心去应这个天心 这个是爱国宗事 那所以 日月星辰 草莫万物都是宗的 那么人怎么可以不宗呢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 一个人 当他终于他的本分的时候 他是毫无畏惧的 他对各种障碍 各种阻难 他是呢 要迎刃而解 他要拿起那个关刀啊 去把他斩除 迎刃而解 我们这里讲一个宋朝 宋朝这个 这个人啊 叫郑霞 郑霞的故事 那郑霞呢 他没有 他也没有什么名气啊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呢 他的老师就很有名气 可能大家都听过 那就是王安史 那王安史呢 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啊 所以可见呢 他的这个文章啊 是流传后世的 那他是北宋时期啊 那个宋神宗 那个时代的宰相 所以王安史可以说是位高权重 他的极力变革 想要呢 改进人民的生活 所以呢 他的革新变法 我们知道 这个王安史的改革啊 在历史上是有流明的 他发展了很多的这种法 立下很多的法 希望呢 让人民来遵守 希望呢 国家达到这个富强康乐 后来当然这个皇帝支持他 神宗的时代呢 支持他的想法 要当然放手去做 所以呢 他颁布了所谓的 农典水利法 清苗法 君书法 这个宝甲法 宝马法 等等一大堆的这个 这个法 名词是相当的多 名目很多 他把他统称叫做心法 那么这个心法呢 执行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呢 惹得天怒人怨 惹得天怒人怨呢 这是因为他不懂得 治理人民的根本 他一味呢 用强制的方法 强制的方法 比如说 保甲法 保甲法 甲就是 甲 甲兵啊 就是说 你要 提供一定的 这个 这个 服役的人员 我们现在说 当兵的人员 那么你这一口家 如果说 有两个男丁以上啊 那么另外一个男丁啊 就要出来当兵 来做这种 这种维护当地 自然的工作 这个呢 是保甲法 还有清苗法 这个清苗呢 这个农民 种出来的这个稻苗啊 一部分要上缴国家 但是呢 他的规定的很严苛 以至于呢 这些农民呢 光上缴的部分啊 就不够了 更不用说 要养活自己 那他的这个 这些法呢 弄得民不聊生啊 怨生再到 人民没有因为 这些新法 而得到利益啊 反而得到 更苛刻的 这样的一个 政府压制 所以天怒人怨 怒到什么地步呢 怒到呢 这个老天也不下雨了 你看人民的 那个怒气啊 会惹的老天感应 那神宗皇帝的时候 在位啊 皇帝如果没有德性啊 那么 这些鬼神啊 就会作乱 在国家作乱 因为呢 有一个坏的法 我们不敢说 王安史是一个奸臣 起码他也是 为人民好 只是呢 他不懂的方法 那么他的学生正想 建议老师 应该废除 这些新法 重新订定了 比较有利于人民的法 不然呢 流民 一大堆啊 所谓流民啊 就是 在家里养不活了 吃饿了 四处流浪 西家带眷了 四处讨饭吃了 那么流民成了一种现象 所有的 只要一个城市的流民 就这样出发了 那这个 这个国家就不得了了 发生动荡 老天不下雨啊 所以也没有农作物啊 没有农作物 你怎么上脚 那么 更不要说 你要养活自己了 你吃饭都没得吃了 你还要上脚 所以干脆不种 所以后来 他的学生郑霞 非常有这个意气 他觉得说 老师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所以他就跟老师建议 希望能够撤销 但是王安史没有听 也不理会 他这个无名的小子 乱讲话 后来郑霞 没有办法 他只好呢 将这个流民啊 出走的现象啊 哀鸿遍野的现象啊 画了一幅图 然后呢 送给皇上 可能经过了各种关系啊 他把这幅图啊 送给皇上 然后呢 亲自跟皇上讲 如果皇上 能够下令 废除新法的话 我敢用人格保证 我用生命保证 天马上会下雨 天如果不下雨 我宁可自杀而死 或者是被朝廷处斩 你看郑霞懂这个道理啊 他愿意用生命来换来 这个天降甘霖 那宋神宗呢 他还算是 有德的皇帝啊 在北宋的时期啊 宋神宗之前的宰相是 司马光啊 这些人算是很有能力的 这些贤臣在辅佐他 那虽然这些 知识分子啊 彼此之间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呢 神宗皇帝啊 还算是很会用人 那他听到郑霞这么讲 他也是非常感叹 竟然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于是呢 下令废除新法 王安史的新法就下令废除 王安史的新法废除 王安史当然去抗议啊 抗议无效 改由其他人 颁定新的法律 结果呢 王安史呢 因为呢 咽不下这口气 所以呢 他也就辞官而去了 后来呢 在辞官之后的两年 王安史也就气死掉了 但是听说 众神宗废除新法之后 天马上下甘 甘露 甘露法语啊 天降甘领啊 整个大地啊 这浦泊渊泉啊 滋润万物 滋润众生啊 人民跑出来街上 跑在农田上 跑在这个大地上 在那里 感谢老天啊 下了这场雨 浦降甘领啊 让他们得胜 新法的事件 到这里 才算是高一个段落 你看这是 郑霞用死 死剑 呼吁 这个皇帝 能够赶快废除 死剑 就会成功了 但是呢 郑霞毕竟 大家早安 道之宗子 讲到爱国宗室 特别要强调宗室 这个德目 那我们看 那我们看 最近的 时事的变化 虽然金融 海啸 已经过去了 那么 台湾的景气呢 也 渐渐的 上升 但是呢 整个 社会啊 有一种 很奇怪的 氛围 充斥 弥漫者 这样的氛围呢 那就是呢 这个 供业的 来啊 供业的肃杀 已经没有 那么明显 而是呢 形成一种 别业的 讨报 很明显 别业是什么呢 别业就是 每一个人 他自己的 因缘 果报 现前的时候 所受的 讨报 这个是别业 像金融 海啸 像巴巴 水灾 像 整个 经济 不景气 这个是属于 供业 但是供业 过去之后呢 另外这一波 好像 又是 别业的 兴起 整个 这个形势 气势 在看涨的时候啊 那么 供业没有办法 形成 大面的 大部分的 这样的一个 讨报啊 那么 我们就用 个人的讨报 我们说没有办法 用联合 报啊 也可以用 自由时报啊 那联合报就是 联合同时 一起 来报 那 自由时报呢 就是自由 自在 随时 都可以来报 那叫自由时报 那我们 每天 看的新闻啊 充斥前面的 这些 社会 画面啊 都是这样子 你看单单一个 H1N1 这个疫苗 最近 接二连三 发生了 打疫苗之后 而产生 各种副作用 乃至死亡的案件啊 每天 都有在上演 那这个 交通事故啊 停船 有的人莫名其妙呢 就这样 被撞死了 昨天两个人 蝉死在 供车室下 这个实在是 很离谱 很难想象 很可怕 那昨天后 后学特别提到 我的 同窗好友 马来西亚的 清发兄 领奖师 那他已经跪空了 被封为 清发正军了 那这个消息啊 来得太突然 太快了 我们不晓得要感慨 还是要感动 那么当然啊 清发正军 他能够 成圣城险啊 继续在 天佛院 来帮助众生啊 那这个也是他个人修持的 的国报 我们也要 恭喜他 那么 留下来在人世间奋斗的 那就不能够输给他 哦 就是这一 后面的人 一定要比前面的人强 那这样的 道场才有一个 欣欣向荣的 一个契机啊 那么 清发正军啊 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典范 那他是一个年轻人 那他 这个对道场的努力呢 又不输 前面的人 你看我们前面的 这些大德者 这些前人辈 封大仙的 封真军的 封菩萨的 都是有 那么 像 清发兄这样子 一下子就被 提拔为 真军的 那在这个 那个时代 是很少见 都是从大仙 慢慢升级到 真军啊 他这样一下子 就跳到 真军去了 可见呢 他在世 所留下来的功德 是很大 而且以他的年龄 来讲啊 跟这些前人辈 来比啊 真的是 没办法比 所以 清发正军呢 是一个 很好的典范 那 呼应到 最近 这个 交通事故 频传 个人的 伤亡 这种 频率很高 我们不晓得 这 是不是 今年 另一波的 结束 那所以呢 每一个人呢 要能够呢 恭敬为上 恭敬为上呢 你对于你的心啊 就是要 这个 祖宗 你就是要 忠视 你对于这个 家庭 这个公司 整个社会 还有国家 你都是呢 要秉着你这个 忠心来用事 那这样呢 就能够步步为宜啊 柳暗花明啊 所以想到 人跟国家的关系 人显得是 非常的渺小 不要说世界了 不要说天下了 在这个国家之中 人就已经这么渺小了 人到底可以 有什么作为 可以帮助国家的呢 其实这样讲起来啊 好像也没有什么 可以作为 我的一己之力呢 能够做多少 那么就 就做多少 那么其实呢 整个国家的力量呢 就是在你这个 一己之力之上 为什么 因为整个汇聚沉重了 所谓人以群分嘛 物以类聚啊 那大家呢 聚集在这里 形成一股 共事 这样的一个 共事的力量啊 就会营造出一个 非常庞大 非常 这个排山倒海的 这样的一个能量 来改变整个时局 所以呢 这个能量呢 必须是 这个 目标一致 你那个目标 如果不是一致啊 那么你这个力量啊 你这个共事力量 没有办法打倒工业 结束海事未来 所以呢 一定要力量集中 那么我们现在 就要讨论啊 到底怎么样 让他力量集中呢 这个力量集中啊 就好像 孟子所讲的 天下逆 源之一道 大家呢 回归到 道的本体 那这样的力量 才会集中 整个世界啊 才有可能改变啊 国家呢 才有可能呢 跳出各种的危机啊 台湾虽然 已经过了 那个金融危机啊 但是台湾受 金融 这个海啸啊 那个杀伤力很大 一肚子 沉到 一阵子 沉到谷底啊 现在又反弹回 上回来了 那么这个是 力多还是力空呢 我们也不得知 整个局势的变化 起起伏伏啊 所以起起伏伏 其实才是人生的变化 一路好走的 一路平顺的路啊 一反风顺的路啊 不见得是好走的 起伏不定的 这样的一个人生啊 那才是 这个是 这个是呢 阴寻苟且 那么这个 习于宿命啊 以前是怎么样子 现在继续这样子 那么习于宿命呢 当然就是得接受 这种命运的安排 六道的沦为 所以 所以我们讲到 我们讲到 这个 以自然为师啊 以自然为师 大自然是我们的老师 这个叫无师 无师道 那么大自然 他所做的 这些 这些 视线啊 每一个都是 来警醒 来教导我们 那么人 为什么会跟大自然 会有所 违抗呢 所谓顺天者唱 逆天者亡 顺天 天的本意是什么 天的本意在我们 人世间 那叫做 三纲五常 胡伦八德 天的本意在这个国家里面 就是 叫我们爱国 叫我们忠识 在家庭里面 就是孝顺父母 有爱兄长 这个就是天的法则 顺天者唱 那么你的家庭会昌盛 你的国家会复兴 就是要 顺应这个天道 所以道 不是 一贯道在讲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讲道 而且每一个人都有道 如果说每一个人都能够把这个道呢 齐聚起来 把那个道的力量发挥啊 那么 形成了这个共识啊 就能够打倒 打倒共业 让台湾呢 这个宝岛啊 真正的形成 福尔摩杀 不再是贪婪之导 不再是呢 这个 抗争之导 那这个是需要了 整个人的共识 所以 现在重点是我们要怎么样达成共识 这个是非常主要的力量 那就是呢 要有人去做 谁呢 那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有心人 有心人要去做 那么 谁是有心人啊 有心人就是你呀 就是我呀 就是我们这些 想要 回归自我的人 想要回归自然的人 想要天地 西皆归的人 想要这个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 何以秩序的人 不要再脱续 不要再 这个五一六成 不要再四身六道 这些人 所以呢 这样的道理呢 并不是每一个人能懂 但是呢 有的人呢 他不懂这样的道理 可是呢 他有在做 比如说他孝顺父母 他忠心于 这个他的掌上 他的这个公司老板 忠心于 他自己的 本分 职务 那么对于 深层的道理呢 他并不是很了解 但是呢 在论语里面 曾经讲了 虽约未学 无必未知学矣 这是指下讲的话 虽然说这样的人 没有 没有说过 他有去受教育 他有去学过 什么大道理 但是呢 我要说这个人 就是已经学过了 所以你看 我们的阿公阿嬷 他们已经学过了 他们在做人的处事上 他们做的非常的圆满 他把这些小孩 带大 在这个社区里面 营造了一个很好的 一个生活环境 那是三四十年代了 离我们现在已经很远了 也隔了两三代了 所以隔了两三代之后 这些小孩子啊 受过科学的洗礼 欧风 梅雨 的这个侵蚀 整个观念呢 已经改变了 那么这个大观念的改变了 让我们重新思考 重新定位 我们的根在哪里 我们主要的本在哪里 人所要依规的是什么 我们如何凝聚共事 成为一种新兴的力量 来对抗整个结束 我们说的结束 现在屡屡传在我们的面前 你看这个H1N1 气候暖化 我最近还溜来了 所以呢 你看 整个大陆 一场雪啊 把正在行驶的火车啊 通通淹没了 旅客被佛 被这个雪啊 封住在 在那个火车轨道上 一整天啊 不得动弹 这个是气候 这个 异常 气候异常 造成了整个 这个地球的 的一个大变动啊 所以呢 有很多物种 归因此而灭亡 那么有没有可能 人是最先灭亡的呢 这样想起来是非常有可能的 为什么说非常有可能 因为照理我们的认知啊 整个宇宙的形成 升天升地 升万物升人 那么如果整个宇宙的收数呢 那第一个收的一定先收人 收人 收万物 收地 收天 那这个顺序一定是这样的嘛 但是呢 我们 不晓得 到底什么时候要收人 虽然说 已经到了 五位 香蕉啊 这是先佛 一直告诉我们 现在是五位香蕉 五位香蕉就是说 到了 十二点多 如果按照 整个 十 十计的 元会来看啊 把整个 天地的深层 看着 一天二十四小时 那么一天二十四小时 现在已经走到了 中午十二点多了 那中午十二点多 到了三点以后 要收人了 所以看起来呢 已经是快到了 但是呢 佛经的理论啊 佛告诉我们 这个一节啊 可以演化成一撒那 一节的单位呢 是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啊 那么一撒那的时间呢 是相当短的 可以演化成一节 所以说有的人感觉呢 度日如年 这个时段好像特别久 有的人呢 度年如日啊 哎呀 每天 这样子日历一天一天的再翻啊 时间过得很快 那个这种啊 就是所谓的 一节变成一撒那 一撒那变成一节的 这样的一个观念 那这个我们可以体会 那这个意思呢 我们也可以 把它解释为 那就是说 生这个收天 收地 收人 那他的时间呢 虽然是说在 三点以后 但是这个三点 我们现在十二点以后 到三点时间 还有多长的日子 这个是我们在努力的地方啊 还有多长的日子 也有可能无限长 可是呢 照轨迹的运转 是不可能无限长的 但是呢 人的一个努力啊 人的一个精进啊 也可以把它无限的拉长 让整个世界魔人不要来临 那怎么做呢 怎么做呢 就是大家营造共识 什么共识 回归自然的共识 回归自信的共识 回归道的共识 用这个共识呢 来面对整个业力 整个这个结束 收天收地收人 收万物 这样的一个结束 那如果说这个 大家都努力了 那个结束可以拉长 拉长到 我们修行可以正果 我们可以来去自如了 那么 好会毁灭 毁灭就毁灭 我们先回去 让新世界再生成的时候 我们再来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为什么 要度化九六亿元太佛子 这个是弥勒祖师 的一个愿力 那么要度化这么多众生 需要更多的徒弟 来帮助他 虽然佛力啊 可以无量无边啊 但是呢 佛不度无远之人 大于虽大 不论无根之草 所以呢 人的那个缘啊 必须要让他成熟 人的佛缘啊 要让他成熟 可是人本来就有佛缘了 人本来不是佛吗 有 那个种子呢 一直在核心里面 所以呢 我们今天最重要的 是找出那个核心 核心是不好找啊 那么我们至少要先找到 通往核心的路 通往核心的路呢 是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 你必须自己去悟啊 除非今天 有明师将士 来告诉我们 通往核心的路 就是往那里走 那我们才有得救的机会 那今天明师已经来了 明师也告诉我们 我们也已经知道了 那现在呢 还没有得到的 还没有得到那个指点的 要赶快去找明师 不晓得你能不能找得到 总在预言不同 预言不同 所以呢 你有没有这个成就的因缘 但是每一个人都会成就啊 所以呢 这个成就有先后 有次第 那么我不想再等到下一次轮位了 我想我这一辈子 我就要可以回天 我要及身成就 及身成佛 可不可行呢 可行 为什么可行 因为呢 我们有明师一字 我们有天恩师德的保证 我们后台老板是谁 弥勒祖师 积功活佛 还有约会菩萨 还有呢 这些成圣的诸天仙佛 都是我们背后的后台 没有人像我们这样 有这么强固的后台 所以我们天恩师德 这个路人一定要 这个关系啊 一定要把它通 把它沟通好 你今天所在世间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都是天恩师德的供应 你是为了天恩师德 来到这个人世间 你是为了服务天恩师德 所以呢 你用肉身的样子 你用忍的样子 来存在这个世间 那所以呢 你要做的是佛的事情 圣贤忍的事情 那动众生不知道 你要告诉他 你要教育他 教育他 用以身作者 用言语事件 用文字显化 等等的方法 你要教育他 教育他 回归自然之道 回归三刚五常 五人八德 回归爱国宗事 起码你 对你自己的职责 你自己的本分 你自己的 在人世间的责任义务 你要把它尽稳 这个就是中 所以中式的道理 事事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我们说 理可以顿悟嘛 事要建修 这个中式的道理 就是要你建修 建修你在人世间的这些 人情障碍 人情事故 你要去修完 修满它 因为呢 这是你累劫累事所 积累下来的 这个是叫做宿命 那么宿命呢 我们要必须面对 去把它 圆满起来 圆满起来 既然有命嘛 我们今天 要怎么样 摆脱命运的束缚 你看 单单一个 鬼神 就知道我们的命运了 就可以束缚我们 因为我们有命 我们有束 命跟束在我的身上 所以我可以 被它束缚 但是如果没有我 我连这个肉体都没有了 那么请问你要怎么束缚 你的束 是在肉体上 后天上 发生的 你的命呢 也是需要这个肉体 才能够呈现 我既然都没有肉体了 我要怎么样 被你束缚 所以没有我 没有我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你的忠识 忠道要没有我 没有分别嘛 不偏不倚 那个就是真实的我 那个就是诚心经义 最大的诚心经义 最大的清静心 那诚敬是功德 清静心是功德 爱果忠识是功德 功德足以帮助我 超生了死 所以你今天 想要超生了死 你要先从 尽自己的本分做起 你的本分是人 你要从人做起 人为什么会有习惯呢 人的习惯 其实都是呢 莫名其妙 累积来的 你不晓得什么原因 那个无名就产生了 所谓一动而生太极 太极生两仪 你看有一个科学家 做一个猴子的实验 把一群猴子关在一起 猴子有地域上的关面 所以呢 猴子里面呢 一定有阶级制度 有所谓猴王 那么科学家 试着呢 把新的猴子 放进这个猴群里面 那么这个新的猴子啊 这个阶级最低 所以呢 他的兴奋 身份最新啊 最卑贱 什么事情呢 最出众的 都要他做 那么什么人都可以欺负他 所以典型的老兵 可以欺负新兵啊 现在呢 科学家 又把一些老兵抽走 然后呢 又放了一些 新的猴子进去 结果呢 这个第一批的猴子啊 又欺负第二批的新猴子 那原来的猴子 原来的猴子 还是一样欺负第二批的猴子 反正老兵欺负新兵 就一直欺负下去 那么他们用一个很有趣的实验 他们在这个园区啊 放了一根香蕉 那么这根香蕉呢 猴子看到香蕉 总是想要吃香蕉 就会呢 伸手去拿 每次伸手去拿 这个科学家呢 就在那一扎那 就洒水 就会放水 然后他就 被淋得全身都是水 只要想拿香蕉的猴子 都会 全身淋得是水 那所以呢 这些猴子得到教训了 得到这个经验了 香蕉 撒水 全身湿透了 这个化成等号了 所以他们现在不再拿香蕉 旧的猴子都知道 不再拿香蕉 可是呢 当这个新的猴子一进来 老兵可以欺负他 欺负他 他总有一个 慰藉的地方吧 他干到香蕉 他也去拿 好了 他要去拿香蕉 结果呢 那些猴子 更加的追打他 把他打得这样 落魄凄惨 因为呢 他要去拿香蕉 那么他是新兵 所以他不晓得为什么 反正呢 新兵总是要被打 现在呢 第二批猴子进来了 第一批的新兵 也可以打第二批的新兵 只要呢 他要去拿香蕉 就可以修理他 好了 现在呢 在猴子之中 形成一个共识 那就是什么 香蕉不可以拿 谁拿着香蕉 就触犯进气 就要挨打 然后现在呢 科学家又把一些 老猴子拿出去 又放了一些新猴子 进来 结果这些新猴子呢 被欺负之后 也想去拿新香蕉 结果呢 被欺负的更惨 要去拿香蕉的 被欺负的更惨 反正只要走到香蕉那里 就是被打 一直到呢 所有的 最粗一批的猴子 这些老猴子啊 通通被抽离掉了 加进来的都是新的猴子 加进来这些新的猴子啊 跟香蕉 跟这个洒水被打 是化成灯号 那他们不晓得为什么 香蕉跟被打 会化成灯号 不晓得为什么 所以没有人 没有猴子再去敢去摸那个香蕉了 其实这个实验啊 很有趣可以告诉我们一点 那就是呢 我们的文明啊 也是这样形成的 我们的这个习性啊 也是这样累积来了 人说不可以怎么样 不可以怎么样 那么累积久了 就形成一种文化 这个地区的一种文化 你可以做什么事 不可以做什么事情 你做什么事情 是受到惩罚 不做什么事情 你是受到鼓励的 就形成这样的一个 次序出来 这个就是 这个地方的游戏规则 那形成一种 礼仪的教化呢 这个就是一种 人世间的游戏规则 所以你看这个文化 是不是对呢 不见得对 可是呢 只要是 用得到 用得 在对的地方 那就是对的 你看中国的礼乐文化 在中国是很合理的 可是到外国 不见得合理啊 你看外国人 要向皇帝下跪 外国人这种事情 看不出来 你就知道说 这个礼乐 在其他的国家 不一定 合得来 那么所以各地 有各地的文化 各地有各地的习俗 那么这个习俗呢 形成人的一种习性 这个习性啊 就形成 人 在人世间 你跟人家 这个 人情世故交往的 这样的一个惯例 所以有好的惯例 有坏的惯例 然后再加上 自己的文明 习性 加上传统的文化 然后呢 自己的文明 这样加来加去 就变成你现在这个样子 那所以圣人教我们 你要爱国宗圣 你要进天地里 神明 这个呢 都是依照你的本性而发 至少 本性而发的东西 是不会出错的 那所以呢 当我们把这些 依赖的习性 都去除之后 我们会发觉到说 我们原来的面目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清清清清光光明明的 所以说为什么 这个本性是善 习性是恶 善恶的道理 是从这里分 那是两种性 因为两种不同样的性 所以呢 人会把它搞混在一起 那所以在 在大自然界 什么才是最好的 在自然 没有一样不是最好的 你看玫瑰花 玫瑰花 最漂亮 那康乃馨呢 康乃馨 最温馨啊 莲花 莲花最 脱俗啊 菊花 菊花最有这个 蚊子冰冰的味道啊 那个 鱼鸭灰呢 那个鱼鸭灰算什么 鱼鸭灰就是有它点缀的 的作用啊 所以什么花是最好 每一朵花都是最好 这个就是自然 自然之道 所以哪一个人最好 每一个人都最好 把你的成见 把你的习系 把你的无名丢掉 把你的本性流露出来 你的本性流露出来 是不偏不倚的心 这个就是宗事 不偏不倚的对待 这些人事物 这些 社会自然 那么 你就是 回归本性 所以呢 我们要以自然为师啊 自然是我们的老师啊 鱼鸭灰是我们的老师 玫瑰花是我们老师 什么都第一啊 你看我们人 人的器官之中 什么是第一的 什么最重要的 没有 没有最重要的 都是 都是第一 都是最重要的 没有所谓的特别重要 没有所谓的比较不重要 你看以前的人 扁桃腺发炎 以前的医学 扁桃腺就把它割掉 到后来你看 盲肠发炎 盲肠把它割掉 那为什么 因为扁桃腺 对人体不重要 盲肠对人体 没有帮助 所以呢 可以把它割掉 但是呢 后来的医学发现到说 扁桃腺其实可以帮助这个免疫系统 盲肠可以帮助这个肠胃的各种细菌的消化 都重要啊 可是呢 已经被割掉的那些人怎么办 那吃好了 说声抱歉了 那所以呢 我们人的身体器官啊 每一件都重要 每一个都重要 你看 你说眼镜最重要 那么你不可能说 你不要鼻子 不要嘴巴吧 我们整个身体 你说头最重要 然后你把头拿掉 你把头拿去啊 但是你不要脚 你不要手 你不要身体嘛 不可能嘛 这整个是一体的 所有的都重要 你看单单这个头发 微不足道的头发 那其实你不要说它 微不足道 整全球上百万人 因为头发 而伤脑筋 而吃不下 而睡不着的人 很多 所以头发 头发重要 哪个 哪个 哪个器官不重要 你说 没有 在这个器官 在它的功能上 它的功能是第一 眼睛 眼睛第一 耳朵 耳朵是听 是第一 鼻子 鼻子 闻第一 嘴巴 嘴巴 嘗嘗 是第一 身体 身体 触觉是第一 都有作用 没有一个 没有作用的 那么 这是一个 整体的概念 整体 没有人 第一 没有老大 那么你看我们在道场 火车头 号称为是道路主 班户主 文书主 其他这些组 就是配合火车头 所以道路主最重要 那你想想看 你只要道路主 你不要班户 文书主 你不要这些 大司机组 不要这些 这个厨房主 道路 交通指挥主 你通通不要了 结果你只有道路主 你可以干得来吗 人事要天办 不是天事要人办 天人要合一 那么 人必须要成为一个整体 来运作这件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 才有可能完成 那么人也是一样 人这些器官要合而为一 成为一体 那么这个人呢 它才有功能 它才能够发挥出 人的一个作用 你断手断脚了 虽然还可以火 但是呢 你的功能就不彰显了 你看耳朵是不是忠于 我们这个身体 鼻子 眼睛 嘴巴 手 是不是忠于我们这个身体 他们默默在付出 默默在尽责 所以当你在道场 在始祖运作里面 你是不是也是一个默默运作的人呢 默默运作了整个道场的 这样的一个 心圣啊 就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运作正常 那么道场 就可以运转不息 如果你在 一个组里面 结果呢 专门呢 好意勿劳 专门呢 任劳不任运 你虽然做了 四处批评 那这样呢 就形成 好像有一个细胞呢 在那里作乱一样 这个身体呢 有一个地方总是觉得怪怪的 好像卡卡的 卡在那里 如果一大堆人在作乱啊 那这个身体的细胞啊 全部 这个器官坏掉了 糟糕了 身体就 受到影响了 一个器官坏掉了 其他器官也会随之坏掉 这个是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 那么在寇尔广之啊 我们何止是一个道场呢 何止是一个国家呢 国家也是要有一种一整体的观念来看啊 你看 国家有立法院 有行政院 有这个司法院 有考试院 还有各个部会 这些部会呢 如果不是一个整体的 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 那他怎么能够运作正常呢 虽然在国家里面有所谓阶级之分啊 那个是为了运作好 他那个次序 所以有阶级之分 但是呢 他那个功能呢 是样样低 每个人都低 每一个工人员 在他的职位上 他就是一个第一 他在那个职位就是第一 没有人超过超过他 他这个第一呢 就是呢 他好好的在他的职位上 在他的这个工作上 表现出本分出来 那就是叫做钟 所以在这个职位上 你必须尽忠 你才能够表现出你的第一啊 我们讲到太阳的道理 讲到月球 这个月亮的道理 你看日升月落 你看这个 四季花草的变化 你看他们是不是忠 他们默默的在行忠 忠于天地 忠于阴阳 忠于事实 忠于整个大自然的变化 但是呢 只有人心会不忠 人心会不忠啊 人心会搞怪 人心会变化 为什么人心会变化呢 因为习惯 内在的贪神痴 外在的这个五欲六层 两个合在一起就造成 会做怪 做怪呢 身体你就会 也会做怪 行为也会做怪 那么大家都做怪了 这个社会就做 形成一个怪力 怪力乱神的现象 你看怪力乱神的现象 如果说在一个没有道德国家 那个是很恐怖的 妖 妖鬼啊 这个魔王啊 走在街头啊 四处杀人 四处吃人啊 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是这样吗 你看我听说 在那个菲律宾啊 有一种 有一种大鸟 半夜出来 那个大鸟 这个翅膀一展开啊 有三个人 三个成人这么大 它四处飞行 而且会出这个女人的笑声 在那里四处飞行 妖怪啊 那这个Discovery频道 还探讨 说菲律宾的一个儿童 被不晓得什么动物 被抓去 当街呢 把它吸干 它的血液 这是报道的 这不是传说的 这当局在找 到底是什么怪物啊 在它睡觉里面 把它抓走 尸体被发现在道路上 你看这个屋 群鹰乱飞啊 真的是妖怪充斥啊 人家说 国之将乱啊 妖邪必至啊 所以这个国家 如果妖邪太多了 表示呢 这个国家呢 没有 忍忍不尽本分 不尽忠持守了 忍忍了 脱轨了 脱轨脱续了 脱续了 这妖某就趁机作乱了 所以你要爱国 爱国呢 你必须呢 尽忠持守 所以忠视这件事情啊 是爱国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情谊 我们上次讲到那个王安石跟郑霞的故事 大致上是讲完了 王安石这个偶像公啊 被免职了 自己呢 活活气死 郑霞虽然得到皇帝的这个肯定 皇帝呢 因为他的死见啊 所以呢 就撤销王安石的新法 重新颁布法令 所以王安石的新法是失败的 那这个郑霞呢 那他在朝廷上也仍担四伯 他敢跟恶势力对抗啊 这是表现出他对于人民的重心呢 但是呢 恶势力啊 他毕竟敌不过恶势力 所以呢 后来也被逐出朝廷 被逐出朝廷 起码被事实好 所以郑霞的事情啊 我们后来就不了了之啊 只知道他在历史上出现过这一段 那他就已经流民了 现在我们再来讲一个 一个奴仆的故事 那是明朝期间啊 那是明朝期间啊 有一个徐氏兄弟 分家产 那这个徐氏兄弟啊 有三个兄弟啊 那这个老三啊 他先走了 他先他就过世了 结果呢 老大跟老二要分家产 可是呢 老三也要给他一份啊 所以呢 把这个最好的家产啊 老大跟老二就分走了 他们认为比较不好的财产呢 就把他分给老三的太太 这个寡妇啊 那他呢 这个寡妇呢 分到一个老奴啊 就是他们家的长工 结果呢 分到这个奴仆啊 这个寡妇很伤心很难过 他也不能够 跟这个老大跟老二生啊 所以呢 只是让你自怨自爱啊 老大分到牛 老二分到马 那么呢 他自己呢 分到一个老头子 然后他就说啊 马还可以骑啊 牛还可以跟踪啊 那么一个老头子啊 只会吃饭啊 分到这个怎么用 好 就在那里自怨自爱 那这个老长工啊 听了这句话 很不服气啊 谁说老了就没有用 我虽然是 这个奴仆的命啊 但是呢 我也要尽忠指手 我一定要帮助你这个家 我一定要帮助你这个家 重新兴旺起来 哦 这个脑奴仆 有志气哦 啊 这个脑奴叫做阿继 阿继这个老人啊 有志气 而且呢 对他的主人 非常尽忠 他的主人 虽然是一位 这个寡妇啊 而且是一个 很年轻的女孩子 但是呢 他就是主人 他就是要尽好 他们的这个 忠诚之道 所以呢 他就尽心尽力的 帮这个主人 出谋划策 哦 帮他 帮他赚钱 可是没有本钱拿来钱啊 所以呢 这个主人啊 就是这个寡妇啊 去借钱 哦 去娘家 借一点钱 去朋友家借一点钱 那借一点钱之后呢 东东 把 把这个 十二两金子 交给这个老奴阿继啊 那其实交给这个阿继啊 也是一个很大的奉献啊 因为呢 如果阿继不忠心的话 那这个小寡妇啊 可能一辈子 就这样毁了 哦 所以呢 一个人啊 敬不敬忠啊 一个人守不守本分啊 一个社会啊 合不和谐啊 一个国家 强不强身啊 就在这里看出来了 这个老奴呢 把这个本金拿去做生意 哦 近这个一年之内啊 就赚了三次的利润 卖什么呢 卖七 油七的七啊 可能中国啊 要得到七啊 要得向东南亚进口 所以七可能很少 那他做这种生意啊 阿继帮他的这个主人啊 这个 抚养 抚养出三个女儿 也就是说 这个主人啊 生了三个儿女 那么都是阿继所赚来的钱 能够资助他们读书 长大成人 而且呢 长大还能够大到嫁娶的阶段 哦 大儿子娶了这个 这个大家闺秀啊 又送他入太学读书啊 哦 所有的收入啊 完全是阿继一个人才精明 这个寡妇也 也没有什么才能 不能做什么 他就是有一个中心的仆人而已 哦 那结果呢 阿继呢 看到这个徐家 这个老三这一家人啊 即使是孩子啊 他也会跪下 跟他请安 哦 他从来没有亲事过 他的 他的主人 主人的小儿子 从来没有亲事过 你看这样的人 我看在现在很难找到这样子 很难很难 哦 古时候这样的人啊 特别让人家肯定 所以呢 阿继这种事情 他就是在修道 阿继死后一定做神 哦 所以呢 正子为神 所以说我们说人事进 天道远远 那么人事进 就是在这里进了 这个阿继把中心做到了百分之百 哦 他对他主人的孩子 也是一样 这么样的恭敬 而且他自己还有小孩子 他自己的小孩子 跟主人的小孩子 不可以互相玩 不可以平起平坐 因为主仆有分啊 所以呢 他要他的小孩知道 他自己呢 就是仆人 仆人的小孩子 仆人的小孩子 是不可以跟主人的小孩子 平起平坐 他自己的那个观念非常强 这是君臣关系啊 君臣的观念啊 你会说啊 这个这个这个 现在落伍了吧 太落伍了 太封建了吧 啊 现在还有人在做这个 没有啦 其实现在还有 现在还有这种观念 现在还有人在做这个 只是呢 人心有没有像阿继 这么样的 这个中产啊 他那个纯度 有没有那么纯 就 不难得知啊 你看在员工 跟老板之间 是不是这样子 员工好好的尽忠职守 好好的生产 好好的在他的产品上 把他做到最好 让老板赚钱 那么他自己是不是也是赚钱啊 那他是不是也是尽忠了 当然他的这个尽忠的纯度啊 绝对比不上阿继这种 阿继这种呢 是从无到有 而且对方呢 都是非常弱势的主人 他还是一样 忠心耿耿 一心不二 那么现在的员工 对老板呢 大概是没有这样子 尤其是年轻人 对于老板 你要加薪 我就非常感谢 你不加薪 就拉倒 走人 这个年后跳槽 所以呢 年轻人一年呢 换二十四个老板还不够 换四十八个老板 来乡臭啊 有的年轻人干脆不去找工作了 在家里 做什么 做啃老族啊 茶孩伸手 放了张口 每天就像两位老人家 要钱 有两位老人家服侍他 你看看这个是尽忠吗 这个是尽孝吗 所以呢 尽忠之道啊 在我们现在还是可以看得到 你今天 公司把你培养长大了 培养成才了 结果呢 其他公司 重金来挖角 把你挖过去 你对得起你的主人吗 你对得起你的老板吗 你违背了忠道 违背了良心 你到其他家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薪水 争多了 但是呢 你有损应得 你损了自己的功德 你自己还洋洋得意 认为说 这家的薪水比这家高 你是不忠啊 你不忠 不忠自然 怎么可以成就呢 老板帮你培养起来了 你至少要替老板呢 这个分担责任啊 你至少要让这个老板 可以呢 这个独立自主 发扬光大 你现在人家重金你就挖走 所以现在挖角 挖角 这个自封啊 很胜 随时 随时有这个挖角公司来挖人 那现在大陆 这个大陆经济啊 起飞啊 台湾这些高阶人士啊 被挖角过去 大有人在啊 大家都想为了自己 谋得更好的这些物质的生活 可是呢 中间损了一个东西啊 那就是中 中这个东西损了 人格就没有了 人格没有了 人家看不起你 你今天会被挖角过来 明天你也会被人家挖角过去啊 人家看不起你 而且呢 你自己也看不起你自己 你的良心呢 会看不起你的作为 你以后呢 会 会惨为 你以后呢 会觉得 无脸见仁 这是一种 我们做人的道理 如果说做人的道理 都不懂啊 你不会有 飞黄腾达的一天啊 要清楚了解 我们今天在台面上 看来到这些飞黄腾达的人啊 他以前呢 一定是很好的一个修行人 像阿记这种人 我们说修行人 千安要记住 不是在庙里面的 敲打拎唱那些和尚 尼姑 在深山里面 参长导作的那些道士 绝对不是那些人 我们真正说 修行人 是在社会上 做好人的本分 待人处事 都很圆满的人 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人 我们今天排养修事 就是要修到这样子 才能够叫做真正的修行人 所以有人认为说 我们的祖师 传我们的心法这一派啊 是属于六祖会等以后 这个入这个 在家的这一派 在家的这一派 六祖传到这个 七祖 白玉禅 白玉禅继续传下来 传到第十七代祖 陆祖中医 十八代祖 张祖天然 跟孙祖慧明 我们是成传在家这一派的 那出家那一派了 马祖道一禅师 神传传到宋朝 没有了 即使我认为 并不是这样子 并不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 马祖道一这一派的神传 还是在一贯道里面 一贯道里面 他有所谓出家众 我相信 大家都可以知道这种事情 出家众是谁呢 就是清修的人士 你看我们的前人 不修喜菩萨 他是出家众 他就承传了出家众的 这一脉的心法 所以我们的道呢 是足足相传 佛佛回传本体 失事密附本心 那么今天我们在家的 看起来好像是比较 比较凸显 比较凸显是因为 儒家应孕 我们今天呢 要把人的道理做出来 人的道理没有做出来 你光在山里面 敲打念唱 你在念佛 拜灿 你不会成就 以前人会 现在拿草安 道之宗旨 讲道敦品从礼 有个东西 有个东西